欢迎继续收听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586集 轰轰轰 张应啊 操控着雷霆 调动法力和阴神 又是一道深宵雷霆 就朝着轻衣女子劈过去 这两者的交锋 在空中爆发出恐怖的波动 堪称是真正的电光火石 虽然啊 神秀雷法威势 比之轻衣女子更强一筹 可以压制破开太阳真火的狂暴 灼热之力 而后呢 将她劈飞 造成一定的伤势 但是 这轻衣女子的敌人啊 身后的吓人啊 刚从封印挣脱出来 完全没有任何的虚弱感 等神霄雷霆的威势 被太阳真火削弱之后 给她带来的伤势 已经很难 将她真正的灭杀了 从交手的第一招 张静就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啊 她才会让秋生和楚吉 赶紧打开空间之门 张静与轻衣女在空中疯狂的交手 是电视 是电视 活光 这下方 秋生和女鬼楚吉 联手之下 这空间之门呢 以迅速的稳定 露出外面的世界 正是共虚山山顶 师父 你先走 秋生喊道 九叔面色沉重 看着天空中的张静 露出了幽色 秋生催促道 师父 你先走 我和楚吉 要维持空间门 等一会儿 我会和张静师弟 一起出来的 九叔啊 也不是婆婆妈妈的性格 知道自己留下来 帮不上任何忙 只能拖后腿 所以啊 盯着自己徒弟 认真地告诫道 你一定要等你师弟 一起出来 再关上门 秋生点头 知道了 师父你放心吧 于是 九叔 转过身 轻轻一跃 便从这片小空间内 是跨入到了 洞虚山的山顶 这秋生见状啊 安心了一些 连忙抬头 对天空中的张静 传音道 师弟 门打开了 找机会出去吧 正在战斗中的张静 其实啊 不用提醒 也知道下方的情况如何 但是 他的对手 轻易女子 也显然发现了 空间之门 被打开 毫不犹豫的 也想冲向 空间之门 如果张静啊 放人不管 转身 只顾着自己离开 依这轻衣女 来去如风的 恐怖速度 很有可能 也跟着离开 这片空间 所以 张静 现在没办法抽身 不得不拼命 阻拦 轻衣女子 哄哄哄 鹤红色的大地 不断的归裂 稳定的空间 也有如被切割出 一道道的裂缝 飞沙走时 天昏 地暗 这下方的秋生啊 虽然心急入反 但是 也并没有抛下张静 耐心的才等着呀 就连女鬼楚吉 也没有在这个时候 有任何的反对意见啊 虽然看上去 对他来说 张静的死活 与他无关 甚至 把张静和怪物 一起留在这片空间 对他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 他 也在陪着 秋生 耐心的等着呀 不过呀 两人联手 十人最强的 阴阳交融 却是没办法 维持太久 等了好半生 秋生忍不住 再开口传言道 师弟 召集会撤吧 我们快撑不住了 轰轰轰 这天空中啊 交手不断 张静 似乎没有听见秋生的传言 但是 当一次又一次的雷霆 将青衣女批飞 他又熟练的缠上来 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 张静 却是眼神中露出了 一抹的冷色 心中暗说 就是此刻 轻衣女子 已经适应了 与张静交手的节奏 甚至 慢慢的得出了一些心得体会 该怎么样 才能让自己受到 最小的伤害 所以啊 当被一道雷霆批飞之后 他毫不犹豫的 马上又缠了上来 目的是不让张静 有任何摆脱他的机会 但就在此时 他万万想不到的变化 发生了 嗡 一道耀眼的金光 闪耀整片空间 带着无上的威严 有 樊畅震震 也就是 佛畅震震 认慑人心 正携带着 无尽狂暴的 太阳真火 瞅瞅张静 冲过来的 轻衣女子 面不改色 她忽然 一张脸 扭曲起来 似乎 感应到了不安 但是 她想要后退时 已经晚了 张静的头顶上 一尊小小的金佛凌空 光芒万丈 宠断 宠斥整片空间的金光源头 正是这尊金佛 佛门至高无上的宝物 舍利 舍利 忽现的瞬间 不但由佛光普照 更有佛音传递开 一道奇异的波动 随之蔓延 这种波动啊 并不像是 神修雷法那般 充满强大的杀伤力 和毁灭之力 荡青世间 一切妖魔鬼怪 佛光 欲佛音 虽然震撼人心 但是看上去啊 似乎 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不过啊 你的神魂 会不由自主的被 波动牵引 即便是法师境的高手 这种波动 蔓延之下 也没有任何 抵抗的手段 天使硬啊 也会大受影响啊 修生和女鬼处疑 只是看了一眼 几乎都要立即陷入 昏恶和昏迷了 两个人联手的阴阳之力 迅速的紊乱 空间之门也随之 变得不稳了 好在啊 张静看见情况 赶紧将他们周围的波动 驱散 避开了他们 要不然呢 空间之门就要关闭了 而反观此时的青衣女 在张静的全力以赴下 佛门设立的效果 被施展到了最大 魂魄立即就被牵引住了 他果真是有魂魄的 并且啊 他完全没有料到 张静竟然会有这般恐怖的 佛门神通 所以啊 完全没有做出 这方面的防御 意识到问题的时候 想要抵挡的时候 已经 晚了半拍了 嗡 整片空间 瞬间安静下来 时间 仿佛也随之停止 这青衣女身上啊 本来携带着无尽的太阳真火之力 熊熊燃烧 有如一轮太阳横在空中 入眼很难看清楚 她的真面目 此时佛光普照 这青衣女的魂魄神式 被牵扯吸引 陷入了 昏恶状态 她身上的太阳真火之力 自然也就消散了 露出了 本来的样子 此刻的她呀 就像是 毫无防备的 羔羊啊 赤裸裸的 弹露在了张静的面前 很好 张静双眼发亮 眼神 林立 她脱了这么幼啊 就是为了 此刻 这颗射力啊 几乎凝聚了千年前 抵佛门高僧 神光禅师的 全部修为啊 这威力 非同小可 即便张静不能催发出 其最强的威力 但是 也照样是勉强达到了 天使境层次的手段 即便是天使境 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了 张静 想要紧紧凭借这一招 就将青衣女子玩弄于鼓掌之中 那也是不现实的 最多呀 只能够出其不意 让青衣女短时间内陷入浑恶状态而已 等她回过神来 应该很快就能摆脱说服 清醒过来 毕竟啊 这青衣女子可不是后青 那一缕魂魄分身 可以被张静随意控制 还能潜入梦中 但是 哪怕仅仅只是瞬间 对于张静来说 也就足够了 哄哄哄 抓住青衣女子陷入浑恶 毫无防备的刹那 九霄之上 再次雷鸣阵阵 空中电芒穿梭 一道神修雷法 轰然而至 找着青衣女子 披过去 看你死不死 张静瞪圆了 眼睛 虽然跨入天势境之后 施展入门层次的神修雷法 对她来说呀 已经 很容易了 不会像原来那样 直接将法力与阴神都好空 现在啊 已经可以运转自如了 但是 现在 她不但要施展神修雷法 而且还要分出 阴神和法力 去催动 设立 两者相加 可就不一样了 雷法呀 还勉强可以撑住 要是再法三法 恐怕 就力不从心了 要是这一招 都还杀不死青衣女子 张静就得考虑撤退了 浩浩荡荡 有如天道发怒 降下劫难 要荡敌世间一切的污秽 超越了天地之力 远含了本源规则之力的雷霆 瞬间 将毫无防备的青衣女子 彻底的包裹呀 如果说 这太阳真火 覆盖身体的青衣女子 就像是穿了一层铠甲 可以很大程度的削减 神修雷法的杀伤力 但是 现在陷入 昏恶的青衣女 已经脱掉了铠甲 防御力大减 直面 雷霆 而青衣女啊 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存在 但绝对是邪恶的怪物 杀性极重 要不然啊 也不会被封印在这片小空间 出来之后 二话不说 便要打开杀戒 这没了铠甲的防护 雷霆之力对于他来说 就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 这神修雷霆 包裹着的青衣女 从天空中迅速的坠落 同时 他的气息 也有如绝地的洪水一般 从光芒万丈 迅速的衰弱 有希望 张静瞪圆了眼睛 心中激荡的看着这一幕 此举要是成功 那 他可就因祸得福 因差阳错 赚大发来 不但可以清除掉一个大祸害 而且还可以赚取一大笔的功德值 打破天地之库的妖兽 会有多少功德值呢 当初啊 连黑山老妖 就让张静进账 三百六十大点功德值 这青涩怪物 至少啊 也以千为单位吧 想到这里张静便忍不住 心头火热呀 上千点大功德值 再加上张静原有的积累 不但可以将上行大动真经升一级 修为更上一层楼 就连神霄雷法这门神通 说不定啊 也能升级啊 心头虽然激动 但是张静的理智却并没有丢失 手上的动作完全不停顿 在一道神霄雷法施展出来之后 联盟啊 又施展法诀 九霄之上又已经开始 雷鸣阵阵 轰隆隆 轰隆隆 趁你病 要你命 一道或许不够 那就再来一道 这清语你啊 此刻或许已经从 射立佛光的牵引中 挣脱出来 但是神霄雷法 已经在迅速 灭灭他的生机本源 他已经很难 反应过来了 轰轰轰 这眼看啊 又一道神霄雷亭 即将要成行 偷着轻衣女 劈过去 就在此时 让张颖难以置信的变故 发生了 哦 哦 天地音啊 忽然想起了一道 诡异止急的 异兽吼叫声 不尖锐 但是 无比的刺耳 与 红中 大铝般的 佛音 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如是 祸音 低于 同时 轻衣女的身形上风 核显出了一只 异兽虚影 这只异兽 不属于任何一种 妖兽 又像是结合了千百种 妖兽的模样 似龙 似虎 似鹰 似狮 无人知晓 这究竟是 什么凶兽 但是张静啊 看见这只凶兽虚影的瞬间 却是心中大惊 不敢置信的呼出声 啊 怎么可能 这只异兽 不是张静第一次遇见 已经见过很多次 最开始啊 是在一缕僵尸先祖的 残魂之中 后来 是在 龙虎山 天师府 张静在后卿的梦中 审问他 为何要对老天师出手 为何要不惜代价 咒杀 老天师 就在后卿 即将要说出幕后凶手的时候 这只凶兽虚影出现 直接将昏恶中的后卿叫醒 现在 他竟然又出现在了轻衣女的身上 这只异兽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还有轻衣女 又是什么身份 难道说 他就是四大僵尸十足中 最后一位吗 要不然 没理由他身上会出现这只异兽虚影 脑海中思绪分杂 万千面头 涌现 随着 本来张静要继续施展神嚣雷法 披向轻衣女 也硬生生的 停止住了 毫不犹豫的转身 掉头飞向了秋生河主级 一吼道 赶紧走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五百八十七集 他们见状啊 自然不敢犹豫了 当即就收掉阴阳直立 往空间之门奔去 那两个人离开回到另外一段的洞虚山 张静也紧跟着跨越了过去 在张静穿过空间门的瞬间 回头望了一眼 果不其然 当那奇异的凶兽虚影出现之后 轻衣女当即就从昏恶中清醒了过来 并且缠绕在她身上 不断泯灭她生机的雷霆 也眨眼间便消散了 甚至 轻衣女泯灭的生命力 在虚影的加持下 竟然开始恢复 该死 轻衣女 除了吼叫之旺 嘴里终于吐出了两个字 她的身上 重新燃烧起 熊熊的太阳阵火 狂暴的阳气 重斥着整片小空间 看着跨越空间之门的张静 身形消失在原地 有如一阵风般的朝着张静 追了上来 可惜啊 张静撤退的十分果断 即便轻衣女速度足够快 当她追过来之时 空间门也合拢得直升下 一道细缝 而且没有了秋生和女鬼 处籍的阴阳之力的加持 变得极为不稳定 她是没办法 穿过来了 另一段 这最先退出来的九叔 见张静秋生迟迟不出来 心急入粉啊 在洞虚山山顶来回的走动着 甚至啊 几度想 重新穿过空间之门 重新回到小事业内 看看里面情况怎么样 不过 又想到 万一此刻 张静和妖兽战斗的正激烈 自己过去会打搅张静 才强行 按捺住了 终于啊 等到秋生和女鬼楚籍回来 张静也紧跟其后 九叔心头的大石 才终于落地 连忙上前 讯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张静心中啊 猜测诸多 思绪万千啊 不过看见空间之门 彻底闭合之后 悬崖前帮的空间 也恢复了平静 涟漪也消失了 脸色总算 恢复了一些 就是可惜了 要是最后关头 没有那诡异的凶兽虚影出现 自己肯定是 能斩杀青衣女 尽仗一大笔 功得值 没能将其斩杀 不过 应该算是将她关押在里面了 张静说道 但是 话音刚落地 洞虚深的前方空间 忽然变得通红 绚烂无比 像是朝霞满天 温度 也随之升高 山顶的一群女鬼健壮 诡异道 啊 怎么回事啊 这个时候太阳要升起来了吗 九十五 秋生 楚吉 也惊魂不定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唯独张静啊 刚刚缓活的脸色瞬间又变得难看到了几点 随着温度的升高 活光 越来越灿烂 碰 很快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平静的空间就像是镜子被打碎 化作一道道碎片裂开了 这裂开的位置 无尽的火焰渗透而出 疯狂涌出来 在这无尽的火焰之中 一道青色身影 缓缓浮现 看着像镜子一般破碎的空间 火焰啊 从裂缝中喷涌而出 更有一道青色身影 缓缓浮现 张静本来稍微放松的心 顿时又提了起来 轻一女 竟然破开了小空间的叔父 挣脱出来了 她呀 的确没办法 像秋生和女鬼楚吉那般 可以联手施展出阴阳之力 掌握打开空间之门的钥匙 但是她呀 就用蛮力 硬生生的将这扇门给撞碎 让其裂开了 是她自己的本事 还是那一手虚影的本事呢 想来啊 应该是那虚影的本事吧 要不然呢 最开始青衣女 也不会缠着张静 想和张静一起离开那片空间了 不过呀 这个结果也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该如何对付这逃出来的青衣女 这破碎的空间传来阵阵的脆响 当青衣女踏不出来之后 裂缝啊 很快又开始自动愈合了 只剩下阵阵的脸翼 你们都打死 这青衣女啊 看向山顶的一群人 眼神中 除了怒意之外 也夹杂着莫名的兴奋 不断地扫视着周围 十万大山 郁郁冲冲的环境 体内狂暴之力 肆意地外放着 那感觉啊 就像是 在监狱里被关押太久的犯人 终于出狱了 感受到了 自由的气息啊 也是啊 这个青衣女 恐怕 从上古时候被关押在那 无人居住的小空间内 沉睡了千百年啊 的确够久了 挣脱 沿江池的封印 还不算彻底的解脱 来到外面的世界 才算是真正的重新拥有自由 哄 话音刚乱啊 这青衣女猛地仰天咆哮一声 不单体内散发出强烈的光和热 太阳真火之力暴涨 周围的天地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啊 天地之力该是剧烈的变更了 这洞虚山方圆 十数里的范围 在这一刻呀 似乎变成了 空间门 另外一端 整片空间呢 都被无尽的狂暴洋气 所宠斥 这天空 变成了红色 竟然偶尔有火焰 像是雨点一般从天空中坠落 天地温度急剧的翻升 这本来 这清脆的树木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枯 这泥土 山石也变得滚烫 地面啊 开始归裂了 若是不知道情况啊 还以为 洞虚山周围经历了好几个月的干旱 但其实呢 在几秒钟之前 周围附近 还是水草风貌的样子 一位帕楚吉啊 知道自己是叛徒身份的牛腰 藏身在洞虚山几里外的一座山上 正躺在一块巨石上 跳着狼腿 闭目假妹 也就是闭目假睡 忽然啊 就像是火烧屁股一样 从巨石上跳来起来 刺牙咬咬咬嘴的道 怎么回事啊 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热了呀 还不止是热呀 而且这空中的狂暴洋气 令他的肉身阴身 都很难受 不过呀 那道行不浅 已经达到了法师境 所以啊 道爷能躺住 就是啊 很不舒服 他抬头 看向火红色的天空 又看看四周 正在迅速枯萎的花草树木 傻眼说 啊 发生什么大事了 怎么一下子就变天了 这牛腰啊 在洞虚山几里外 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很不好受啊 在洞虚山边的张静等人 受到的冲击 就更加强大了 张静啊 完全没有想到 青衣女忽然啊 施展全体性的大招 这笼罩方圆十数里 也没有来得及阻止 当青衣女不知道施展出什么 天赋神通 爆发体内的狂暴力量 同时又牵引催动天地间的 太阳真火 这张应啊 想阻止 已经晚了半拍了 这狂暴的阳气和太阳真火 就扩散开 虽然是无差别的群体攻击 但是位于最中心的 洞虚山顶的位置 却不亚于炼尸镜后期的高手 全力以赴的施展 活属性的法觉啊 这点威力啊 对于张静来说 自然是不同不痒 白手就能抵挡 九叔秋生 乃至女鬼 处吉都能扛下来 不会有大碍 但是处吉的手下 一群鬼将级别的女鬼 在突然爆发的太阳真火面前 根本承受不住 这个魂体啊 瞬间就像是被浇上了火油 而后一点火星落上去 哗 十几名女鬼 几乎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 发出短短一两个呼吸的时间内 就魂飞魄散了呀 彻底的消散在了天地间 仅仅只有三君女鬼 处吉见状 联盟使一怨守 以自身阴气横渡过去 将他们庇护住 才勉强啊 幸免于难 痛苦万分的 艰难的 维持住了魂体啊 处吉看着 惨死的众多手下 心中悲痛 到了极点 这些女鬼啊 说 是她的手下 其实啊 更是她的姐妹 他们大多 都是一些苦命的女子 身前死于非命 心中怀着极大的怨气 连阴间呢 都没办法下去啊 就被她收容在了洞虚山 在没有遇到秋生之前 这些姐妹都是她最重要的人 此刻呀 这大半姐妹瞬间昏飞魄散 只剩下三个 处击内心的痛苦 悲愤 可想而知 到此刻 她 才算 真正的后悔了 后悔自己 这两年 在这小世界内的 所作所为 后悔自己啊 竟然将青衣女 这样的怪物 诚心的奉为 师父 但是现在 说后悔 显然已经晚了呀 彻底复苏的青衣女 就算 十个她 百个她 都不可能 是对手 甚至啊 要不是张静 再次登空而起 操控着雷挺之力 操作青衣女 劈过去 这下一瞬 她连自己 都庇护不了啊 更不用说保护 其他三名女鬼了 哄哄哄 神嚣雷法 全力的使展开 有如天洁的气息 有如天洁的气息 从九霄之上 压下来 瞬间呢 将狂暴的太阳真火 极大程度的克制住 让其没办法再蔓延 这恐怖的雷挺之力 披向青衣女的时候 金色的佛门舍利 以凌空而起 佛光普照 凡音阵阵 专门正对神魂的奇异波动 朝着四面八方 传递开 去牵引 青衣女的魂魄 休想让我上当 这青衣女啊 健壮也顾不得继续焚烧天地了 更不情愿的腰身一变 就变成了最初的 在小世界内 她从岩浆池地 封印挣脱出来 张静最开始 张静最开始见到她的模样 脑形批法 也就是猴形批法 双目在头顶 像是蛮牛 又像是猴子 这似乎才是她原本真正的凶兽模样 但是青衣女却很抗拒她这副样子 更喜欢呢 一青衣女的模样是人 不过 这蜕变成为凶兽模样的她 或许啊 神魂似乎变得更强了 又或许啊 是有了防备 她四肢脉动 扬天长相 射力金光与繁音 竟然呢 对她不再有多大的影响 虽然操控着太阳真火 一阵摇晃 但是 却终究没有熄灭 她身上的火焰铠甲 也就没有彻底的被卸掉 当神骄雷霆轰然落下 将其包裹住 造成的杀伤力 也步入之前了 虽然啊 扣形批发的青衣怪物 被轰得倒飞 撞在洞虚山的身体上 这树木砸断了 不知道多少根 岩石都粉碎 但是啊 青色怪物 马上又腾空而起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白袍飞扬 演播张华胜 第五百八十八集 这身上的太阳真火 重新燃烧 啊 张静暗叹一声 这情况啊 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 这个青衣女 果真是学聪明了 神光禅师留下的舍力 他还不能完全发挥去功效 用来对付打破天地之苦的存在 有些疲软啊 除了出其不意的偷袭 正面交杀 这用处不大呀 不过 既然这青色怪物跑了出来 张英啊 肯定不能这样 轻易的就将其放走 还得想方设法将其斩杀才行 除了张英啊 迫切的想要一大笔功德值之外 他想 如此一只凶神恶煞 杀性极重的怪物 要是不除掉 放人不理 这后悟 太严重了 单凭自己一个人 是没办法斩杀青衣女啊 那就找帮手 九叔 秋生楚吉 吉里外的牛腰 乃至万腰谷的重腰 肯定啊 都是帮不上张静忙的 能帮他忙的 只有 天师静 要是没有 要是没有来安州府之前 让张静去找一名天师静来帮忙 他还真的呀 没办法 只能抓瞎呀 但是现在 十万大山中 约九成九 隐居着一名天师静的 世外高人啊 蓝月湖 曹卢 举世 问题是 要让他乖乖的跟自己去蓝月湖 应该是不太现实的 自己不远百里 引他一路去蓝月湖 就算他是傻子 半路也会发现不对劲的 而要是 他停下来 不再纠缠追杀自己 张静 也没有办法强行 将他逼迫过去 该怎么办呢 张静一边施展着神骁雷法 与青色怪物疯狂的交手 一边啊 脑袋快速的转动 思考办法 还好啊 张静在这方面也算是 经验老道了 老谋深算了 鸿蒙拐骗的事情 没手做 很快就眼睛一亮 想到了 对 既然这青色怪物 他的敌云 雄厚的吓人 在由太阳真火作为 开价的情况下 极大程度的敌修 自己的雷平之力 可以 看很久 那么自己啊 就主动视敌 一弱好了 一 现在 他的愤怒程度 以及 对自己浓烈的杀意 张静相信 只要自己 给他希望 表现出一点 短小 无力的 吉象 这个怪物 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会穷追不舍 眼神深处露出了一目冷意 所以 在与青色的猴形批法凶兽 大战数个回合之后 张静忽然在一次施展神霄雷法不及时 似乎 阴神法力 已经有些 后继无力 吃了半拍 一道太阳的真火 突破了 雷霆电网的封锁 席卷到张静身上 虽然呢 这张静反应迅速 将火焰熄灭 但是 却还是明显的受了伤啊 衣服 也破损很多 不过张静并没有就这样 直接撤退 而是继续 与青色猴形批法凶兽大战 直到接二连三的不小心 露出了破绽 被其反攻为首 攻守知识转变 张静才脸色难看 不得不朝着西南方向时 败魄而去 青色的猴形批法凶兽 果真上当 现状是大喝一声 哪里逃 脉动四肢 凌空 踏步 有如一颗巨大无比的火球 宛若太阳横空 就朝着张静追过去 只看见张静和凶兽 一前一后离开洞穴山 山顶的九叔一脸担忧啊 想也没想 便身形一跃而起 迅速的下山 就朝着张静和凶兽 离开的方向追过去 这秋生健壮 虽然眼神中还惊魂覆定 后怕不已啊 但还是连忙大喊道 师父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 女鬼处急啊 拉扎不住 惊怕的劝说说 秋生啊不要追了 这凶兽的实力 你看见了 神不可测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抗衡的 追上去不但帮不上忙 反而只能白白送死 秋生闻言 脸上有些怒火 本是他也没有解释 或者训斥 只是坚定的说道 那是我师弟和师父 说完了便松开楚吉的手 也身形闪动 朝着山下狂奔而去 这看着秋生头也不回离开的背影 女鬼的脸上浮现出 一阵羞脑之色 但最终啊 还是咬了咬牙 对身后活下来的三名女鬼 吩咐了两句 也身形一闪 快速地追上了秋生和九叔 说道 你们赶路速度太慢了 我带你们飞 鬼魂 有如阴神啊 自然是能飞行的 楚吉 到航身后 已经足以皮美 法师镜的高手 带两个人飞行 问题也不大 秋生健壮 很开心 兴奋到 楚吉 谢谢你 九叔啊 虽然对于这个拐走 自己徒弟的女鬼 意愿很大 但此刻啊 也不由得 有些改观了 虽然脸上依然冰霜 没有表情 但是却并没有拒绝 楚吉的好意啊 于是 这楚吉一只手抓着一个人 腾空而起 就摇摇晃晃 朝着西南方向 追过去 虽然他的速度 不如张静和青衣女 但是两者飞行 可以说是一路火花 再闪遍啊 动静极大 楚吉在后面慢慢的追 也不会跟丢 这躲在洞虚山 几里外的牛腰 本来一脸的懵逼 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大的动静 躲在这巨石后面的 瑟瑟发抖啊 结果呀 没一会儿 就看见张静化作一道流光 找找西南方向飞去 后面呢 还跟着一头 胸眼滔天的绝世妖兽 似乎是在追杀 就在他心惊胆战 心绪不定时 又过了片刻呀 就看见 他梦寐以求的女神楚吉 带着九叔 以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朝着火焰消失的方向 追去 这牛腰啊 茫然的盯着天上 喃喃的 出 出大事了呀 然后啊 化作牛腰的本体 脉动 棋子 就朝着万腰谷的方向 跑去 洞虚山 离这个蓝月湖啊 鱼里不阴 有将近二百余里 要是张颖全力的赶路 欲见而行 这点路征 倒不算什么 一炷香的时间就能赶到 但是 现在张颖根本不能 全力飞行啊 轻一女的速度 虽然也不慢 来去如风 极为的迅猛 但是 比起欲见飞行 还是慢了许多 张颖要是跑得太快了 直接 就把他甩丢了 而且 张颖在跑步的时候 还要不停的给对方一点希望 偶尔了 让他攻击一下 自己受点伤 这样 才能一直 让这个青衣女 保持高强度的杀心 和欲望 但是这样 又是个技术活呀 每次受伤 张颖虽然能够控制一定的范围 但是 这也不是完全装出来的 毕竟啊 对方可是一只 深不可测 从远古的时候 活下来的绝世凶兽 太阳真火之力 不是那么好销售的呀 几次三般的故意露出破绽 张颖自己呀 也着实 受了不轻的伤 就在张颖盘算着 应该怎么样 掌控尺度 才能将青衣女 引到蓝月湖 又不至于 让自己受伤太重时 忽然之间 张颖心神 有所感应 连忙抬头 朝着前方望去 哗哗哗 这不消片刻的功夫啊 西南方向 远处的天空中 有一道 就好像云朵的阴影 在迅速的接近 这云朵的周围 是雨雾缭绕啊 这不知道的旁人呢 或许以为 这就是一团云雨 但是张颖却是 健壮神色大喜 本来啊 他还为 长途奔袭而犯愁 这二百里的路程 不好走啊 没想到 那位蓝月湖的高人 竟然主动 找过来了 说是吃那十块 对方都凌空而行 速度极快 从发现 对方到碰面 不过是 眨眼的功夫 当碰面之后 张颖当计 便停止了飞顿 凌空而立 这云朵呀 并没有完全散开 不过 其中已经显露出一道 身穿粗布麻衣 赤着双脚的老者 这老者呀 一头灰白的长发 随意用木棍 就挽了一道道脊 有些凌乱 不过身体都是很壮实 不显得高老 手中握着一根 模样看上去 很朴素无奇的拐杖 看上去呀 就像是一位 精神绝朔的 普通村夫老者 看见凌空而立 身体周围 有着雷挺缠绕的张颖 他微微的 供了供手 问他 可是毛山派的张道尤 看来呀 这位草炉居士 在来之前呢 应该先去了一趟万腰谷 从万腰谷中腰的口中 得知了张静的消息 毛山派张静 张静点了点头 心中大定啊 同时也供手行李道 来着可是草炉居士前辈 虽然啊 听万腰谷中腰所言 张静有九成的把握 认为蓝月湖的草炉居士 是打破天地之库的高人 但是总归还是有一点不决定 毕竟当今世上 天师应啊 实在是太难寻了 不过现在 千言所见 真人当面 张静心中最后一丝担忧 也总算 去除了 前辈不敢当 张道友 道行精神 你我平背而交 称呼草炉道友 就好 草炉居士 回道 这修道爷 其实也讲有一个 打者为师 除非是本门弟子 就像张静面对九叔 不管什么时候的实力再强 也得恭敬的教育生 师叔 一般来说呀 这没有交集 莫不相干的两个人 就不会以年纪来论资排辈了 而是以修为来说话 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磕套 现在不是磕套的时候 这脑型 批发的青色凶兽 眨眼 便追着上来 啊 好厉害的凶兽 如此强烈的太阳 争火之力 怪不得心哥 百里之外 我也能感受到狂暴的阳气 扩散而来 莫不是 草庐局势 神色凛然 看着凶兽 一路飞行而来 他脚下的树木 都会快速的干枯 似乎是心中 有所猜测 问道 张道勇啊 此凶兽 是从何而来 十万大山中 何时隐藏 这样一只凶兽 张静健壮 连忙说道 洞穴山的上空 有一道空间之门 穿过空间之门 里面有一座 独立存在的空间 此凶兽 千百年来 应该都是被镇压 封印在其中 只是这些年啊 被两个 莽撞的家伙 破坏了封印的 结界 将其 放了出来啊 草庐道友 认得此凶兽吗 草庐居士 沉声说道 猴行 疲乏 叹身 而 眼睛在顶上 行走如风 所到之处 都大汗 赤地千里 此凶兽 恐怕是传说中的远古异兽 汉拔 啊 汉拔 郑静联盟 追问 求证道 传言中 上古时候 江石起源于四大先祖 其中有三位 我知道 分别是 将臣 后清 盈钩 这第四位 难道就是汉拔 草庐居士 点点头 说道 没错 汉拔 也是僵尸 四大十足之一 这张静文言 心中的迷雾 总算 豁然 开朗了 他的猜测啊 果真没错 怪不得 在小世界内的时候 他即将要斩杀汉拔 忽然会出现那 异兽虚影 此凶兽 果真是 僵尸 四大十足之一 那么呢 异兽虚影 又是何等存在呢 这僵尸 四大十足 似乎 都预知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甚至啊 当年 后清 还是皇帝手下一名大将 便是 因为此异兽 才能蜕变成为 僵尸的四大十足之一啊 心中思绪分杂 来不及想太多呀 汉拔带追来之后 看见了草炉居室的存在 明显也察觉到了 这位粗不麻衣的老者 不是擅长 能够从其身上感受到 隐隐的 威胁感 但是 他 不知道是脑袋不清楚 还是太过于自信拖大 又或者是 杀心太重了 见状啊 他没有掉头逃跑 反而怒吼一声 卖顿蹄子 催动太阳真火 就朝着张敬和草炉居室 吸过来 张道友 你受伤不轻 且先退后 让 贫道 挥挥打 张敬啊 因为伪装 引诱汗拔的原因 此时 这浑身是伤不说呀 而且气息 也相当的萎靡呀 看上去啊 已经到了 重伤的地步 几乎很难 再有继续战斗之力 刚才 张敬 欲空而行 跑跑的时候 这身形啊 偶尔 还要摇摇晃晃 似乎维持不住 要掉下去的样子呢 这个演戏啊 就要逼真 向来是张敬的 自我修养 所以 这草炉居室 当仁不让的 站在了前面 手中 看似平平无奇的 朴素的拐杖 猪人间啊 爆发出莫大的威势 身体周围 缭绕的淡淡的云雾 都全部的覆盖到了 拐杖之上啊 随着他的挥出 一道水龙石 冲天而起 而后啊 又旋转而下 朝着汉拔石 撕咬 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五百八十九集 死招一出啊 这周围天地 本来被汗拔影响的干燥吃热 马上变得是有如龙王降临啊 行云不雨 这四周也水泽汪汪 朦胧一片 哪怕太阳蒸火 熊熊燃烧 也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水物都蒸发 草炉居势 在水行直立方面的造业啊 绝对已经达到了本源规则的程度 而且还融入了各种厉害的变异手段 在其中 面对极致的水行直立 浑身是火的汗拔自然难受至极 它不断的左出右撞着 在原本青色的皮肤上 也开始慢慢的变红了 出现出一道道静落般的符纹 彼此连接相互沟通 形成了一幅莫名的画 火焰威力大增 这水龙啊 在它的撞击之下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消减着 只不过呀 当水龙破灭 化作雨雾消散于天地间 这汗拔身上的太阳蒸火 也削减了积分啊 毕硬啊 一雾降一雾 但是汗拔 终究是敌远身后 是从远古时期活下来的凶手 更是僵尸四大始祖之一 而且还不是后清那般 一缕魂魄分身呢 草炉居士的一道水龙 就算再强 对他带来的伤势 也照样有限 不亏为师汗吧 天生对太阳蒸火之力的领悟 便是粗神入化 若是修炼者在火焰之道上 早已打破了天地之库 也难以做到这般厉害啊 草炉居士 眼神 肃目 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 水行之力 原来是天生克制 火行之力的 这草炉居士 正是在水行之力造诣 打破了天地之库 他们这道水龙 按理来说呀 就算不能轻易的斩杀汗拔 至少也能将他困住 囚禁半赏 才对呀 没想到 这边汗拔几个冲撞 就硬生生的给灭了 很快啊 草炉居士 有接连会晤手中的拐杖 一道又一道的水行之力 以不同的方式 到着汗拔使席卷 挨打而去啊 虽然此处 那是南越之地 十万大山的深处 但是 却让人有种 仿佛置身于 东海之中 波头万丈的感觉 汗拔好咬不已 开始 感觉情况不太妙了 虽然呢 这草炉居士的水行之力 对他的杀伤力 其实还不如张静的 神修雷法 对他的大 但是 这雷挺之力 无法克制太阳真火 但是那宛如天拔 荡青世间一切 污秽的毁灭之力 能够直接寻伤他的本源 现在 草炉居士的水行之力 克制住了他 却让他浑身不得劲 难受至极 今日啊 他 想要继续吞杀张静 恐怕 已经做不到了 真是可惜啊 不过 杀不了人 报不了仇 那么 留下来继续战斗 也就 没什么意义了 那开始考虑啊 逃走 姓张的 今日 我先饶过你一命 再来日 就算你 躲到天涯海角 我 也必定会 取你性命 这汗马 虽然是维持着凶兽的模样 但依然能 口吐人言 说完这句话 可惜 现在啊 哪里是 他想跑 就能跑得了的呀 看见 草炉居士 最擅长的 竟然是 水行法术 能够极大程度的 克制汗马的 火焰之力 张静眼神发亮 兴奋不疑 今日 斩杀汗拔 有希望了 一大笔功德值 已经 在向他 招手 实诚 草炉居士 愣了愣 随即感觉啊 张静在开玩笑 现在张静的状态啊 只要眼睛不瞎 都能看得出来 是好 还是不好 分明就已经是 强奴之末了 张道友啊 你 伤势很严重啊 不要逞强 张道友 年纪轻轻 就已经打破了 天地之枯 前途 不可限量 若是 伤到本源 留下 难以愈合的创伤 可是对 今后的修行 就不利了呀 这草炉居士啊 心怀好意的劝说 接着又道 张道友 你放心 今日 就算我拼了老命 也要 托掉这 孽障 在草炉居士 看来 张静啊 是正义心太强 责任感 太强了 眼见自己的水系 法诀 似乎拿汗拔 没有真正的办法 难以 将其斩杀 这汗拔呀 有逃跑的可能 他不愿意就此 措施良机 放走汗拔 造成将来 天下生灵涂炭的恶果呀 所以 今天 即便是拼着 杀敌一千 自寻八百 一定要让汗拔 扶诸 这份 降妖出魔 替天行道的 狭义心肠 让草楼居士 十分的敬佩 不过 他 也并不是 狭隘之辈呀 张静 能为了 除掉汗拔拼命 不顾重伤直驱 也要继续战斗 他 也能 不顾后果 实展出 禁忌的 招式 试试 这汗拔 究竟 有多厉害 是的 作为百年前 便已经隐居在十万大山中的世外高人 草炉居士 打破天地之库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来 这个资历 比老天师都更深 实力也是如此 在天师境潜心修炼多年的他呀 是有着自己压箱底的杀招的呀 这是 此招 但是从不轻易的动用啊 一旦施展出来付出的代价 就算是 就算是自己也难以接受啊 不过 今日 为了斩杀汉拔 草炉居士 愿意一出 张静 看见草炉居士忽然放弃了手中的拐杖 但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却愈发的雄魂深厚 一道令人心悸的气息 缓缓声疼 却是 着急了 啊 怎么我说了 他还不听呢 准备动用 什么尽招啊 且不说呀 草炉居士 有没有斩杀汉拔的实力 就算有 张静啊 也不能让他出手啊 汉拔 这样势力滔天的上古凶兽 这多大的功德值啊 要是有斩杀的机会 张静 怎能留给他人斩杀呢 连忙撤去了自己的伪装 不再是病痒痒的样子 强盛的气息完全释放 神霄雷法运转 九霄之上啊 响起了阵阵的雷鸣 一股莫名的威压 覆盖方圆数十里 那宛如灭世般的天洁波动 令同为天时镜的草炉居士 也感到头皮发麻呀 啊 好强的雷鸣之力 炒炉居士 心惊啊 像这如此恐怖的雷鸣造诣 在他旁边协助 压制住汉拔的太阳真火 令其防御大跌 倒的确是有 有可能将其战杀的 张道勇啊 你这种状态能维持吗 如果艰难 不要硬撑啊 草炉居士 深吸了一口气 联盟讯问道 他还是担心 张静这是殊死一搏 不行装行啊 张静咧嘴笑道 放心 我好得很 草炉刀友 你只需要将汉拔控住 接下来交给我 我好 草炉居士 点点头 既然张静把话 说到这份上了 而且啊 看上去 也的确不像是 装出来的 便宜啊 不再多说废话了 他就将水行之力 施展到了极致 这周围天地间的 云语之力 几乎都要化成湖泊了 一道道阴柔的力量 有如千丝万缕 不断地朝着汉拔市 缠绕而去 让他难以继续地逃脱 并且身上的太阳真火 也压制到了极致 汉拔这个时候 除了满腔的愤怒之外 也终于意识到问题不对劲了 大感不妙啊 心中生出了恐慌感啊 他不知道张静和草炉居士 两个人 商量像什么 但是 他感应到了 那令他十分忌惮的 雷霆 本来啊 他以为 张静重伤后 已经是强奴之末 不再有威胁力 草炉居士 一个人再厉害 他也有把握能够全身而退 但是现在 可就不一样了 噢噢噢 感受到了危险的汗拔 是怒吼连连啊 青色皮肤上的腹纹 闪耀 用尽全力催动太阳真火 想要快速的冲出草炉居士的水域笼罩范围 可是 他挣脱了一层水域 在草炉居士的施法下 马上又有新的水域降临 死死的将他缠住了 轰炸 这时候 张静眼神淋漓 一道神霄雷霆 在他的操控下 披向了汗拔 这众所周知啊 水 那是导电的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说法呀 有点 超纲了 但是 张静的神霄雷法 在草炉居士的水域之中 威力不但没有削减 反而 还增强了几分 两个人 虽然是第一次碰面 但是却配合的 天衣 无缝啊 呀 哪间呢 整片空间 除了重置着水雾之外 每一缕水雾 也隐隐有着雷电 在不断的穿梭 瞬间 将周围变成了 雷挺的海洋啊 这海马 位于中心的位置 它体表的太阳真火 本来就被草炉居士 克制了 此刻 这雷挺直立落下 顿时啊 就像是 伏带了破甲的效果 疯狂的破坏着 它那强悍的肉身 神霄雷挺中 那偏结般的毁灭力 更是直接 处击到了 汗拔的魂魄呀 啊 汗拔当即啊 就痛苦的 哀号了起来 由草炉居士 从旁协助 张静 一道雷挺之力的效果 比指前十道都强 已经超出了汗拔 可以承受的范围 这效果呀 比指前张静动用 佛门设立配合 神霄雷挺的效果 还好 而且啊 最主要的是 张静同时动用 佛门设立的 和神霄雷法 对于阴神和法力的负担 那都很大 即便是 身为天师境的他 也难以承受 而现在呢 只需要施展神霄雷法 对于他来说 就完全不成问题了 于是 在汗拔的惨叫声中 张静心中 却是痛快万奔啊 一道又一道的雷挺 不断的被他 从九天之上 牵引而下呀 整片空间 是迷迷蒙蒙啊 这水雾 不断的翻过文 雷挺穿梭其间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两者相加 有如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囚龙啊 外人难以看清楚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偶尔的时候啊 能看见一道火焰 冲出 秋龙 射向远处的山峰 点燃树木 就这样 迷蒙过去了 半盏茶的时间 高强度的施展神通 哪怕只是单一的张影 也已经感觉阴神 隐隐隐风 体内的法力恢复 跟不上消耗 逐渐的干吓了 这个时候 他即便没有受伤 不用伪装 也真的是感到 体力不支了 草炉居士 也不比张静 好太多 全力拦住 汗拔的他呀 消耗 也是巨大的 不 两个人都很高分 并没有因为 消耗大 而感觉 疲惫 因为在两个人的合作下 此刻的汗拔 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 绝世凶术的嚣张气案 神态威秘 魂魄溃散 身上的雷霆 都已经没办法完全消除了 快要到 游进灯窟的时候了 这只敌云深厚的下人 从上古时候 活到现在的 僵尸四大始祖之一 在张静和草炉居士 两大天师完美的 配合之下 要被硬生生 磨死 胜利的曙光 就在眼前 就在此时 气息奄奄的汗拔 却忽然大吼一声 不知道付出了 怎样的代价 微靡的气息 竟然恢复了许多 不断溃散的魂魄 也凝聚了起来 那青色皮肤上的 各种红色的脉络 不断起伏变化 最后 形成了一个 诡异的火焰符咒 像是运量着什么 恐怖的东西 当这个火焰符咒 逐渐成形的时候 草炉居士的水行之力 和张静的雷霆之力 又强行被积压排斥开的吉祥 若是让他成功 那真有可能趁机溜走 甚至啊 反上张静和草炉居士 可是张静和草炉居士 早就防备着汗拔 会留这么一手 临死反扑 所以 一直没有因此放松 警备 张导游小心 草炉居士 联盟 大喝 提醒 但是啊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更多 张静却已经冷笑了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五百九十几 早就等着你了 话音落地啊 直见 漫天的雨雾和雷铁 变芒中 一道耀眼的金光 横空而起 宛如红中大驴一般的佛音 响彻四周 震动心灵 草炉居士啊 联盟抬眼望 竟然有一尊金佛 在张静头顶 凌空而立 千多十广的他呀 自然一眼就认出了 这金佛是何物 是佛门神僧 作画后 凝结全身修为 留下的 射力 此等宝物 可谓是 天下 罕价 不过 虽然草炉居士震惊的 并不是射力子的出现 而是张静 竟然能够掌控 吹动 射力 要知道 作为佛门的圣物 一般人是难以操纵的 就算是天师境的高手 也很难发挥出射力的妙用 只有佛门高人 将佛法修炼到了一定地步之后 才可以将射力 化为己用 而张静此刻 射力子升空之后 在他的操控之下 繁音阵阵 一道奇异的波动漫扬开 令人的神魂 不由自主的被牵引 被拉扯 几乎 陷入 昏恶状态 就连草炉居士 自己若是稍不留神 稍不注意 也会中招啊 啊 难道张道友 竟然是佛道双修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草炉居士 也忍不住心中震撼 难难自语 免得盈盈 将道法修炼到此等警戒 拉破天地之苦 就已经是前无古人的 旷世奇才了 若是 还佛道双修 将佛法 也修炼到高深的地步 就连 减多识广 接受能力强的 曹炉居士 都有些 难以理解 无法置信 呐 嗡 金佛波动传递开 瞬间 就将汉拔牵引住 他魂炮呀 本来就被张静用神霄雷法 消磨的几乎快要消散了 此刻不过是强行提起一口气 将魂魄凝聚 施展出杀招 期待着 绝地 翻盘 所以 这种情况下 他的魂魄 对于张静来说 又是再一次的不设讽 没有任何意外 这汉拔呀 虽然充满了不甘心 绝望 悲愤 但是 他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魂魄 在波动的牵引之下 眨眼间就重新崩溃了 陷入了 昏恶的状态 不但双眼无神 连体内的太阳真火 也完全的熄灭了 这青色皮肤上脉络 连接而成的诡异的符纹 也迅速的交散了 死 张静怒吼一声 没有放过良机 身着体内的 因为干涸 而胀痛 仿佛要寸寸裂开的静脉 以及枯竭 有如针扎的阴神 再次沟通 世海中的雷霆种子 九霄之上 闷雷阵阵 轰隆隆 轰隆隆 一道紫色的雷霆 是轰然落下 朝着汗拔 批过去 这扮上之后啊 雷霆平息 云雾 也散去 十万大山深处的 这片 已经千疮百孔的天地 恢复了平静 这空中啊 只剩下张静 和草炉爵士 凌空而立 而汗拔 那巨大的凶兽身躯 此刻 砸落在地面上 一动也不动 没有了 没有了任何的声息 玩完了 雨霄 云散 雷电 引移 看着砸落在地上的 汗拔尸体 张静和草炉 居士 都没有第一时间 放松警惕 依然全神贯注他 戒备着 不敢呢 有丝毫的大意 这般呢 从上古的时候 活到现在的 绝世 凶兽 僵尸四大始祖之一 想要将其彻底斩杀 难度 实在太大 谁也不知道 他究竟 有多少敌远 有什么保命的手段 和方式 万一 又是假死 耍炸呢 弄不好啊 最后就阴沟里 翻船了 不过 当张静 脑海中 终于响起 久违的 系统提示音 那心神 顺烟 就放空了 叮 战杀 僵尸 先祖 汉拔 获得 三千大 功德 职 这套声音 让本来疲惫不甘 浑身上下 充满痛楚的张静 有如喝了一口鲜泉啊 忍不住 咧嘴 无声的 笑了起来啊 仿佛 痛苦 已经不再是痛苦 超脱了 肉体的 峻固啊 我 你妈 三千点 大功德 这啊 这 这可不是小功德值 一点大功德值 相当于一百点 小功德值 也就是说 汉拔 爆出了足足三十万 小功德值 而且 三千点大功德值 对于张静来说 用处 远远超越了 三十万小功德值啊 三百万 他都不换啊 这不单是张静 这么多年来 遇到 单体 僵尸鬼怪 头头 爆出来的 最多的一次 就算以前 遇到的 全体 收割 功德值 时 也没有这么多过呀 在这之前呢 单体的 僵尸鬼怪 头目 最高功德值记录 那就是 斩杀 黑山 老妖 已经堪称是 达到了 法师境的极限啊 天师境 不出无敌的 黑山 老妖 当初啊 提供了 三百六十点 大功德值 已经让张静感到 十分欣喜 现在 汉拔的功德值 将近是 黑山 老妖的十倍啊 这样一大笔功德值 接下来 张静实力 必定会 提升许多 不过呀 三千点 大功德值 相当于 三十万点 小功德值 看似很多 其实仔细想一想啊 也是理所 当然的 这黑山老妖 对于 普通修炼者来说 不可辟敌啊 又因为 汪死成的原因 难以斩杀 但是 对于 天师境来说 除掉 黑山老妖 并不难 给张静带不来 任何的威胁 可是这汉拔呢 啊 张静独自一个人 拿他 根本就没有办法呀 毕竟 和汉拔 地位相当啊 同为 僵尸四大先祖之一的后卿 可是 偷袭 杀死了老天师啊 厉害啊 而在 千年前 这另外一名 僵尸先祖 迎钩 冲出黄泉 更是 让当年天下第一 古诈 兰若四 富之一局啊 烧了 死者无数 更是 又连同 神光禅师在内的 好几名天使徑 葬送了性命啊 即便是这样 他们 也没能将 赢沟 彻底的斩杀 只是将其啊 重新封印回了 黄泉 如此级别的 局势 凶兽 三千点大功的值 多吗 一点也不多呀 要是换作 其他 弱一点的天使徑 多半 会死于汉拔的手中啊 张静 虽然刚打破 天地之库 不久 但是 他是 另类呀 神霄雷法 更是 悬崖无穷的神通 草庐居士 突破天使径 已经上百年的时间 或许啊 不能说是 当时第一人 但是想来 也不会比当年的 神光禅师 弱多少 这两者联手 拼到 精疲力竭 外加当年 神光禅师 汇聚全身法力 凝结的舍利子 才将这汉拔 彻底的斩杀 其中的凶险 外人是 难以想象啊 所以 三千点大功的值 理所当然 张英啊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而后准备 从空中 降落下去 休息一番 刚才 实展出最后一招 舍利子 和神消雷法 其用 几乎让他 失脱了 若不是此时 精神 抗分 强行硬撑着 他恨不得呀 就地躺下 先呼呼大睡个三天三夜 再说呀 草炉 居士 健壮 联盟 飞过来 阻拦 说 张道友 不可大议 汉拔 狡猾 无比 疑云生厚 难以推断 他是否真的 被我们斩杀 小心谨慎 张静啊 他没办法解释自己 断定汉拔 已经死的理由 之后点点头 和草炉 居士 一起 小心翼翼的 降落 靠近 汉拔的尸体 防止他 咋实啊 各种试探 各种停顿 好不容易 在张静大胆的 推进下 扮上后 两个人才一起 来到了 汉拔的尸体前 确定 这只上古凶兽 是真的死了 可就在 草炉居士 也要松口气 放松警惕的时候 忽然 一道淡淡的 青色光芒 从汉拔尸体内 冒出 那是轻衣女子的模样 小心 草炉居士大英 联盟做出防御的手段 刚才啊 明明就已经 盼查过 汉拔尸手 已经全然 没有任何的 生命气息 已经 魂飞 魄 魄散 连太阳 真火之力 也彻底 熄灭 怎么突然 又会 有魂魄 冒出来呢 就连张静啊 都下了一条啊 谢谢 这他妈 是怎么回事啊 啊 系统 都给出 功德职了 怎么 尸体内 还有魂魄 呀 难不成 送福利吗 再准备 让他杀一次 再给一次 功德职 就像当年 张静 斩杀 邪修 邪修 变成恶鬼 双份功德职 双份 欢乐 不过很快啊 张静和草庐 居士 又齐齐的 放下了 这呗 因为 这尸体内 冒出来的 轻衣女子的魂魄 虽然啊 是张静 之前在 洞虚山 看见的 轻衣女子 容貌 一样 但是 她的气息 和汗拔 却已经有 本质的不同 完全不相似 她的脸上 皮肤上 不再有 火红 突出的 脉络 眼神中 也不再有 狂暴的 试杀之意 显得 很平和 带着 几分的解脱 甚至 虽然 魂魄很弱 很淡 犹如 一盏 即将熄灭的 油灯 却有着 却有着一股 仙气 在其中 飘然 不沉 她 敢向张静和草炉 居士的 眼神中 也没有任何的恨意 和愤怒 似乎 不再责怪 两个人 杀了她 谢谢你们 轻衣女 淡淡地开口 谢谢 张静 张静皱着眉头 满脸的疑惑 轻衣女 摇了摇头 并没有解释太多 因为 她已经没有时间 解释了 虽然 汉拔被斩杀后 被关押在 世海深处的 阿 算是 被解救了出来了 终于 挣脱了汉拔的 叔父 但是 其实啊 他和汉拔的关系 早就是 共生 一体 汉拔死了 他 这点残存的 魂拓 自由的时间 也是他 魂飞 破散的 时候 所以 轻衣女 他也看了看四周 看了看这片 久违的 天地 眼神中 露出了 深深的 怀念 最后 闭上了 双眼 张开 双臂 对着 张静和 草炉 居士 说了声 我叫 女拔 说完后 他们 已经很 淡泊的 魂魄 便朝着 天空中 飞去 那模样 就像是 想要回家 一般 可惜啊 只是飞了 十几米高 魂魄 魂魄 就轰然倒塌 化作点点光般 迅速 消散于 天地间 再没有 任何的 气息残留 张静 满脸的问号啊 愣了半场后 才转身 看向 草炉局势 想看看 他是否知道 发生了 什么事情 草炉局势 还真的 知道一点 唏嘘 叹气 道 哎 没想到啊 传说 竟然是 真的 不用张静 追问 草炉局势 也没有 卖官子 很快 就将他 知道的事情 说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的 这传言中 上古的时候 并没有 汉拔 这个说法 有的呀 只是 女拔 也被人们 称呼为 天女拔 那是 皇帝的 女儿了 在当年 皇帝 与 纸忧大战 的时候 这个纸忧 请来了 风波 和 与世助针 让皇帝的军队 迷失在 漫天 风雨之中 这后来 身穿 轻衣的 女拔 参与到 战争中来 能够 发出 极强的 光和热 耗尽了 法力 破坏了 风波 和 与世的 阵法 令 风雨 迷雾 消散 才让皇帝的 军队 赢得了 战争 但是 这战争过后 女拔的法力 几乎好近 下落不明了 等到后面再出现的时候 就不再是 那个受人尊敬的 天女拔了 而变成了 祸害一方 走到哪里 哪里 变 赤地千里 狐探 失灵的 凶兽 汉拔 这本来啊 草庐 居士觉得 这些传说 不足为心 但今日一见 才知道一切 都是真实 汉拔 和 女拔 虽然看似 是一体 但是 从 女拔 浑脱的 消散前的表现来看 她并不是 心甘情愿 变成 凶兽 汉拔的 而是 迫不得已啊 甚至 是被夺赦 不得已 变成了汉拔 张静听完 心中 震惊之鱼 很快 又沉思 汉拔 当年竟然 也是皇帝的 手下 经历和后卿 迎勾 两大僵尸 先祖的经历 十分相似 在参加了皇帝 与持幽的大战之后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最后卷入了魔道 变成了 僵尸 仙祖 这其中啊 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联想到之前啊 遭遇后卿和迎勾的经历 这前后关联上 张静心中很快 就有了猜测 那 四龙 四虎 又四鹰四尸的 只见其影 不见其身的 神秘异兽 虚影 女拔 后卿 迎勾 应该啊 都是在她的操控之下 变成了 霍乱天下的凶手 这只异兽 是否也活到了 现在呀 人已经忍不住 在心中暗自猜测 如果 这只神秘的异兽 也活到了现在 那 他的威胁 可比僵尸四大先祖 还要大得多 不过 在斩杀了汉拔之后 张静内心安定了很多 没有了汉拔 江十四大先祖 便相当于被自己硬生生的 掰掉了一块 不用再担心 他们将来有 联手之日 其次 斩杀汉拔后 所得的三千点大功德值 可让张静很快就实力翻倍的增长啊 等过了一段时间后 不管是赢勾 从黄泉 挣脱脱出来 还是后卿 恢复实力 再次作乱 又或是啊 江臣 从洪西村的山洞中 出事 张英啊 都有足够的底气 去面对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591集 张静和草庐局势 联手大战汉伐时 九叔和秋生 在楚吉的带领下 没过一会儿 也追了上来 只不过呀 比他们的实力 只能远远地观望着 就算心里担心着急 也没办法上前帮忙 就连羽雾和雷霆 笼罩形成的领域 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啊 好在啊 经过焦急的等候 当最终尘埃落定时 张静依然是凌空而立 死的是汗拔 看到这一幕 胸口压着的大石头 都落地了 还好 还好 秋生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一副 劫厚余生 开心十足的样子 这九叔 没有表现得太明显 只是啊 将一只紧紧攥紧的拳头 松开了 不过 只要熟悉他的人 都能看得出 他那看似波澜不惊的表情下 隐藏了多大的情绪波动啊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九叔 在脉动步伐 朝着张静走过去 询问情况 这秋生啊 下意识的 也跟上去 可身旁的 楚吉 就忽然拉住了 他的手 他 慢慢的回过头 问道 楚吉 怎么了 女鬼楚吉 脸色 有些苍白 那是 接二连三的出手 对他魂体啊 有不少 损伤的原因 不管 可现在 并不在乎自己的伤势 最主要的是 心中有着 深深的担忧 担忧 关于他和秋生的未来 在没有察觉到 张静真正实力之前 他当然是毫不犹豫的觉得 自己 必然要跟秋生在一起 谁也没有办法 将他们分开 就算秋生 他的 师父九叔 他 也不会同意的 大不了 出手 将秋生师父 强行赶走 也就是了 他 对自己的实力 很有自信 但是 现在啊 面对 张静 他的实力 自然是 远远不够了 就算 十个他 都还 不够张静 一只手 灭的呀 若是张静 要强行 带走秋生 要让他 和秋生 分开 他该如何呀 现在啊 轻衣女凶兽 已经被斩杀 接下来 自然就是 要面对 这件事的时候了 秋生 虽然很迟钝 有时候 没心没肺的 不过 他和楚吉 相处了两年呢 还是勉强 能够看得出 楚吉 此时情况不对 在担心着什么 所以秋生啊 也就很快 从劫后余生的 开心状态中 退出 开始带游起来了 他 和楚吉 两情相约 情投 以合 自然 也不想和对方 分开 要不 我们现在逃走吧 这秋生啊 平时就是个 吉林鬼 脑袋灵活 鬼点子很多 在人家镇的时候 没少返魂 耕酒疏 所以 这是关键的时刻 他脑瓜 快速的运转 也很快 想到了 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 逃 趁着现在 张静刚和 青衣女凶兽 大战晚 应该也是 精疲 力竭 无暇 他故 现在啊 他和楚吉 一起逃走 张静应该 来不及 追他们 只要 离开 在十万大山中 重新 找个 藏身的地点 张静啊 就算 有天大的本事 想来 也是没办法 找到他们的 而现在 不逃 等张静 回过神来 在他 师父 九叔的要求下 他们 就彻底 没有了 倒走的机会了 这听到 青狼的建议 楚吉 皱了皱眉 眼神中 有着 油 他其实啊 是不想私奔的 他 要和秋生 在一起 就要光明正大地 在一起 就算有人反对 他也不在乎 可是 私奔 多多藏藏 这 不是他 楚吉的 形式风格呀 他不喜欢 这种 偷情的感觉 情投意合的 两个人 在一起 有没有招谁 惹谁 凭什么 要东躲西藏啊 嗯 因为 在他生前 的时候 就有过 这方面 不好的记忆 甚至当年 他的残死 也与 私本 有关 所以啊 如果不到 万不得已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这样的事情 但是 现在 似乎 的确没有 更好的办法了 要么私奔 要么 就留下来 等着被拆散啊 就在这对苦命鸳鸯 赶着九叔 找找张经走去 准备悄悄溜走时 忽然 九叔啊 就转过身 看着他们 冷冷的说 求生 还不快跟上来 想干什么 我 我 做贼心虚的求生 马上站直了身体 神经紧绷 眼神飘忽闪躲 不敢直视九叔 结结巴巴 说不出 完整的话来啊 刚才啊 他 可是悄悄的 给 楚吉 传音 外人 应该 听不到 才对啊 怎么师父 好像 知道了 他的打算啊 楚吉啊 倒是 没有求生 那般紧张 他 握紧了 求生的手 抬起头 眼神坚定的 直视着九叔 哟 九叔 眼状 冷哼了一声 没有太多的表情 但是 心底 却是 长长的 叹息着 求生和 楚吉的 这点小酒友 啊 怎么可能 猜不到啊 啊 只不过呀 他此时的想法 何来 安州府 之前 已经 有了 很大的 改变 再来 安州府 之前 他是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 棒打鸳鸯 无论如何 也要让 秋生和女鬼 分开 把秋生 带回到 人家镇镇 不管其中 有什么样的 隐情 人鬼 殊途 注定 不能在一起 毛山派 也丢不起 这个脸 可是 现在啊 九叔 内心的 想法 却已经 动摇了 没有别的 原因 是 楚吉的 表现 以及 秋生的 反应 一步步 打动了 他 首先 第一点 两年不见 秋生的变化 出乎九叔的意料 竟然脱胎换骨 完全变了一个人 从当年那个 不学无术的 混小子 竟然修为 富有之上 到现在 实力 已经 比他 都要 更强 一筹 原来 九叔 他现在 一秋生 那点 小小的 道行 在女鬼 面前 完全没有 任何的 自保 之力 稍微 出点 意外 状况 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现在 这个担心 完全成了 多余的了 秋生的 修为和实力 用不着 他来担心了 有能力 去做 他想做的 事情 当然了 最重要的 还是 楚吉的 表现 楚吉 的确不是 什么 厉鬼 从来不 滥杀 无辜 平时 作风 正派 亲自 接触 之后 让 九叔 心里 对其的 反感 稍微的 减轻了 一些 在进入 小世界之后 遇到 轻衣女 凶兽 破风而出 这楚吉啊 接二连三的 表现 更是让 九叔 刮目想看 与秋生 联手 打完 空间之门 让他 先行离开 并且 冒着生命危险 在里面 等到了最后 直到 张静 摆脱凶兽 才跟着 一起 出来 其实 那个时候 如果 楚吉 有什么 不好的念头 想害人 其实 简单容易的很 他 只需要 听下施法 关闭 空间之门 他和秋生 先走一步 九叔和张静 恐怕就会 被留在 小世界内 但是 楚吉 没有那么做 即便他知道 九叔和张静 此番前来 是要 拆散 他和秋生的 但是 在身死 从亡的时候 选择帮助 九叔和秋生 没有 只顾自己的 自私之心 最后 在轻衣女凶兽 追杀 张静 一路逃窜 触及 也完全 可以 尸尔不厌 甚至 怂恿 秋生 离哀 但是 他最后的 选择 那是 带着 九叔和秋生 一起飞行 追上来 查看青瓜 这一切的一切 九叔 都看在眼里 虽然有时候 九叔 比较顽固 思想 也偏向于保守 遵循着 老一辈的传统 但是 他 却并不糊涂 并非 冥顽 不灵之辈 一个人 是好是坏 他是 看得清的 在 大是 大非 的面前 他 也有自己的 抉择 并不会 一味的 守旧 这楚吉的 品性 以及 他 和秋生 之间的 感情 已经打动了 九叔 九叔 冷哼了一声 转过身 继续 向前走着 说道 跟上来 别想逃 这秋生 文言 一张脸 完全的 垮了下来 师父 果真 猜到了 他的打算 现在 他们想要 偷偷的 溜走 私奔 已经不可能了 接下来 怎么办 难道 他和楚吉 真的要分开 无法在一起了吗 偷过头 望着 楚吉 这堆苦命鸳鸯的眼神中 都充满了悲伤啊 可就在此时呢 向前走去的 九叔 头也不回的 继续 冷声道 以后 以后你的事情 我不会再管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暗自神伤的秋生和楚吉文言 顿时就认出了 脸上表情凝固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虽然有说 说的这番话语气很冰冷 似乎是气话 但是仔细一撇 却马上就能撇出来 里面的深层寒意 啊 师父 他是想说 不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是的吧 秋生暗暗自语 询问楚吉 楚吉啊 眼神中也仗反出 异样的光芒 连忙点头 秋生当即黑黑一笑 拉着楚吉 剑步飞奔 追上了九叔 追问道 师父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师父 哼 你还认我是你师父吗 九叔冷冰冰的回答 当然了 从话说得好啊 一日为师 终身是父 师父 你永远 都是我的师父啊 秋生厚着脸皮 又死缠烂打的 追问道 师父啊 你刚才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九叔 表情有些绑不住 但是又不想让徒弟啊 高兴得太早 面无表情地说 没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以你现在的本事 我管不住你了 这秋生啊 也不在乎九叔 最后的嘲讽 直接问道 师父 你是不是同意 我和楚吉 在一起了 以后 不反对了 九叔 再次冷哼了一声 但是 却没说话 不说话 他就表示默认呗 是等了片刻呀 发现自家师父 没有开口意识地求生 开心地蹦了起来 直接搂住九叔的脖子 在九叔老脸上 亲了一口 大喊大叫的道 师父 你太好了 我太爱你了 九叔 脸上彻底地挂不住了 赶紧将自己 这个混账的徒弟给推开 但是 跟着秋生的高兴的样子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心里按道 哎呀 修为都已经法师净了 怎么 还是当初 那个混账模样啊 我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才会收 这样的徒弟呀 这解开了心急啊 师徒两个人 和女鬼楚吉 迅速地来到了张静 和草庐居士的跟前 这就说 先是和草庐居士 认识了一番 恭敬 礼貌地打了招 张静 可以坦然地 面对草庐居士 那是因为 大家都是打破天地之库的存在 已经站在了同一个高度 但是九叔 面对之为百年前 就已经是传奇般的 室外高人 可是丝毫不敢马虎啊 心存着极大的敬意 显得颇为拘束 不过 这了解到汉拔 已经彻底地被斩杀 也算是完全放下心了 而肚子里憋不住 似的求生 则是 在没一会儿后啊 就忍不住 笑嘻嘻地 对张静说道 师弟 师父已经不反对我 和楚吉在一起了 张静有些意外 看着师叔 比他想象中的 要开朗不少 笑嘻嘻嘻 那就恭喜你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师叔是林郑英 作者白袍飞扬 演播张华胜 第592集 求生 高映至情 抑郁言表 忍不住 跟张静得瑟 这旁边的草炉局势 虽然不清楚 事情的原委 但是从三言两语中 也大致能推断出 一些情况 于是笑着 摇了摇头 这九叔见状啊 感到很惨言呢 但是 他既然决定了 不再棒打鸳鸯摘散 求生和处籍 那就 言出必行 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 不会因为外人 而轻易 更改 他无奈的 对草炉 对草炉局势 供了供手 说道 我这不成才的徒弟 让局势 见笑了 草炉局势 却是开怀一笑 哦 哈哈哈哈 不妨不妨 敢爱 敢恨 真性情啊 九叔 没有说话 只是 笑了笑 因为他也不知道草炉局势 此话是发自真心 还是 说反话 不过就说 是想多了 草炉局势 虽然辈分 可以堪称是 当今修道计 真正的最高 又必是多年 不曾接触外境 但是 他 却一点也不与辅 这一点吧 从他 对万妖谷的 众妖怪 都一视同仁 甚至偶尔了 还会指点他们修炼 就能 看得很清楚了 他对妖怪 都有着 仁慈 教化之心 自然不会 因为楚吉是女鬼 就对他 有什么偏见 这汉拔 已经死了 众人啊 也就没有继续多逗留 商量了一下之后 决定一起 先去 挽腰谷 张静和草炉局势 在刚才的打斗中 虽然啊 从头到尾 都是压着汉拔打 两个人 没受什么伤 但是 消耗巨大呀 阴神和法力 基本上被折腾了一空啊 现在 就凭借着一股 惊奇神 承着而已 所以 得尽快 找个地方 先休息 疗养 生息 在没有恢复 伤势之前 张静 也没有办法 长途赶路 这万妖谷 灵气 重渝啊 很适合 休息 而且呢 既然这次 来到了十万 大山 这恰好遇见了草炉居士过寿 他们也该留下来啊 为草炉居士 庆祝一番 然后 再告辞离开 更何况啊 张静 还有不少事情 想询问 草炉居士 讨要讨要呢 现在不急啊 等 休息好 养完了伤 再 慢慢来啊 回 万妖谷的路上 秋生这祸 他的兴奋金 还没有散去 有点得意忘形了 一路上叽叽喳喳个没完 不过呀 倒也可以理解呀 算起来呀 他 和张静也有三年的时间 没见了 虽然 这两年来 他和楚吉 有情 有义 过得快活 似神仙 但是啊 还是会怀念 任家镇 要不是想到 回任家镇 会被九叔 放大鸳鸯 这两年啊 他 也不会一直 待在十万大山中啊 这说完自己的事情 他忽然又想起来了 关心的问张静 哎 对了 对了 师弟啊 停停呢 他情况怎么样了 三年过去 你把他 接回任家镇了吗 三年前呢 任停停 陷入昏迷 被老天师带到了龙虎山 这其中的缘由 九叔和折库很清楚 这秋生和文才 也大致了解了 知道任停停 是遭遇到了不测 情况危险 张静笑着说道 回任家镇了 再来之前呢 他刚好啊 怀孕了 啊 秋生瞪圆了眼睛 被这个消息震惊的不轻 失声道 停停怀孕了 你们 你们成心了 张静白了他一眼 说道 当然成亲了 不成亲 怎么怀孕呢 啊 你以为 我是你啊 呵呵呵 呵呵 秋生 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啊 谁记得 那我也得恭喜你啊 没想到啊 师弟你都是 快要当爹的人了 真是 世事难料啊 啊 同喜 同喜 张静笑着 又看了看前面的九叔 说道 你啊 还得去恭敬一下 师叔呢 啊 秋生 纳闷的说 恭喜师父 什么呀 张静就低声的说 哎 一个多月前呢 师姑 已经为师叔 生下小孩子了 啊 是故生了 秋生 再次瞪圆了眼睛 感觉 接二连三的 大消息 让他接受不过来 连忙问道 男孩 还是女孩啊 女孩啊 取名叫 林雪莲啊 张静回答 啊 林雪莲 雪莲 好名字啊 秋生 摇头晃脑的 点评他 啊 这名字 哪里好了 秋生 嘿嘿一笑 说道 呃 这么说来啊 我们 有个小师妹了 不行 没想到 我不在的 这两年呢 人家阵 发生了 这么多事情 嗯 呃 等给草落 于是前辈 祝完寿后 我 要跟你们 回一趟 人家阵 说完了 这个家伙就迫不及待的追到了前面去询问九叔小师妹的情况了 晚妖 这本来啊 跟着张静去洞虚山的牛妖 已经发现出大事后 就提前一步并且绕道跑回来通风报信 本来啊 他准备跟众妖商量 是否要去蓝月湖给尊哲报信 但是啊 却没想到草卢军士推算到了猫腻前往洞虚山查看情况了 而万妖谷的重要听到牛妖描述汗拔的恐怖 宛如烈日一般追杀张静心中啊 也有所担忧 在他们看来 张静很有可能是和尊者一个级别的存在 竟然也不敌那绝世凶兽 草卢军士前往 情况也不好说了 好在啊 他们等到了张静和草卢军士的归来 听到张静等人准备在万妖谷 休息一段时间 连草卢军士也准备在这里赞助 不回来月湖 众妖啊 顿时高兴坏了 被众妖劫持过来的十万大山周围城池的高手们 也高兴坏了 这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草卢军士的庐山 真面目 这可不说 而且啊 还有机会 共处一段时间 这太不容易了呀 听外妖谷的众妖所言 每次都是他们替草卢军士助寿时 草卢军士都会指点他们一番 这次想必啊 也不会例外 甚至机会更多了 毕竟 这次有两位传奇高人啊 只是啊 现在 不管是张静还是草卢军士都没有功夫理会他们 到了万妖谷 各自选了一个房间 就匆匆匆的回物 闭关 养伤了 草卢军士是真的去养伤 至于张静嘛 他是另有打算的 首先 他打开一下自己的系统 这次 斩杀 汉拔 收获 三千大功的职 他 都看看系统 有哪些变化 比如吧 神修雷法 这门神通 是否 可以升级 此事 事关他的实力啊 也关系到他以后的长远 关上门 谈膝而坐 静下来后 张静深吸了一口气 才从脑海中掉出了系统界面 没有去看其他 张静的注意力第一时间 就集中到了 法觉栏的第一个位置 嗯 舒服 能看清楚之后 喷息而坐 刚静下心来的张静 便忍不住 一阵的激动啊 神修雷法 入门 加号 只看着神修雷法后面 多出来的加号 张静的兴奋之情是难以 抑制的 自从当初 在长安城 领悟了神修雷法以来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过去 神修雷法 一直都是保持 入门的状态 从来 从来未曾改变过 显如今 总算后面 有了个家号啊 封印 松动了 神修雷法 这门足以蔑视 破开混沌的神通 在 出入门的阶段 便让张静 横行天下 若是 往上提升一层 威力 会达到何种层次呢 或许啊 汉拔这种级别的 上古 凶兽 几招 就能轻松的 灭杀吧 张静自己啊 也难以 想象 这稍稍平息了 内心的激动 张静 才有时间 去查看 系统界面的 其他的变化 功法 上清大洞 真经后面 自然 是有家号的 当初啊 在兰若寺 斩杀了 黑山老妖 大功的值 四百三十点的时候 这门功法 就已经可以 从第七层 提升到 第八层了 张静预估啊 这修为 跨入 天师 敬后 提升一层 所需的功德值 并不会太多 估计啊 在三百点 大功德值 以下 再加上 这几个月 以来 自己 每天是 勤修 苦练 所需的功德值 应该 还会更少 至于 其他的 倒是 没有什么 太多的变化 视线 直接 下一道 后面 小功德值 五千四百点 大功德值 三千四百三十点 可以兑换成 三十四万三千点 小功德值 是否进行 部分兑换 张英啊 现在 很是心痒痒啊 很想直接 先升级 神肖雷法 试试 这门神通的升级 到下一个阶段后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威力 会达到 何主的程度 不过呀 张静 也能克制自己 知道 现在是 不能升级的 首先吧 那现在 状态 极差呀 法力 叫好一空 因神 隐隐作痛 有如挣扎 没有个几天几夜的疗养 难以完全回复 而神修雷法 这样打破了天地之库的神通 就算有系统帮忙 也尽量在状态完好的时候突破 否则呀 突破时的动静 磅礴的天地规则涌入脑海 很有可能啊 承受不住 其次 现在 自己修为 也是刚跨入天时镜的层次 施展入门级别的神修雷法 倒是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 要是神修雷法升级后 威力大增 翻天覆地 自己 现在的修为施展起来 恐怕 又会够呛啊 还不如啊 先升级 功法 那就 先升级 上清大动真经吧 让硬 在心中 思量着 升级功法 那是修炼最根本的东西 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如此 到了天时镜后 也不例外 反正啊 现在升级 上清大动真经 所需要的功德值 也不多 估计 三百大点功德值 都不到 而且 升级了功法之后 还有个隐形的福利 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状态不满 张应啊 刚喝的法力和阴神 很快就能复原 少去 几天的苦修啊 升级吧 没有过多的犹豫 很快 张应便点击了 上清大动真经后面的家号 反正啊 现在大功德值也多 就算消耗三百点大功德值 应该也不会影响大局啊 熟悉的感觉传来 冥冥中 虚空中有一扇神秘的大门打开 无尽浩瀚的力量 从未知的 不可测的地方 被牵引而来 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灌注入 张静的体内 至于 万腰骨周围 天地间的灵气 也完全被牵引 尽数 朝着张静 汇聚而去 简直啊 就有如大鲸鱼 吸水一般 将这片天地都吸纳一空 在它周围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灵气漩窩 这万腰骨的荣妖啊 众多修炼的高手 第一时间便感应到了 异常分的大惊 怎么回事 怎么天地灵气 这样疯狂的被吸走了 哎呀 这种程度 也太夸张了吧 啊 被吸走的方向 好像是 找找张道长和 草炉局势前派去了 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 天使镜吗 哎呀 啪啦啪啦啪啦 众妖众人 都闭论纷纷 心中是精弹对 但是啊 他们却不知道 灵气消失的方向 的确是张静和草炉 居士居住的地方 但是这和草炉居士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些灵气超过九成九 这都是朝朝张静一个人奔去的呀 草炉居士所吸纳的 不过是百分之一 毕竟 毕竟草炉居士 只是正常的修炼 并不像张静这般 突破修为 正在疗伤的草炉居士 感受到不远处传来巨大的动静 也是惊议 啊 这位张小道友 是在干什么 这疗伤而已呀 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张静自己啊 并没有理会外界 完全沉浸在了突破的过程后 张在神秘力量的降下后 关于上清大动真经第八层的奥义 自然而然的也在他脑海中呈现 牵引着他 找着更高的警戒突破 这丹田队呀 气海上方 这本来因为法力干涸 而有些暗淡的金丹 此刻呢 就像是吃了大不要啊 重新绽放出脆散的光芒 疯狂的运转 吸纳的 灌注进来的神秘力量 和磅礴的天地灵机 同时开始缓慢的 变得凝食 变得强大 弥完功力 这虚弱的 痛苦的阴神 也如沐春风 伤痛被吹走 开始茁壮 成长 这张应的一切 都在迅速的变得强大 对于天地规则的领悟和掌控 也在越发的深刻呀 甚至 对于自身的功德系统 张京 都在隐隐中 都在隐隐中有了许多 新的认识啊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五百九十三集 飘飘 飘 雨仙啊 上清大洞 真经第八层的突破 比当初张静跨入天时镜的时候 动静虽然小了一些 但却不会再有撕裂感 丹田七海内 也不会再有烽火 霸杰 所以啊 这次突破 有的只是 有内到外的 舒爽 这暗淡的金丹 和干涸的阴神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着 战查的时间不到 就已经 完全的愈合了 但是啊 这张静 疯狂吸纳神秘力量 和天地灵气的速度 并没有停下来 他对于天地规则的领悟 在不断的加深 甚至啊 这隐隐 能够 察觉到 自己体内的功德系统 似乎 似乎 与着天地规则 也存在着 某些契合呀 虚空中 每次自己修为突破时 打开的神秘大门 降下来的 奇异能量 张静 也不像 以前那般 完全看不透 也能 模糊地感应到 哦 难道说 自己的功德系统 便是某种 至高的 天地规则 所化 功德 天道 规则 在这一瞬间呢 张静心中不由地 涌现出种种的 猜测 那此时啊 忽然想到了 我和江师有个约会 其中有三本奇妙的书 分别是 天书 地书 人书 这天书 掌管命运 地书 掌管 世间万物 人书 掌管机会 虽然说 现在张静所处的 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是被魔改过了 江约中的剧情和设定 其实并不能完全适用 这事上 张静也不确定 是否真的有这三本 神奇的书 但是 换个思路去想 他体内的功德系统 会不会是类似于三书的存在呢 诸多念头一上而过 很快又被张静抛到了脑后 不去思考了 现在还处于突破的过程中 他必须得将注意力集中到 突破 这件事上啊 足足进行了将近一炷香的时间 突破 才终于停止 丹田汽海内的金丹 不再疯狂旋转 绽放出耀眼的金光 而是 变得恍惑下来 光芒收敛 阴神 回到 泥湾宫内 但比之前啊 灵石壮大了不少啊 张静 突破停止 万妖谷内的天地灵气 也就恢复了正常 所有妖怪和众人 才安心下来 不再 议论纷纷 张静也没有离开 自己的房间啊 虽然啊 徐汉拔大战 受的伤 已经完全恢复了 但是 既然说了 要回来 闭关修炼 那总得 做做样子啊 一炷香的时间 算怎么回事 旁边了 还有一位 同为天时镜的草炉居士 在闭关 疗伤呢 自己啊 总不适合 太突出 太嚣张了 嗯 看看升级 上情大动 真经 究竟消耗了我 多少大功的职吧 张静 从脑海中 调出系统见面 扎看了起来 姓名 张静 功法 上清大动真经 加号 第八层 真言功 大圆满 罗汉 伏魔功 大圆满 法诀 神修雷法 加号 入门 侠客行 加号 第五层 大因果术 第一层 五行八卦掌 大圆满 大光明 降魔指 大圆满 大力 金刚掌 大圆满 清风盾 大圆满 五雷咒 大圆满 清神术 大圆满 战妖诀 大圆满 治愈术 大圆满 步伐 三步 丁刚 大圆满 阵法 五行八卦阵 大圆满 福禄 缺鞋服 大圆满 收魂服 大圆满 焚火服 大圆满 定身服 大圆满 镇宅服 加号 大圆满 小功德值 五千四百点 大功德值 三千一百八十点 可兑换成 三十一万八千点 小功德值 是否进行 部分兑换 这大功德值啊 从 三千四百三十点 变成了现在 三千一百八十点呢 也就是说呀 这次突破 消耗了张静二百五十点 大功德值 这竟然比张静 预想中的三百点 还要少 对此张静 自然是高兴不已啊 耗费的功德值 越少 越好啊 如果呀 如果呀 第八层 就要 上千功德值 一 上千大洞 真经足足 三十六层的警戒 那真的是 没办法修炼了 别说其他人 就算是 张静游系统 拍挂 想要提升一层 那都 千难万难啊 大功德值 可不是小功德值 想要获取一点 那都不容易啊 哪怕 真正荡青 誓言所有的 邪魔妖道 都不可能 毕竟啊 这个世上 能有多少 汗拔一样的 绝世凶兽呢 这僵尸仙族 也只有四个而已啊 别说 汉拔级别了 就算 黑山老幼级别 也都 极为 罕见啊 第八层 二百五十点 大功德值 这接下来的 第九层 第十层 应该也不会需要 太多的功德值 加起来 估计啊 也就一千点吧 张静 在心中 盘算着 当初啊 九叔传授给他 《尚情大动真经》时 说过 这部功法 一共三十六章 分为 上中下三卷 其中 前十章 都属于上卷 现在 流传于世的 也就只有 上卷了 中卷和下卷 不得而知 当然了 当今的修道界 毛山派 又不是 道门顶尖的门派 一位天使镜 都没有 都没有人 将《尚情大动真经》 修炼到第七层啊 第一卷 也就 足够用了 这九叔啊 也没想到 张静会在 短短的几年之内 就会用到 后面的两卷 不过 张静啊 也不用担心 他 有功德系统 傍身 只要有功德值 就算 没有 中下两卷 系统 也会帮他 不齐地 就像当初啊 五雷咒一样 这多年来啊 只有五层 第六层 已经成了 传说 甚至 很多人觉得 五雷咒 根本 就没有 第六层 可是张静呢 只要 拥有足够的 功德值 这系统 就能够帮忙 提升到 第六层 暂时不用考虑 将上清 大动真经 提升到 第九层 第十层了 虽然呢 猜测 接下来的 两层所消耗的 功德值 不会太多 一次以 目前的 功德值 储备 完全可以升级 但是 张静心中 还是很明确 有自己的打算 现在 还剩下 三千一百八十点 大功德值 张静 扫了眼 法决一来 这正如 他所猜测的 神消雷法 后面 依然 有家号 没有消失 可是 如果再消耗上千点 功德值 神消雷法 就不一定啊 能够升级了 而不是 升级 神消雷法 只是啊 将上清 大动真经 提升到 第十层的警戒 对于自己的 实力提升 恐怕 不会太大 毕竟啊 刚才突破 结束后 张静 案子 估量了 自己的变化 虽然功法 提升了一层 这金丹 变得更大 更圆了 阴神 变得更加 凝实了 天地规则的领悟 愈发的 透彻了 但是实力提升 却并不明显 这天师境以后 功法的提升 与 炼师境 法师境 完全不同 炼师境 法师境 功法 每进一步 都是对于自身法力 极大的增强 实力啊 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天师境呢 天师境啊 更注重的是阴神 是对于天地 直立的领悟 这两种 那都是水魔功夫啊 需要慢慢积累的 不可能提升一层 就有太大的改变 这 应该也是天师境后 提升功法 所需要功德之数额 减小的原因之一 所以啊 这三千多点 大功德值 等以后再用 算留后手 藏一手底牌啊 若是将来 后卿再现 勾臣破风 将臣出世 张静遇到敌不过 也能及时升级 神骁雷法 现在啊 不用着急 嗯 等草炉到有 闭关结束 再找他论道一番啊 好好了解啊 天师境以后的消息 说不定 对我的规划和未来 会有帮助 张静在心中 暗暗地想到 这修炼的道上 有人指点 那是很重要的 就算 对 有系统 磅身的张静来说 也是如此 在天师境以前 他 便是由 九叔指点 详细的 为张静讲解 修炼路上的种种 疑惑 门槛 歪路 让他 能按照最正确的方向 前进 可是 天师境以后呢 九叔啊 就没办法 再指点张静了 甚至啊 都没办法 从毛山派的 诸多点集中 对张静提 任何的解义 这应 天师境 在当今的修道 也已经是 传说中的存在了 一般修炼者 根本接触不到 张静 打破了天地之库之后 虽然实力超凡 看似 有条不紊的 前进着 其实啊 是无头的苍蝇啊 没有什么方向感 很需要一位 引路人 这打定了主意 盘算好了计划 张静 便定下心来 开始适应 上清大洞 真经第八层 同时 潜心 修炼 等待 草庐居士 出关 这转眼之眼啊 已经是张静和草庐居士 回到万妖谷闭关的 五天之后 明天 便是草庐居士 一百八十岁 大寿的日子 这谷内的 妖怪 众人 都有些不大安定了 该不会 两位尊者 闭关修炼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明天 是什么日子了吧 啊 他们呢 都已经做好了明天大寿的各种准备工作了 要是 寿星 攻不道场 那可咋整啊 关键是 他们这些 妖怪了 修炼着了 也基本都没有勇气和胆量 去提醒草庐居士和张静 生怕打搅二者的闭关 只能啊 默默地等着 不过还好 就在这一天 中午十分 闭关五天的草庐居士 率先结束了疗伤 从屋里啊 走了出来 像是约定好了似的 在草庐居士结束闭关的片刻之后 张静也随之出关 这两者啊 气息不发 一扫 威靡不振 在屋指前和汉拔大战后 疲惫的磨呀 诶 这草庐居士啊 看着紧跟在自己后面出关的张静 很快发现了 一丝异常 一双苍老的双目中 浮现出 大疑之色 难道说 五天前他们刚闭关 张静掀起的巨大动静 是因为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594集 这几天 张道友修为 竟然有所精进啊 草庐居士 看见张静 显露出来的气息 明显比前几日 与汉拔大战时 更强了一丑 也没有藏着掖着 差一的 直接开口讯问 这张应啊 小者点了点头说道 虽然与汉拔大战了一场 受伤不轻啊 但是 也收获破风 所以 所以修炼的功法啊 突破了一层啊 他 也没有说假话 的确 是与汉拔的交手中 他收获很大呀 足足三千点 大功德值 大战之后 马上就突破了 这就是 天才嘛 草庐居士 喃喃自语 其实啊 在一百多年前 他 也曾是 闪耀一个 时代的天才 风华绝代 无人可比 要不然啊 他 也不可能 打破天地之库 成为当今修道界 仅存不多的 天时 应得高人了 只是啊 现在面对 张静 草庐居士 觉得 自己 所谓的 天才 实在是 固执一提啊 难怪 年纪轻轻 便拥有 不逊色于 他的 实力 不过 草庐居士 隐居 必市 修炼上百年 除了修为 愈发精神之外 心境啊 也 愈发 平和 短暂震惊后 很快 就调整了 心态 与张静 一起 朝着 外面走去 这接下来啊 便是 草庐居士 开谈 讲道的 时间了 这是他 向来的 惯例啊 不过这次 因为有 张静在 草庐居士 盛情 邀请张静 与他 一起 为众妖 众人 讲道 这本来啊 张静因为 从未有过 这样的经历 感觉 不适应 也不擅长 可是 在草庐居士的 带领 牵引下 很快 就从 最开始的 慈穷 变成了 慷慷而谈 唱所欲言 原来啊 当打破 天地之雇 跨入天师境后 从粗浅的运用 天地之力 实展法术 变成了 领悟天地规则 的确 已经站在了 修道界的 最顶端 即便吧 以前没有传授 教导他人的经验 但是 只要将自己 一些粗浅的感悟 说出来 都足以让他人是受用 无穷啊 而他人呢 在修炼路上 遇到的困难 与疑惑 就算 这门功法 法诀 你不曾修炼过 但是 因为你站得更高 也可以啊 高无剑领般的 去提出 不少有用的建议 让他人受用 无穷啊 而张颖自己呢 在为他人 传道解惑的过程中 梳理自己的修炼 竟然也有不少 新的感悟与收获 这或许啊 就是温故 而知心吧 草庐居士 经常为 万妖谷 众妖讲道 出了心怀仁慈 教化万物 想来啊 也是将这一点 作为自己修行的 一部分 这讲道啊 进行了半天的时间 从中午时分到 傍晚 才结束了 结束之后 草庐居士 没有继续 在万妖谷停留 而是 邀请张颈 一起前往他 居住之地 十万大山的 近地 蓝月湖 在下午的 讲道过程中 两个人 虽然聊得很愉快 但是很多 更深傲 牵扯到 天地规则的方面 都是 都是 潜尝 即止 并不尽兴 所以 不但张颈 有很多问题 想向草庐居士 讨教 草庐居士 也想和张颈 坐而论道 好好的 畅聊一番 于是 两个人就抛下了 外妖谷的妖怪 和众多的修炼者 先一步 连夜去了 蓝月湖 他们明日 再赶来 这外妖谷 离这个蓝月湖 还有百余里 不算近 但对于 可以欲空飞行的 张颈和草庐居士来说 就很近了 无尽大山 和原始森林 在脚下 不断地后退 一老一少两个人 在空中并肩而行 好好呼 欲空飞行 这傍晚的晚霞 披在两个人的身上 有如 踏着 霞光而行 张导游啊 你 欲空而行的 法术 有些粗糙啊 没有专门 创造一门 加快速度的 飞行法门吗 这样赶路 会快接 许多呀 草庐居士 看旁边张颈 欲空飞行的速度 稍稍有些慢 于是 向赫赫的问道 创造飞行法门 对于天使应的 他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也不是什么 值得炫耀的事情 一 他们对于 天地 规则的领悟 只要 多花点时间 就能 轻松 创造出 一门 飞行 法术来 所以啊 草庐居士 这么开门 剑山的问 也不是什么 不礼貌的事情 啊 这个嘛 都是没有 刻意去研究啊 只是 创造了一门 在飞行时 防风的 小法爵而已啊 张静说完 又拍了拍 自己身后的剑侠 说道 不过 如果平时 着急赶路的话 我会预见飞行啊 这样飞行速度 就会快很多了 啊 预见飞行 没想到张道友 竟然还精通剑法 草庐居士 有些惊讶 预见飞行 可就不属于啊 正当飞行法门的 范畴了 而是属于 剑法 要将剑法 修炼到 足以预见飞行的地步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需要在剑道上 潜心修炼 有着足够高的造诣 才行 但其实啊 也早就注意到了 张静身后的剑侠 但是在于汉拔大战的时候 张静都不曾动用过剑侠 所以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啊 精通谈不上啊 目前也就在对付普通妖魔鬼怪 啊 可用用剑法 但是 如果是对付汉拔这般的存在 我这点剑道修为 估计啊 还不够给他们挠痒痒的 张静谦虚的说道 这侠客行啊 他目前提升到了 第五层 为何斩妖剑 杀伤力勉强达到了 天地之库的门杆 对付天师镜以下的妖魔鬼怪 没什么问题 可是 要对付天师镜以下 就得将侠客行再升级才行啊 但是 侠客行第五层以后 提升消耗 就已经是大功得值了 所以啊 张静三十 将其割置 说完 张静伸手一招 斩妖剑剑侠便登空而起 绕了个圈 从背后就落到了张静的脚下 而后张静施展出剑决 飞行速度 立即飙升 这草龙居士健壮 哈哈一笑 也不再压制自己的速度 施展飞行法门 两个人呢 红心大发 从本来并肩而行的飞行状态 变成了你追我赶 比拼谁 速度更快 最终的结果还是张静 收胜一筹 虽然啊 草龙居士的飞行法门 使他花了不少的心思 创造出来的 颇为精妙 但是 这张静的侠客行 这花费了将近 一万点小功的值啊 将其提升到了第五层 也算是 法师静的极限了 要是换作其他人 哪怕是剑道天才 比如 雁清风 雁赤霞 他们努力修行数十年 也未必能达到啊 这一盏查的时间不到 便横跨了百里 来到了烟波浩庙 水槽丰盛的 蓝月湖 蓝月湖 宽阔无边 风光美丽 湖水不单清澈 而且还呈现出淡淡的蓝色 从高空往下看 整座大湖 有如一弯月牙 扑在地面上 蓝月湖 因此而得名 此时 天边还有最后一抹晚霞 暗淡的光芒洒落下来 在湖面上支射出绚烂的波光 这湖面上 还有零星的一些鸟在盘旋着 大部分圈鸟 都已经归巢 真是好一片 安静雄和的室外 跑远啊 张静艳来 都忍不住喜欢 有一种啊 想要回去 将婷婷接过来 一起在这边 常住的 冲动 也难怪啊 草庐局势会在此地 隐居 百年之久啊 张静 站在空中 静静地欣赏了 湖光片刻 草庐局势 才从后面赶到 笑着 称赞道 啊 张导游啊 好精妙的 预见飞行 阀门啊 走 咱们下去吧 那座湖心小岛 便是我的住处 我请你喝茶 两个人 从空中 落下 这湖心小岛上 很简单 除了一座草楼之外 便是一出 篱笆小院 这院子里啊 有十桌 十凳 平平无奇的房屋 可是啊 放在这样 人间仙境般的 湖心岛上 也就成了 室外 桃园 坐下 这煮好茶后 草楼局势 给张静 倒了一杯 两个人 才开始 交谈了起来 张导游 欲见飞行的 简决 似乎不是出自 毛山派吧 草楼局势 问道 张静啊 也没有隐瞒 喝了口茶 道了声 啊 好茶 而后 再点头道 啊 我这门 简决 名叫 侠客行啊 的确 不是出自 毛山派 而是 我在游离天下 偶然间呢 得到了一位 名叫 燕炙侠的 侠客 留下的传承 果真是 燕炙侠呀 草楼局势 对此 并没有多少意外 似乎 早就猜到了 张静健壮 心神一动 问道 啊 草楼道友 也知道 燕炙侠 草楼局势 点了点头 一脸回忆的 感慨道 何止是知道啊 当年我和 燕道友 可是 交情 匪浅 曾一起 喝过酒 也一起 斩杀过 妖魔呀 哦 张静啊 虽然很惊讶 但是仔细一想 却要合理呀 毕竟 眼前的这位 草炉局势 可是足足 一百八十岁 算起来呀 年轻的时候 也的确 曾和燕炙侠 一个时代 只不过 草炉局势 打破了天地之雇 活到了现在 而 燕炙侠 没能突破 所以 老死在了 兰若寺 想到此处啊 张静 便正好开口问出 心中的疑问 啊 草炉 道友啊 你可知道 修为达到天师境 可以活多少岁啊 草炉局势 笑起来道 虽然打破天地之枯 并不代表 跳出了三界 但是 寿命的确 是会 很大程度的增长啊 如果不出意外 至少 就可以活 三百岁 而且 随着修为的加沉 寿命 还会不断增加呀 啊 三百岁以上吗 张静点点头 这是普通人 难以想象的寿命啊 但其实 相当于僵尸 精怪来说呀 那就比较短了 僵尸 或许 算不上生命 但是 鬼怪妖精 却是动不动 道行 就是数百年 上千年的 那天师境以后 还有 更高的警戒划分吗 天师境本身 又该如何划分层次 与实力的高低呢 就像 法师境时 分为初期 中期 和后期 让他知道的信息 是缓缓 倒出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正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五百九十五集 张道友是 毛山派弟子 那么 修炼的功法可是 上青大动真经 上青大动真经 一共有三十六章 一共有三十六章 也就是三十六层 此功法又分为 上中下三卷 其中上卷为前十层 只要修炼到第七层 修为便能打破天地之库 跨入天时境 天时境之后 足足还有 二十九层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不管你是第七层 还是第十七层 又或者是 二十七层 同样都属于 天时境 但是呢 这个境界相差 如此之大 不可能 实力相同 没有差距 这是 不可能的 所以呀 天时境 也照样 有等级 实力的 划分的 只不过呀 天时境的 等级 实力划分 不会像 炼时境 法师境时 那么 静位分明 功法 一个 小警界的突破 实力就会有 成倍的增长 相差 巨大 因为 在炼时境 法师境时 主要是根据 法力 因神 来衡量 实力的高低 这天时境 以后 功法 突破 一个层次 对于 阴神 和法力 虽然 有提升 但是 如果对于 本源 规则 领悟 没有突破 实力增长 是不会 太大的 就像 上清 大动 真经 第七层的 修为 和 第十层的 修为 在 阴神 和法力 方面 有差距 但实力 差距 不会 太大 即便 相隔 三个 层次 依然可以 越界而大 如果 在某种 本源 规则上 领悟 更深 以 第七层的 修为 战胜 第十层的 修为 也并 不 奇怪 可是呢 要是在 炼时境 和法时境 若是 功法相大 三个 层次 实力 可谓 就有了 天壤之别了 完全不在 一个等级上 基本上 是不可以 越界而战的 听着 草庐 居士的 讲解 张静 不断点头 的确 是这样 虽然 自己啊 当初 在炼 诗境 法诗境 时 勉强 有着 越三层 而战的 本事 比如 以炼时境的 修为 抗亨 时间 法诗境 但是啊 自己是个挂逼啊 有系统 傍身 经常被人 誉为 千年来 第一天才 除了自己啊 千年来 整个修道议啊 都没有人 能这般 逆天 可是 在天 十 应 越三层 而战 就不再是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这也就难怪啊 张静 现在升级 尚情大动 真经 所需要的功德值 十分少 不过呢 对于其他人来说 功法的提升 或许 没有什么 太大的帮助 但对于 张静 来说 依然 是有用的呀 比如 张静 现在的修为 施展 入门级别的 神霄雷法 没什么问题 可要是 同时施展 神霄雷法 和 佛门舍利 消耗顿时 就扛不住了呀 更不用说 若是 他将神霄雷法 提升一个警戒 那 消耗 可就大了去了呀 所以啊 对于其他 天使境来说 功法的提升 并不是 那么简要 他们呢 想要加深 对于 本源规则的 领悟和掌控 太难了 但是张静 只要功德值足够 就能提升 自己对于 本源规则的掌控 升级功法 也就成了 十分 有必要的事情了 修炼 上清 大洞 真经 第七层 和第十层的 实力差别 不会特别大呀 第十一层 和第十七层的 差别 也不会特别大 不过呢 第七层 和第十一层 就有不小的差距了 因为啊 这已经跨越了 下卷和中卷 下卷和中卷本身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 想要从下卷修炼到中卷 所掌控的本源规则 就必须得更多呀 要么 是将一门本源规则 领悟到极深的层次 要么 是掌控两门不同的本源规则 所以 中卷和下卷 最大的区别啊 是因为 敌人积累 更深啊 说到这里 草庐居士 混了嘴 他看了张静一眼 略有感慨 才继续说道 在于 汉拔交手之时 张道游所展现出来的 法力和阴神 应该是 刚跨入天师境不久 但是 在雷霆之道上的造诣 却是 已经达到了 天师境第一个阶段的巅峰啊 只要 再做突破 便能 单靠雷霆之力 修炼到 上清大洞真经 中卷 而不会有阻碍的 这张静听完 草庐居士的养解啊 心中很多的疑惑 顿时就消灾了 对于 天师境的修炼 心中也有了 清晰的认识 自己目前的条件 上清大洞真经 接下来第九层 第十层修炼 不会 有什么阻碍 至于中卷的十层 也就像 草庐居士所说的那般 只要将 神骁雷法 提升一层 中卷十层 也不会有 任何的阻碍啊 当然 按照草庐居士 所说的条件 自己也可以 不升级 神骁雷法 而是将 狭刻刑这门 剑法 再往上提升 达到了 剑道本源规则的警戒 这样一来啊 自己 也就掌控了 两门 本源规则 也就满足了 天师境 第二个阶段的 修行条件 不管 让张静 自己选择的话 他肯定还是 更愿意 继续提升 神骁雷法 学习多门 不如啊 专精一门 最关键的是 张静世海中 有一粒 雷霆种子 见识过 完整版 神骁雷法的 最强威力啊 究竟有多么的 回天灭地 现在 只是入门级别啊 这已经是天师境 第一阶段的巅峰了 上线 那多恐怖啊 无上线啊 而霞克行 虽然是七才 燕之霞 妙手天成 偶然撞出 但是 上线 比起神骁雷法来 肯定还是 远远 不如的 说到底啊 还是系统大爷 牛皮啊 张静 在心里 由衷的赞美 这本来以为啊 挂入天师境后 系统的作用 会减小 不如原来那么大 但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系统依然 真香 现在 张静 也能大致推断 草庐居士的 修为 和实力了 草庐居士 他的修为低远 比自己 要更深厚 这点啊 毋庸置疑 应该 已经到了 天师境 第一阶段的 极致 相当于 上清大洞 真经的 第十层啊 比如 当日 斩杀 汉拔 虽然最后一集 是张静 完成的 但是过程中啊 全是草庐居士 出力更多 而且最后 他的伤势 比张静 也要轻许多 至于 在本源 规则上的 造语 与现在的 张静 应该差不多 应该 也已经达到了 天师境 第一阶段的 巅峰 也有可能啊 已经触碰到了 第二阶段的 门槛了 甚至 只要付出 极大的代价 可以勉强 施展出 天师境 第二阶段的 本源规则 所以 在于 汉拔大战时 草庐居士说 他还有敌人 尚未施展出来 可以勉强 试一试 有斩杀 汉拔的把握 所以 现在的草庐居士 才会很迫切的 想和张静 进行异常论道 触动 彼此的修行 踏山之石 可以公寓 虽然 他不修炼 雷霆之道 但是 张静 在雷霆 本源规则的造诣 是一点 不比他 在 原水 本源规则 造一滴 高手 与高手 之间的 碰撞 是会 有火花 出现的 此时 天色 已经完全的 黑下来了 月亮 慢慢的 爬上来 蓝月湖 水波 不兴 张静心中 关于 修道的 疑惑 都尽除了 两个人 便在 湖心小岛 开始 相互论道 两个人 完全 投入 暂时的 忘情 忘我 不知不觉言 月亮 东升后 又 西落 平静的 蓝月湖上 却是 升起了 一层层的 云雾 烟雨 缭绕 这云雾之中啊 偶尔 有电蛇 有走 雷鸣阵阵 本来 蓝月湖 周围的 树林中 偶尔 会有 鸟叫 和虫鸣 此刻呀 都完全安静了 不敢发出 任何的动静 和吵闹 他们 也能感受到 有大 狂步 在 湖心 酝酿 不知道 过了多久 外界月亮 早已消逝 太阳升空了 蓝月湖上空的 电蛮和雷鸣 已经散去 但是 云雨 却依然缭绕 明明 应该是晴朗的天空 却仿佛 要下大雨一般 忽然间 哄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这不是张静 施展法觉 引来的雷鸣 而是 平静的蓝月湖 风起 云涌 卷起了巨大的波涛 像是 有万千蛟龙 在湖水下 穿梭游走 而那 蕴凉了整整一碗的云雾 终于散开 但是 它并不是 完全的消失 而是 升旁到了 更高的天空中 并且啊 快速地调动 天地间的 水行之力 笼罩了整个 宽阔 无边的 蓝月湖 在蓝月湖的范围内 阳光 被乌云 暂时遮蔽 暴雨如注 倾盆落下 这气象啊 在这一刻 彻底的被转变 呼风唤雨 不过如此 广阔无边的 蓝月湖 此刻 下着暴雨 但小小的 湖心岛 却是 滴水 不沾 头发花白的 草庐居室 睁开双眼 脸上的兴奋之色 压抑不住 张静 站起来 供手道 恭喜 草庐道友 实力 更进一步 草庐局势 也 共守道 多谢 张道友 不怜 赐教 若是没有 张道友的 指点 频道 也不可能 突破 张静笑着道 哈哈 我可不敢 鞠躬啊 还是 草庐道友 你自己 多年来的 积累 罢了 你看我 积累不够 一晚上的 论道 虽然有所 收获 但却 完全没有任何 要突破的 迹象啊 没办法的是 草庐局势 虽然和张静一样 在本源规则上的领悟 都是天使境 第一阶段的巅峰 但是 草庐局势 却是隐居 上百年啊 潜心苦修 本身已经触碰到了第二阶段的门槛 昨晚 与张静的论道 就成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稍微的用力 便 蓬破了观察 迈入了新境界 而张静啊 领悟神销雷法 才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已 如果不靠系统 完全凭借自己 就算再怎么天才 也是 不可能一晚悟到 当然了 昨晚的论道 他 也是有所收获的 就估摸着呀 等到他 用系统突破神销雷法的时候 说不定啊 可以少那么几十大点功的值 甚至是一百点大功的值啊 会减少这么多功的值啊 很不错了 也是 也是大收获 随着草炉局势手掌一挥 蓝月湖上空的暴雨 顿时停住 天空中的乌云 也散去 阳光 重新照射下来 在湖面天空 形成了 一道彩虹 本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596集 一弯彩虹 挂在蓝月湖的上空 绚烂夺目 向来心态平和的草炉局势 脸上也有着几分 老夫疗发少年狂的得意 仿佛花白的头发胡须 也变黑了几分 感慨到 在天使境第一阶段的最后关口 足足困了我 三十多年啊 今日 总算是 跨出这一步了 后级勃发 这种事情是羡慕不来的 也没必要羡慕 草炉局势 三十年的积累 在这次与张静的论道过程中 终于得到了回报 有如水到渠成般的突破了平静 不过 也就仅限于此吧 三十年的积累 在昨晚被消耗 已空了 这从今以后 草炉局势的修炼将会一马平穿 在天使境第三阶段之前 不会再有平静 但是 他的修为速度 却不会因此变得很快 依然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去积累 这个过程啊 恐怕得以百年来计算 所以啊 草炉局势 此刻很开心 很高兴 但是啊 在张静听来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有点 为他 感到心酸呢 三十年呢 被困在平静 不得突破 哪怕每天 清修苦练 也没有任何的收获 原地踏步 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反正啊 张静 从来不曾体验过 难以想象 也不想去体验 不过 说到时间 张静也准备 向草炉局势 讯问心中 最后的一个问题 也是这次 他来十万大山 想要搞清楚的问题 那就是 十几年前 他父亲张璇 是否真的到过此地 如果到过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才会不知所踪 在这之前 张静在外腰谷的时候 已经讯问过 天云观的徐观长 也讯问过 井空寺的宗庆大师 他们安州府实力 最高的两个人 有着 脸失静的修为啊 本来啊 这张静 满怀期待 但是 却从两个人的口中 并没有得到太多 有用的东西 多远 当年他父亲张璇 说是去了安州府 但是其实啊 是直接进入了 十万大山中 所以在安州府城内的 习惯主和宗庆大师 并不知晓 但是 草陆爵士 作为天时镜的存在 万妖谷的众妖 又基本上可以说 是他的手下 十万大山中 发生的大事情 他 必然知道 草陆当友 我还有一件 关于十几年前的事情 想向您打听 张静 收拾好心情 整理好思绪 缓缓开头 这草陆爵士啊 脸上有着淡淡的笑意 说道 张道友尽管问 天道 定会知无不言 眼无不尽 张静沉声问道 大约是十五年前 可曾有一位 名叫张璇的 毛山派弟子 来过十万大山 本来啊 心情大好的草陆局势 忽然神似中浮现出 一模雅仪 脸色慎重的 看着张静 问道 张道友啊 你怎么知道 话刚说到一半 草陆局势 就停住了 他重新打量了一番 张静的相貌 又联想到了张静的名字 当即 便猜到了什么 眼睛睁大了几分道 张道友 你和张璇是 张静点点头说道 张璇正是家父 草楼军事 本来只是有些惊讶 听道之理 惊讶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浓了 他本来的猜测 是张静和张璇 是兄弟之类的关系 哪曾想啊 张静竟然是张璇的儿子 他之前 并没有刻意 去打听张静的背景和年纪 只是心中 大致有所猜测 知道张静啊 比起他来说 肯定是十分年轻 但是 却没想到 年轻到这种地步啊 张璇的儿子 才多少岁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27岁了 30岁不到啊 大约15年前啊 家伙说 要出远门 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回去过呀 下落不明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他的消息啊 张静 张静 我一直在想 看向草炉局势 继续说道 草炉大友 可知道我父亲的消息 这段时间来啊 对张静可谓是 知无不言的草炉局势 此刻却是有了些许 有误 张静眼状 却是心中激动起来 草炉局势 这般的表情 都说明了 他 真的知道 15年前 自己父亲张璇的消息 要不然 他不会犹豫 直接说 不知道就好了 所以啊 张静连忙再次道 啊 草炉大友 如果你知道些什么 请务必告诉我 草炉局势 眼神几经转变 似乎想到了 很多的往事 看向张静的眼神 也变得更加复杂了许多 最终 他还是叹了口气 点头说道 哎 15年前 令尊的事情 我的确知道 虽然当年 令尊的修为和实力 远远比不得 现在的张道友你 但是 他 却也照样 给我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他 现在是否还活着 张静文言 瞪圆了眼睛 下意识地 攥紧了拳头 不等草炉局势 说完 便迫不及待地 问出 心中最想要 知道的问题 但是 草炉局势的回答 却让张静再次 心 沉了下去 草炉局势 叹了口气 哎 你父亲 已经死了 哗 虽然张静 经常说 自己的便宜 父亲 没有给他留下 任何的福利和好处 反而 倒是让他收拾了 不少的烂摊子 可是 当听到自己的父亲 已经死去 张静心里 还是 不可避免的 碰落落的 很难受 这是 这具身体 血缘 关系 带来的 死 死了 张静 喃喃自语 有点难以接受 这个消息 可是 他明明利用 大因果树 隐隐中 能感知 还有一位 关系十分重要的 亲人 还在世啊 除了 他父亲张璇 还能 有谁啊 沉默了半场 张静 得重新 抬起头问 草鲁道友 十五年前 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啊 草鲁局势 不再隐瞒 将当年 他认识 张璇的事情 缓缓 倒抽 原来啊 十五年前 并不是草鲁局势 第一次 认识 张璇 真正第一次认识 是在 二十八年前 那个时候 张静 尚未出生 张璇 从龙虎山天师府 拐走张静母亲 张又辉 两个人 恩恩爱爱 一起游离 天下美景 尤为喜欢 探寻 明川 显风 两个人呢 就来到了 安州府 不知道从哪里 听到了 蓝月湖的传说 在稍微思量之后 便决定进入 十万大山中 一探 究竟 张璇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 法师境初期的修为 实力 更是不逊色语 法师境中期 十万大山 对于普通人来说 危险重重 但是张璇 就不怎么惧怕了 结果 两个人和张静 这次一样 还没有找到 蓝月湖 就先遭遇了 万妖谷的中妖 这万妖谷的中妖 听说两个人 想去蓝月湖 自然是不允许 他们去打搅 草炉居士的清修 要将他们赶走 但是 正如草炉居士 所说的那般 张璇 很有 人格 魅力 他并没有 像张静这次 一言不合 就跟万妖谷 中妖 大打出手 以实力硬生生的 将中妖压服 张璇 和中妖在接触之后 反而成为了朋友 相谈 甚欢 甚至 不少妖怪 放弃了原则 主动带路 引着他来到了蓝月湖 拜访了 草炉居士 虽然张璇的修为实力 和当时 也已经达到了 天时镜 第一阶段 巅峰的草炉居士 向他甚远 但是 张璇 依然 比草炉居士 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张璇 和 张又辉 夫妻两个人 在蓝月湖 入了一段时间后 并没有返回 安州府 而是继续吸信 横穿了十万大山 前往南阳 去看看 但是 没有想到 两个人在南月之地 遭遇大难 一年之后 张璇一个人 失魂落魄地抱着 刚出生不久 还是婴儿的张静 回到了蓝月湖 而张又辉 却是 死在了南阳 所以 我父亲十五年前 再次到安州府来 其实真正的目的地 是南阳 是去 为我母亲报仇 是吗 张颖 沉声问他 草炉居士 点了点头 唉 你父亲也是 精彩绝艳的天才呀 十五年前修为 便已经到了 法师境后期 若是 潜心修炼 相信将来 打破天地之枯 跨入天师境的 并不会有 太大的问题呀 但是 他 却不想再等下去 再次的 前往南阳 替你母亲 报仇啊 张颖 攥紧了拳头 他不知道 十五年前 他父亲张璇 有什么样的 修为和实力 但是 既然现在 龙虎山 长月真人 都已经 法师境极限 只差一步 便能跨入 天师境 而 王长月当年 比起张璇 还逊色不少啊 还差了不少 那么 十五年前 张璇拥有 法师境后期的修为 也不足为奇 那一次 我听说了后 曾陪你父亲亲自 去了一趟南阳啊 只不过 杀害你母亲的凶手 并非是邪羞 也不是 夭手厉鬼 而是一缕 被封印 禁锢的 上骨魔头 魂魄 张静文言 眼神一领 问道 上古时期的魔头 难道是像汉拔 这般的存在吗 草楼局势 摇摇头 比汉拔等 僵尸十足 更加诡异啊 更加非所思 就算是我 拿他 也没什么办法 本源规则之力 都难以对他 带来伤害 看成是真正的 不死不灭呀 最后 是你父亲 用尽了 毕生的修为 施展出 一门秘法 以身 四魔 以自己的性命 为代价 与此魔头 同归 于尽 张静听完之后 久久不说话 心中诸多的念头 浮动 不死不灭的 魂魄 天使镜 都难以将其斩杀 不知为何啊 这张静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了 那四龙四虎 四鹰的 异兽虚影 草楼大友 能过几日 可否请你 陪我 去南洋 走一趟 张静 抬头问道 现在啊 张静 恨不得 马上就去南洋 看看 父母当年 去世的地方 但是 今天是草炉 居士 一百八十岁 大臭 弯腰骨的 中腰 马上 就要来 南越湖 为他庆生了 现在走 不合适 又合不合 你也应该去南洋 看看 草炉 居士似乎猜到了张静的想法 直接说道 要不用 等几日后了 我 先去告诉万妖谷的中腰 今年的寿宴 就此取消了吧 我们 等会儿便动身 张应啊 还想说不用急 过两日也无方 也能等 草炉局势 却是雷厉风行 不等他开口 便直接去告知了 中腰 取消受验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597集 对于草炉 居士的受验 万妖谷的 众妖们 十分看重 当做了最重要的 大事 来对待 可是草炉 居士自己 并不怎么 放在心上 昨天嘛 已经为他们 讲到一场 今天的宴会 取消 也无妨 张应啊 也向九叔 告知了情况 说自己 要去南洋一趟 探寻当年的 父母的真相 让他 在外腰谷 在柱上 一段时间 九叔 自然不会反对了 只是盯住张静 小心一些 就不再多说 很快啊 张静 便和草炉局势 动身 骑成了 横跨 十万大山后 渡海 去南洋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几乎是 难以想象的路线啊 这一般人 下南洋 从岭南港口 就坐船出发了 但对于 打破了天地之库 可以日空飞行的 张静两个人来说 却不是什么 大问题啊 足足飞行了 将近一天一夜 张静和草炉局势 才终于跨过了 山和大海 来到了 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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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笼统的称呼 这范围极大呀 或许 从地图上来看 相比中原大地 就是一个个的岛屿 但实际上 看似不起眼的岛屿 都广阔无比啊 在 不实陆的情况下 想要找到一个地方 无疑 那是 大海捞针 所以啊 张静 才会邀请草炉局势 一起过来 目的 就是为了 带路 婆罗岛 是这个方向 草炉局势 指了指东南 说道 以我们的速度 应该还有半个时辰 就能抵达 那继续前进吧 虽然 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张静眼神 依然 凌厉 修为 到了他们这种景业 独自一个人 日空飞行 在不带他人的情况下 对于法力的消耗 是极少的 并不会 有什么影响 很快 蔚蓝的大海上 两道身影一闪而过 朝着东南方向 飞去 婆罗岛 无产丰饶 盛产黄金 在南洋群岛中 算不得最大的岛屿 但是历史啊 十分悠悠 溯源时期 就曾有过大批的商船 来这里进行贸易 而后 也有不少人 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后来啊 更是 曾有一位 华夏人 在这里 做了总督 打理 推广 华夏文化 所以在 婆罗岛上 其实能见到很多 带着华夏韵味的房屋 标志 这黄眼眼的 有种来到了 东南洋海城镇的感觉 到了婆罗岛 两个人 稍微降低了 飞行的速度 斩查时间后 草庐居士 还没有提醒 说什么 张静 就 行在一片 糟则边缘 落下了 可是此地 张静 转过身 询问 草庐居士 点点头 略带 压疑地问道 啊 张道友 是怎么发现的 在十五年前呢 张璇 在此地 一身 刺魔 与那魔头 同归于今后 现在 这片 昭泽的一切 都被破坏 也 再无 邪魔的 气息 甚至 当年 大战后 遗留下来的 痕迹 也早就被 十数年的时间 磨平了 毕竟啊 这是一片 荒无人烟的 巨大 昭泽地 就算 再怎么激烈的战斗 再大的破坏 也会啊 也会啊 很快 在水 和 稀泥中 消散 于无形 张应 没有回答 他 能发现 这里 就是最终 目的地 当然 是大 因果 树的 原因 到了这里 他 即便没有主动 施展 大因果树 这门奇异的 法觉 都主动向他 发出了 强烈的提示 只有他 能看到 自身 因果线 剧烈 波动起来 很显然 这个地方 与他 有着 极强的 因果 关系 草落 于是 见张景 深情 复杂 没有 说话 他 便伸手 这么一挥 周围 天地间 顿时 原物 缭绕 下方 朝则中 水行 直立 风声 于是 便有如 湖泊般 不断的 翻滚起来 将士 地龙 再翻身 哄哄哄 随着草炉 居士的掌控 周则 涌动 是越来越厉害啊 很快 便由四道 粗大的柱子 从地底下 是 缓缓 升起 虽然 是从 沼泽中 冒出来 但是 这四根 粗大的柱子 却像是 沃泥而 不染的莲花 散发着 淡淡的光芒 整片空间 都有 古老 神秘 浩瀚的气息 开始 弥漫 很显然 这片 昭泽地中 隐藏着一道 上古 阵法 而且 张靖 从这片 昭泽地中间 隐隐感受到了 在 洞穴山 山顶 相似的 勾动 啊 空间之门 张靖 眼神一灵 问道 这里隐藏着 一道特殊的 空间吗 草炉局势 点点头 说道 的确啊 这就是一道 隐藏 空间的 阵法 不过呀 这和 洞穴山 关押 汉拔的 空间 应该有所不同啊 杀你父母的 邪魔 当初 虽然被关押在 阵法 空间 之内 但是 他 却有办法 从里边 传递出 讯息 而且 这隐藏的 空间 也并非一片 小世界 而是一片 暗无天日 充满死气 比阴间 更阴暗的 寂静之地呀 那片空间内 传递出来的气息 即便是我 都会隐隐 感到 不舒服 如果 这片空间 扩散开来 即便那魔头 已经死了 恐怕也会造成 极大的灾难 波罗岛 恐怕都会 化为 死狱 甚至 整个南阳 天地都会 发生变化 还好的是 这四根 日柱 坚不可摧 死死地 锁住了空间 让其中 云含的气息 没办法 一散出来 十五年前 草炉居士 是跟着张璇 一起来到过此地 甚至 与那魔神 魂魄 交过手 所以呀 对于阵法 是颇为了解 很快 草炉居士 以水行 本源 规则直力 催动四根 玉柱 玉柱的光芒 变得更加耀眼明亮 古老浩瀚的气息 也愈发的浓郁 空间开始 剧烈的波动了 虽然呢 他没有办法 像秋生和女鬼 楚姨那般 联手将关押 汉拔的空间之门 打开 但是 这四根 玉柱锁住的空间 也开始隐隐 展露出端倪 展露出真相了 果真 就如同草炉居士 所说的那般 这是一片暗无天日 充满死气的寂静之地 连太阳光都没有办法照射到其中 任何光线进入其中 都会被吞噬啊 不同于任何的阴气 鬼气 令天师境的张静和草炉居士都会隐隐感到不舒服 不适应 如果要用某种东西来形容的话 这种气息 有些类似于僵尸本源之气 不过 别说普通的僵尸了 就算是千年的非僵 铜甲尸的本源尸气都源源不如 只能打开到这种程度了 草炉居士停了下来 对于四根玉柱的催动 已经达到了极致 没办法更进一步了 此时呢 阵法是隐藏的空间啊 就像是一颗巨大的鸡蛋啊 有一层无形的蛋壳 包裹着 介于打开与不打开之间 外界无法接受 但是啊 却能大致感应到其中的情况 张静的神势深展开 里面呢 一片死寂寻寻 没有任何的活物 也没有任何的魂魄存在 但是 张静却能感受到 空间里面似乎漂浮着 一具尸体 那是 张静瞬间 瞪圆了眼睛 拳头钻尹 心 仿佛提了起来 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大因果树的万千因果线 让张静和里面的尸体 千丝万缕的缠绕着呀 在这之前 张静只有在 人亭亭的身上 感受过这样的因果关联 草卢爵士 开口道 空间里面 正是 你父亲的遗体 果真如此 张静心情 复杂到了极点啊 这些年来 他其实内心一直 有想要打听 找寻自己这位便宜父亲的想法 从前呢 只是从他人的口中 听说过自己父亲当年是如何的不凡 精彩绝言 但是他呀 自己脑海中的印象却很少啊 现在 终于真正 见面了 但却是 这种形式的 啊 张静 深吸了几口气 缓了好半身后 才算勉强平复了 自己的情绪 这本来啊 他以为 或许自己有主角的待遇 就像前世看的某些啊 穿越小说那般 父母下落不明的开局 到最后 父母都会出现 并且成为了极其厉害的大佬 所以啊 在这之前 张静都抱着希望 父亲张璇应该还是活着的 可惜啊 这种太过时了 情节早已经不流行了 现在流行的是 父母祭天 法力 无边 草炉道友 让我来试试看吧 张静抬头说道 虽然呢 现在他可以决定 就如同草炉居士所说的 那般自己父亲张璇 十五年前 一身四魔 和阵法内的上古邪魔 同归于尽 的确已经死了 但是 张静 还是想进去看看 再不计 能将遗体 带出来 安葬 也是好的呀 也好 草炉炉局势 让张静 让张静来尝试 虽然呢 现在 他在本源规则上的造诣 可以说是略高于张静一头 但是擅长的方向不同啊 他是水行之力 而张静是雷挺 或者雷挺规则 吹动阵法 能将阵法彻底打开 也说不定啊 空打 片刻之后 整片 周则 电闪 雷鸣 有如变成了一片 雷挺的海洋 灭视的气息 从九霄 直上 降临 这四根欲珠 产生了和刚才不同的反应 隐藏的阵法空间 似乎有几分翻滚 里面的 鬼一磁器 似乎 收敛了一些 被压制了几分 看来啊 雷挺之力 对于这种 鬼一气息 是有压制优势的 就像是雷挺 面对鬼怪僵尸 有压制一般 但是啊 也就仅限于此来 张静 将神修雷法 实展到了极致 阵法空间 也没有被打开的趋势 外界不可等 进入其中 看来啊 想要打开阵法 必须得找到正确的方法 就像秋生和楚吉 能打开封印汉拔的空间阵法一样 张道友 算了吧 草卢军士 看着不断尝试的张静 出声 劝说道 哎 张静啊 眼神复杂的看着那一团黑暗 没有任何光线的寂静之地 点点点头 点点头 看口气 最终收起了雷霆之力 不再做 无用功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598集 撤去了本源规则和法力 昭泽中的四根玉珠光芒 也就随之暗的 开始逐渐下沉 目入昭泽中 周围同斥古朴 浩瀚的气息 不一会儿啊 也消散了 昭泽 恢复平静 天地 一片安宁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这片昭泽中 隐藏由 上古阵法 就算是天师净来到此地 也不会发现 任何的异常 张静和草庐局势 退出昭泽的范围 站在芦苇岸边 草庐局势 没有说话 张静 只是跪下来啊 正中的磕了头 算是几败 爹 娘 虽然自己其实从来 没有真正见过两个人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二人都是自己 这具身体的父母 有着生日 是抚养之恩 将来总有一天 我会破开这阵法 张颖在心中 暗暗发誓 这遗体啊 陷入阵法之中 永远漂浮在 无尽的黑暗中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相当于是 死无葬身之地 将来 如果有疑惑 张颖肯定会破开阵法 让父母张玄的遗体 入土为安 这竟没了半场啊 张颖才和草庐局势 探空而起 离开了这片神秘的 昭泽地 草庐局势 开口问道 张道友 接下来 有何打算 可是 直接回去 张颖摇摇头 说道 我想在南洋 多停留几天 啊 可是有什么 事情要办吗 草庐局势 好奇 询问 张颖点点头 说 这一路飞驰而来 我观这南洋之地 似乎比华夏大地 还要 乌烟瘴气的多呀 有不少 妖魔鬼怪作乱 我想 此处走一走 看一看 顺手 降妖出魔 替天行道 还有 赚取功德值 第569集 第568集 张静的修为 在现在的基础上翻倍 应该不是问题 在大丰收中 张颖本来沉重的心情 也逐渐变得开心起来了 将父母的事情 暂时放下来 全身心投入到了大嫂当中 而草炉局势这些日子来啊 也算是 开来眼界了 这活了将近二百多年的 他 见识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 饥饿入愁的狭义之辈 也不是没见过 但是 像张静这般 将降妖出魔 当做了爱好 争相恐后 越杀越起劲 生怕漏掉一只 完全忘我 还真是 闻所未闻 难道 这就是天才的思维 天才的行为吗 草炉局势 心中感慨 他呀 又好几次 想帮张静 一起出手 相妖虫魔 竟然呢 被张静给拦下了 强烈要求他 在旁边看着就好 不要动手 没办法 虽然这些日子以来 遇到的妖魔鬼怪中 也有实力不俗者 提美法师静的都有好几个 但是 对于天师静的两个人来说 不过就是体积稍微大一点的虾米啊 对付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既然张静兴致勃勃 热情高涨 草漏局势也就 没有插手 只不过 张静 在南洋肆无忌惮的大肆扫荡 所到之处 妖魔鬼怪被 肃清一空 为非坐在的降头师 巫师也被斩杀 这如此大的动静 或许普通人呢 还没有察觉下来 但是 南洋的修行界 逐渐还是掀起了轩然 大波 你 斩杀 僵尸 鬼怪 也就算了 可是 对于修炼众人 也不放过 南洋众人 可就忍不了了 也没办法忍啊 再忍下去 张静的刀子 或许就要耍到 他们脖子上了 毕硬啊 南洋的这些巫师 不说石油吧有 但至少有一半底子 都不怎么干净 不敢拍着胸头说自己 不曾害过 无辜之人的性命啊 所以 当消息传开之后 几乎是人人自危啊 经过半个月的发效之后 南洋修行界终于组成了一个 巫师联盟 有大名鼎鼎的南洋十大巫师中的六位领头 上百名巫师联合组成 共同抵挡 来历不明的 华夏 道门高手 这群人 声势好大 目的简单 势必要将张静和草庐居士 二人斩杀 这自保的同时 也为了彰显南洋修炼界的威风 不是可以被人随意拿捏的 联盟成员 实力 有高 也有低 这低者不过是数师颖 高者则是足以媲美 发尸镜 特别是领头的六大巫师 更是实力 深不可测 他们修炼的 都是南洋传承多年最顶尖的 降头树 鬼秘莫测 防不胜防 实力 在法师镜 都能算是佼佼者 达到了法师镜中期 乃至后期啊 联盟气势高涨 自信心十足 有种 别说足党两名 道门高手 甚至足以 反攻 华夏 毕硬 这当初 东阳修行界 天里迢迢 赶到了金门 挑战 整个北方道门 这阵营 也就差不多这样 当今华夏 道门目落 天使境 已经成为传说 上百年 不曾有人突破天使境的消息传出 王长月 严毕臣这般 就已经是南北道门 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而 即便是王长月 严毕臣 这样实力达到了法师镜极限 也是没办法 以一级之力 抗衡整个 无师联盟的呀 这天 张静和草楼局势 来到了 仙罗 仙罗这个国度 不但哪 像头树升行 而且这里的修炼者 还十分喜欢 养小鬼 几乎啊 已经成了这里 修炼者的标配了 他们将这称之为 水圣子 取自于佛教中的 阴身 这 养小鬼的方法 那是千奇百怪 各不相同 大多用邪恶至极的方法 来增成小鬼的实力 比如吧 小鬼的年纪越小 效果越好 特别是婴儿 或者是胎儿 因为年纪越小 受到的 凡事的污浊也就越少 蕴含的鲜甜直气 也就越多 太伤天和了 一旦练出了鬼仔 必定 远气极大 远气越大 力量 就越强 反正啊 种种手段 简直害人听闻 比邪修 还要 邪修 所以 张静 对于 仙罗 宝义了 很大的期望啊 在这里 他应该会 收获 丰盛 因为啊 不但妖魔鬼怪 可以为他提供 功德值 这些巫师们的小鬼 也是能够提供功德值的 自己啊 辛苦一点 操劳一点 嘶嘶嘻嘻嘻的 扫荡一遍吧 但是 让张静 喜足望外的事 他刚来到 仙罗 根本啊 不用他四处搜寻 自信满满的 巫师联盟 就主动 找上门来了 这看着本来 安静空旷的 灵光寺 在张静 和草炉 居士进入之后 四面八方 突然就 人头窜动 不断有人啊 种隐秘的摇落 站出来 啊 送人头行为呀 张静 感慨的说道啊 这巫师联盟的众人 虽然信心十足 但是队伍中也不乏 谨慎 有智慧之位 他们并没有选择 和张静 硬碰硬 张静啊 这段时间 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凶名赫赫呀 有不少南洋顶尖的高手 也栽在了他的手上 被南洋修道业冠一 毛山派 百年来第一高手 这样的称号 实力 神不可测 为了以防万一 小心谨慎 总是没错的 所以 他们先在这灵光寺 设下了重重的埋伏 而后 派下一位 实力不错 又擅长顿数的巫师 前去勾引张静 和草楼局势 将两个人引到此地 准备来个 瓮中 捉鳖 这样就 万无一失了 但是 他们却不知道啊 引来的并不是什么 鳖 而是 两头巨龙 灵光寺 这小小的瓮 轻轻一拍 就会碎 不断有人影浮现 一时之间 灵光寺 真正是 被光芒 不满 不过这些光芒啊 不是灵光 而是 凶光 凶气滔天 杀意盎然 这 重重的禁制 在张静和草楼局势 入室之后 也已经 启动了 单单这些阵法 陷进去 都足以令 九成的法师静高手 应故不暇 折击 沉沙 九死 医生 更何况 还有上百名 巫师联盟成员 以及 六大 顶尖 降头师 押阵 他们 有理由相信 别说是 毛山派 第一高手 就算是 整个 道门 第一高手 来此 也是 十死 无生 啊 毛山派 张静 很快啊 一名头上 梳着辫子 大扮造型 怪异的 干憋老者 走了出来 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举高临下 眼神 匹匿的 盯着张静 用滑下雨 阴冷的 开口 此人是谁 此人呐 就是这次 巫师联盟的 六大 领头人之一 龙婆多 在南洋 修行界 几乎 无人敢惹 在南洋 十大 巫师中 龙婆多 十里啊 也是 绝对排名 前三的存在啊 是我呀 张静 笑眯眯的 也上前一步 点头回应 我南洋 巫师 很少 踏足 华夏之地 与你们道门 经水不放河水 你 为何要到我南洋来 大开杀戒 这干扁老头啊 优婆多 质问张静 张静 也不着急动手 回答说 我杀的人呢 那都是作恶 多端之辈 杀了他们是 替天行道 有何不可 好一个 替天行道 可惜呀 我南洋的天道 还轮不到你一个 毛山弟子来行 龙婆多 厉声喝道 干壁的脸声 胸向壁露 你可知 你知 必死无疑 但是 还不等张静说什么 他马上就画风 这么一转 听着张静 英俊的面旁 冷声说道 不过 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那就是 不得反抗 乖乖的 疏手就擒 让我 冻下活虫 从此以后 听我的号令 做本尊 坐下的 一名童子 这样 你还有 活命的机会 听到龙婆多 这么说 上百名的 巫师联盟的成员 也没有谁反对 为什么了 一来啊 是龙婆多 凶名赫赫 没人愿意 处他的眉头 二来 是被 龙婆多 种下 活虫 从此以后 听他号令 成为他 坐下一名 推销童子 也并不是 什么好事啊 甚至可以说是 生不如死 所以啊 众多 无尸 看向张静的眼神 都带着同情 估计啊 龙婆多 是看上了 此人的 英俊的面旁 年轻的身体 以及 高深的 道门 修为 满足这样 三个条件的童子啊 的确 不好找 张静本来啊 还笑眯眯的 这威严 很快就脸色 沉了下来 感觉 被冒犯到了 这个老东西 他那怪异的眼神 大概什么意思 张静当然能猜到 张静决定了 等一会儿 一定不能让这个老东西 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竟然想让他张某人当坐下童子 真是 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 就在张静腰动手的时候 忽然又 中起了眉头 为什么 因为他发言 自己跟着干别老者之间 竟然有一些 因果关联 这 可是他 大扫荡南洋 大半个月来 第一次遇到 有因果关系的人 当他运转大因果树 仔细感应了一番后 那就很快放下心来了 为什么 两者之间呢 并非善因 而是 恶果 那既然如此 那就不用手下留情 故意什么了 张应啊 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自己这些年来 对于南洋 只闻其名 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 南洋巫师 只看见张静陷入沉思中 这龙婆多 他还以为呀 张应是在认真地思考 他的提议呢 刚哭的老脸上 就露出了一抹笑容 说道 今日我等 布下天罗地网 你就算踏翅 也难逃 好好地考虑 我的条件吧 做我的童子 我不会 亏待你的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五百九十九集 干别老者 龙婆多 面露喜色 见张静陷入沉思 还有呀 是张静被他们 巫师联盟的气势 所射了 知道 自己今日凶多 极少 逃不了 所以呀 才认真思考 帮他 做下的童子的提议呢 但是 却没想到 张静忽然开口讯问 你是否认识 一个叫张玄的毛山弟子 大约在 大约在 十五年前 他到过南洋 不认识 龙婆多 淡淡地回答 他虽然不知道 张静为何突然问这个问题 但是 他 如实回答了 张静点点头 龙婆多 应该是不认识 自己父亲的 毕竟啊 十五年前 张玄来到南洋时 几乎是直奔 活罗倒而去 没有 到过先罗 应该不会和这位 龙婆多巫师 有交际 如果当年 真的有什么过往 他旁边的草庐居室 应该也知道 当年呢 草庐居室 是陪着自己父亲 亲自来过一趟 南洋的 龙婆多呀 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张玄 那么 就只剩下 唯一 一种可能 那你是否认识一个 叫雷刚的 修道者 张静又问道 嗯 龙婆多听到这个名字 顿时眼神有了变化 怒气之中 又带着几分关心 连忙问道 你认识雷刚 果然 看见这一幕张静就知道 自己的猜测 对了 仔细回想啊 他 这么多年来 从来不曾接触过 南洋巫师 就算间接接触 也只有这 两种可能 一种 是他父母当年 来南洋时 与此人有过交际 另外一种 也是 福西堂 毛小方的师兄 雷刚 雷刚啊 当年 被他父亲 亲自剥夺了 掌门人 继承职位 转而 就传给了徒弟 毛小方 这雷刚心中感到 极其不满 怀恨在心 一怒之下 离开了福西堂 四处的 壮大 想要学成一身 厉害的本事后 再回去 跑要说法 结果 阴差阳错 竟然啊 来到了南洋 极可惜啊 那个时候的雷刚 虽然实力不弱 但是 却远远算不上 多厉害 不过 出入 脸失镜而已 没多油 没多油 就被人弄下了眼睛 甚至脑袋 都差点落地啊 后来呢 似乎是在南洋 找到了一个靠山 号称是南洋 十大巫师之一的 顶尖高手 才得以活命 多年来啊 功夫大长的雷刚 回到了 甘田镇 想谋害 毛小芳 夺回 扶习一堂掌门职位 可惜啊 遇到了张靖 恰好在 甘田镇 最后死在了 张靖的手中 现在看来 雷刚 在南洋的靠山 就是这位 龙婆多了 自己啊 因为杀了雷刚 所以他们之间 才会有 因果线 不过 仅仅因为雷刚 两人之间的因果线 就会如此多了吗 难道说 雷刚 对于此人来说 十分重要 雷刚啊 哈哈 张靖沉吟了一下 点头说道 我不但认识他 而且还 杀了他 哇 龙婆多脸色 瞬间 变得铁青 看向张靖的眼神中 也不再是纯粹的招揽 而是 那种怒火 雷刚 正是他指前的 坐下童子 他十分疼爱 看中雷刚 甚至啊 将自己的绝学 降头术 也传给了雷刚 但是 雷刚 竟然在两年前 跑走了 这龙婆多呀 就派人在 仙罗 南阳四处寻找 雷刚的下落 想要将雷刚 找回来 但是最终啊 都没有结果 因为雷刚 直接离开了南阳 回到了 华夏 这两年来啊 虽然龙婆多 又招揽过一些 坐下童子 但是这些童子 没有一个 能给他雷刚的感觉 没有一个 能够在他手里 活过一个月 全部 都被他玩死了 所以 雷刚 虽然是 龙婆多的 坐下童子之一 但却是他 不一样感觉的童子 当听到张静说 他杀了雷刚 龙婆多 当即暴怒 起了杀心 不过 他还是冷静了呀 因为 他看了看 张静的相貌 以及张静 几乎能横扫南阳 这 修为实力 心中的杀意啊 就慢慢的平复 杀了便杀了吧 就算你不杀他 被我抓住 他也难逃 一死 我当初很信任他 他 却敢背 盼我 偷偷逃走 死有余辜 龙婆多冷哼了一声 随即看向 张静说道 你不用担心 你杀了雷刚 我就会对你 我刚才说的话 依然有效 只要你 乖乖的 疏手就擒 放弃抵抗 让我 种下 蛊虫 就能 活命啊 张静 杨又彤 一本正经的说道 你可能误会了 我并不是担心 你对我怎么样 我是想说 雷刚 死在了我手中 接下来 就该杀你了 你 你 龙婆多大怒 正想说点什么 张静啊 可是已经 按耐不住了 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抬手这么一招 整座灵光寺上空 都被雷霆电芒所宠斥 手心 很快的就形成了一道 紫黑相间的雷霆光球 迎风而涨 蕴含着法师境极限的阴阳五雷咒 变成着龙婆多 屁过去 给我先压住他 龙婆多眼状 又惊又怒 有怕 他惊怒于张静 竟然不听他的劝详 竟然啊 真的 敢向他们 无师联盟 正面相刚 真是 不知死活 又怕呀 张静这道 阴阳五雷咒中 所蕴含的 强大雷霆之力 阴阳五雷咒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 法师境的极限呢 足以令他感到惊恐 有致命的威胁呀 还好 今天呢 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有整个巫师联盟 还有灵光寺事先 布置好的诸多 阵法陷阱 随着 龙婆多的暴退 其他巫师 反应的速度也不慢 当即 联手就启动了 灵光寺的阵法 阴风怒号啊 呜呜呜呜呜 仿佛啊 无数婴儿在哭泣 无数怨气 环绕啊 而张静呢 和草庐居士 锁在中间 同时 一道 模样古怪 仿佛有着 三头六臂的邪神 虚影 就浮现了 手捏法诀 朝着阴阳五雷众 拦截而去 哄 这强烈的碰撞 掀起大风啊 仿佛 令整座灵光寺都 震战了一下 周围上百名巫师 也都是身体一战啊 要是一对一 那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接下阴阳五雷咒的 但是啊 当人数众多 分摊 威力 还真是将阴阳五雷咒 硬生生的 拦截了下来 啊 好厉害的 雷挺之力啊 难怪 如此嚣张 龙伯托 退到安全位置之后 心有余悸 眼神 阴毒的 看着张静 厉声道 既然你 敬酒不吃吃法酒 不吃食物 那就 去死吧 说呢 只见他 双手捏出了一个 奇怪的法觉 口中念念有词 得到额头上 竟然 逐渐裂开了 一道口子 就像是 拖出来 一只眼睛 嗡 这龙伯托呀 眉心第三只眼 出现的瞬间 无数的气息 就蔓延开呀 一种 灵力到极致 又充满 协会的光芒 迸发 被阵法 锁在中间的张静 忽然隐隐啊 有错感应了 他似乎 被盯住了 转确的来说 是他的脖子 被盯住了 心中马上 就产生了一种 警惕性 几乎 是同一时间 龙伯托的第三只眼睛 碰发出的灵力气息 化作一道 诡异 邪恶的剑气 这道剑气 仿佛穿越了空间 瞬间 就来到了张英的身前 而后就朝着张英的脖子 斩过去 死吧 龙伯托低声怒吼 眼中露出残忍之色 其他几位明白了发生什么事的顶尖巫师 也是纷纷点点头啊 眼带笑意 看来龙伯托 是真正动了杀鱼了 上来就是他最上堂 也是最阴毒的 斩头响 南洋鼎鼎有名的十大响头树之一 这种着呀 必定脑袋掉落 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听说过龙伯托 祭出这招 失守过 张英 算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下一瞬 令所有人惊爆眼球的一幕 无言了 只愿啊 张英忽然伸出一根 缠绕着雷挺的手指 虚空这么一点 龙伯托 那赖衣成名 微真四方的 斩头响 就像是纸糊的一般 是支力破碎了 那诡仪 逢利的咽气 直接 消散于无形 张英自然是 毫发无寻的 站在原地 脑袋呀 更是没有落地呀 这是什么邪术 有点意思啊 这张英啊 若有所思的 看着龙伯托 这门邪 其实威力 连法师境极限都没有达到 是 最多啊 只有法师境后期 但是 鬼以无比呀 战杀之力 瞬间就来到了对手的眼前 让人使 防不胜防 就算是法师境极限的高手 若是没有做好万全之策 恐怕也会被消掉脑袋 但是对于张英来说 这种级别的杀招 那是小儿科了 随便动用一点本源规则 就能轻易的 扬起话机 让张静真正感到大意的事 在这门斩头墙上面 感应到了一丝丝 后清的味道 毕竟啊 后清最擅长的是 咒杀之力 与南洋的降头树 是有点相似之处的 可以说呀 降头树啦 巫树啦 其实啊 就是从后清的诅咒之法 演变而来的呀 只是这威力 削减了很多而已 南洋盛行巫树 降头树 后清的藏身之地 该不会是在南洋吧 张静眼神转动 心中猜测到 看来啊 能扫荡完 邪魔妖刀 转完了光德纸之后 还可以寻找 后清的下落呀 什么 竟然没死 龙婆多的 盏头翔 失手啦 哎呀 不但失手 而且 被随手轻轻一戳 就挡住了 张静啊 还有心情 胡思乱想 可是 在 无师联盟 众人的心中 却是先知 头天 举浪啊 这一幕 简直 超出了 他们的认知 这龙婆多自己呢 已是惊骇到了 无疑复加的地步 但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更让众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 不再留守的张应啊 猛的 瞅瞅天空一招手 这九天之上 雷鸣阵阵 神消雷法 被牵引落下 这无师联盟啊 耗费了无数精力 极大代价组成的灵光四阵法 就像是玻璃罩一般 咔嚓一声 完全碎裂 这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杀 杀了他 大家起住手 今日此人不死 我们也都活不了 动手 这惊恐交加的无师联盟 彻底慌了神了 纷纷施展出自己压箱底的绝技 无数了 孤独了 小鬼了 恶魔了 十点一奔 瞅瞅张静 砸过来 来得好 张静健壮 不胆不惊恐 反而大笑了起来 张道友 可要我帮忙吗 草庐局势 询问道 千万不要 张静大声回答 整个的灵光四 此刻 完全被雷霆笼罩 张静脑海中 接连不断疯狂响起了系统悦耳动听的提示音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正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胖 张华胜 第六百集 法师镜 极限高手 领悟了一部分的本源规则 半只脚啊 跨入了天时镜 他们的实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已经超出了法师镜的范畴 在法师镜的范围内啊 便是无敌的存在 不过 这只是在一对一的单调的情况下 如果啊 遇到提前埋伏 或者面对一大群高手的围攻 这法师镜极限 照样 也扛不住 但是 真正的天时镜 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管是 事先设好的陷阱 还是人海战术 在天时镜的面前 那都是不开一击 毫无用处的 能够战胜 天时镜的 只有 天时镜 即便是 张静这样的寡婢 在没有跨入天时镜之前 也不可能 以法师镜的实力 越界 挑战天时镜 所以啊 这群南洋巫师们 从一开始啊 就错了 觉得啊 他们神多失重 集结了整个南洋一小半的高手 并且事先设下了埋伏 张静就成了他们的梦中之鳖 所以 任由他们拿捏 因为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天时镜 那代表着什么呀 当张静 引落神霄雷亭 他们才终于知道 害怕了 这恐怖的威压 弥漫开啊 即便是龙婆多在内的六大南洋顶尖的巫师 也心中 惊恐到了几点啊 惊恐到了几点啊 浑身颤力 有种跪下来 扶手贴耳的冲动 甚至啊 他们觉得别说是他们自己了 就算是他们所供奉 统拜的真正神灵下凡 恐怕 也会在这宛如天法般的雷顶中 硬生生的被轰杀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他们供奉的所谓的神灵啊 实力多半不如汉拔后卿 但是后卿啊 被张静灭掉了一缕魂魄分身 汉拔 更是被张静和草炉居士 联手斩杀 魂飞 魄散啊 这群巫师 又能对张静 带来什么威胁呢 所谓的联盟啊 在张静的眼中 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 呜呜呜呜呜 令人头皮发麻的 阴冷乌音声 重斥着 灵光寺 千奇百怪的邪术啦 卑蕾啦 小鬼啦 英灵啦 恶魂 重斥着整个空间 有如雨点般的就朝着张静攻击而去 这群巫师 虽然心中啊 惊恐到了极点 但是他们也知道 爱公没有回头见 他们和张静之间 是不可调和的 今日 不是张静死 就是他们亡 没有任何缓解的余地 只能放手一搏了 这如此一来啊 张静 这最想要的场景 就出现了 雷霆落下 一个个赤梅 王梁 惨叫着 化为了灰烬 短短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张静便收获了将近两百年 大功得值 小功得值 更是数以万计啊 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啊 已经有指前半个月 在南阳扫荡中国的一半嘛 嗯 果真啊 还是等着反叛 上门送人头的好 才是最简单 方便的呀 张静心中 喜悦 又刚开 独手更加迅猛 狠力了几分 他现在啊 主要的目标 就是先杀小鬼 灵鹰 恶魂 等赤梅 王梁 这巫师们 他都暂时啊 没有去动 因为他这样 才能效果最大化 要是先把这巫师 邪修给杀了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释放自己 数十年如一日 精心培育的小鬼 就先死了 张英啊 可没地方刷工的直屈 可张英啊 越是这么做 操纵着天罚般的雷霆 却不要他们的命 才让众多巫师 邪修 更加惊恐 简直是 最残忍的折磨呀 原来 他们为了修炼某些禁忌法术 或者为了培养小鬼 他们滥杀无辜的时候 也不会让人死得太痛快 会先用尽各种狠毒的办法 让他们惊恐 绝望 仇恨中 死去 这样远气 才会最大 现在啊 他们都怀疑了 张静也用同样的方法 对付他们 逃啊 有人见识不妙 想要逃走 他们虽然啊 不能预空飞行 这逃跑的速度 确实很快 但是人数众多呀 有上百人 从不同的方向逃窜 张静应该没办法 将他们全部诛杀 可惜啊 现在的张静 不是法师静的时候 只见他 手中的法觉一变 这空中穿梭的雷霆 顿时像是被一张无形的大手操控 就像是一条条巨大的锁链 将整个灵光寺包裹了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丘龙 虽然呢 因为丘龙范围比较大 需要的雷霆锁链比较多 所以就导致每一条雷霆锁链的威力都减弱了 不是特别强 但至少啊 法师静以下 还是没办法斩断 雷霆锁链 没办法逃出丘龙的 如此一来啊 这武师联盟中 九成的邪修 都逃不了了 只能在这丘龙内啊 乖乖乖的任由张静 刷工的职 慢慢的收割 偶尔啊 有人冲破雷霆的丘龙 也不要 张道友啊 我帮你解决逃跑者吧 草炉局势正准备帮忙 张静却一人大喊一声 草炉道友且慢 放着我来 只见张静口中低喝了一声 是 平时啊 似乎只能用来赶路 再没有其他用处的斩妖艳 嗡的一声 发出了愉快的剑名声 他呀 也想撒撒花了 就从张静的背后 腾飞而起 盘旋在灵光寺的上宫 有一位啊 和龙婆多齐名的 南洋十大巫师之一的老者 刚刚冲破了雷霆的丘楼 心头大喜啊 觉得自己已经逃出活命来了 死不了了 慌不择路的就要远远离开灵光寺 逃得是越远越好啊 这不曾想啊 藏于剑侠中的斩妖家 也不需要张静操控 化作一道灵光 就追了上去 碰 卫列南洋十大巫师的老者 虽然在刹那间反应过来了 察觉到了危险了 想要抵挡 但是 一切都是无用功啊 在灵力的剑气之下 身体被洞穿而过 留下一个巨大的血窟窿啊 他瞪圆了眼睛 不敢置信 慢慢的倒地 死的不能再死 玩完了 在张静得到了剑侠之后 这斩妖艳啊 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不曾真正出教 所藏的剑气 达到了什么地步 张静自己啊 也难以估量 他自身的剑气 以及张静修炼侠客行后 实时一剑决运养 现如今的斩妖架 比张静当初刚得到他时威力 提升了数倍不止 就连草炉居士看见这一幕 也暗自惊讶呀 他本来以为 张静剑术修为只是普通 所以啊 当初斩杀汉拔时 不曾动用过斩妖艳 但现在看来 张静如果真正出剑 威力啊 将会超出他的想象 只是因为 这一招是藏剑术 也不想轻易动用而已 其他也没有来得及逃跑 但是心里有想偷偷开溜的巫师 看得更是肝胆剧烈 他们两张表情争鸣 有恐惧啊 心中大骂 王八蛋啊 这个毛山到是 是完全不给他们留任何一点活路啊 留下来 会在绝望中慢慢死去啊 逃走 直接马上就死 这叫什么呀 杀人 诛心 我们跟他骗了 我们死 也要让这个毛山道士 掉半条命 有人绝望的 发出了怒吼 不但 将自己多年来培养的 底牌 全部扔了出去 更是不惜耐价 施展出了尽数 有人就开始 喝脉 放血 有人就弯下 自己的心头肉 喂养小鬼 有人就损耗 自己的寿命 召唤血神 有人更是 直接杀了同伴 用起全身的精血 临时 撞大自己的杀招 哎哟 一时之间呢 整个灵光寺 不但被雷霆笼罩 也被血于腥风 笼罩 二张应呢 笑的呀 嘴都快裂开来呀 没想到啊 这群南洋 巫师邪修 还挺有种啊 死之前 还要给他 谋取福利 增送大礼包 本来啊 这群巫师的 小鬼 恶魂 大部分 都偏弱 这达不到 大功德值的标准的 斩杀后系统 只会给出 小功德值 可现在呢 咱们纷纷实展尽数 不惜一切代价 要壮大自己的杀招 想着就算死 也要崩坏 张应的牙齿 不让他好过 这小鬼们的杀伤力 瞬间 更上一层楼 这如此一来啊 张应的牙齿 倒是没有被崩掉 但脑海中 大功德值入障的提示音 竟然超过了 小功德值的频率啊 半课中之后 灵光寺 恢复了 安静 横七竖八的 无失尸体 躺了一地啊 很多人啊 实状都很凄惨 但是 并不是张应所谓 张应 只是要了他们的性命 并没有分尸的喜好 他们缺胳膊少腿 甚至浑身干枯 血肉 都被蚕食干净 是他们自己动用 尽招过渡 造成的 跟张应 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应甚至是无辜的 而且这些人呢 都死有 余辜 从他们修炼的功法 实证的法术 都能看出 没有一个是走正道的 如果呀 是正道中人 他们根本就不会加入 无师联盟来对付张应 只有这邪修 再听说张应 横扫南阳 替天行道 专门 轻扫恶人 才会作贼心绪 给予 抱团取暖 这确定了 在无漏网之余之后 斩妖剑从高空中 飞回 就落到了 张应的背后 张应啊 连忙调出系统界面 清点收获 只是看了一眼啊 哎呦 就不由的 笑了起来啊 嘴角 都快 咧到 耳根子上了 这次的收获 小功的值 都是不多 才三万 不到 那是大功 那是大功得值啊 竟然收获了足足 五百八十点啊 比张应 预想中的几乎 多了一倍 在这之前 张应横扫南阳 大半隔月 才收获了 三百四十点而已 嗯 看来这次南阳之行 大功的值入账 很有可能破千啊 张应眼神发亮 现在 他已经累积了 四千一百点 大功的值 等回去之后 他不但可以将 梦眉意求的 神霄雷法 提升一个层次 这剩下的功的值 说不定还能讲 上清大动真经 连升三层 直接让他跨入 天使经 第二个阶段 而一旦 跨入天使经 第二个阶段 一 神霄雷法的厉害 他的实力啊 恐怕直接 就是第二阶段 巅峰的存在 最多呀 也就是 嗜酒性 或许 稍微差一点 但是 爆发性 绝对不为差 实力 远胜于 草庐居士 毕竟啊 草庐居士 前些日子 和自己 坐而论到后 突破了 困了他数十年的平静 但是也只不过是 出入 第二阶段 转大发辣 张颖心中大喜 这有了足够的 大功德值 张颖就 底气十足了 不管是 将来后勤在下 还是 营勾 从皇权封印 挣脱出来 又或者是 将臣 处施 张颖啊 都不再一旦了 他们呢 要是敢出来 张颖 就敢刷 统统变成 功德值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零一级 灵光寺一战 爆出了超出想象的功德之后 南洋 这个地图的潜力啊 似乎差不多 就被消耗光了 接下来 张颖和草庐局势 又四处扫荡了很多地方 但遇到的邪修了 十枚亡两了 都屈之可数啊 只剩下 大貌小貌 两三只了 这十天来啊 全部压起来 张颖也就收割了 大功德值 六十点 小功德值 数千点 这事情啊 到了这一步 再继续待下去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张颖 对草庐局势说道 草庐道友 南洋修炼界的风气 经过我们两个人 这一个月来的整顿 已经大为改观了呀 邪修 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十枚亡两 彤彤 彤彤被诛杀了 我们呢 也到了工程 身退的时候了 草庐局势 这些日子以来啊 已经完全被张颖的 举动所震撼 什么都没有做的 他已经习惯性的听张颖的建议了 点头说道 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于是 两个人就这样踏上了返程之路 跨过了大海 和高山 在第二天 两个人就回到了熟悉的十万大山 万幽谷 九叔和秋生都还在呀 看见张颖归来了 都松了一口气呀 虽然知道 以张颖现在的警戒和实力 世界直大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很难有什么能够对他造成威胁的 更何况 同行的还有草庐居士 但是 这一去南洋 便是一个月有余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会有些不安 总算回来了 不是说 只去几天吗 怎么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是你父亲的事 有什么转机吗 九叔 眼神中 带着关心 也带着 几分的期望 他知道 张颖 这次去南洋 是去寻找他父亲张玄的消息 希望 希望听到好的消息 可惜呀 张颖摇摇头 说道 没有转机 虽然我没能看到 我父亲的尸体 但是 我已经清楚地感应到 他 已经死了 在十五年前 在十五年前 为了替我母亲报仇 他选择了一身四魔 与魔头魂魄 同归于尽了 随即 张颖 也将他在南洋 看见的情况 大致 告诉了九叔 张玄师兄 张玄师兄 九叔 难难地念了两遍 眼神中 不可避免地 凸显了失望 作为 那这一辈的毛山弟子 除了时间之外 几乎没有人 不会敬仰 张玄 而张玄呢 也帮助过九叔 他们这些 师弟 很多次 这些年来 不只有张静 心存希望 想着他父亲张玄 只是失踪 但仍然还活着 其实啊 九叔他们这些 师兄弟 也同样 这样期望着 但是今日 希望 总算彻底的 破灭了 不用太过 伤心 九叔 开了排 张静的肩膀 说了 为了降妖 出魔 而牺牲性命 并且 还为你母亲 报了仇 我相信 你父亲 并没有留下 任何的遗憾 张静点点头 说道 我知道 不过等将来 有一日 我能破开 那阵法后 会将我父亲的遗体 接出来 入土 为安 这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办完了 这次 十万大山执行 也算是功德圆满 张静不打算 继续在逗留 他 和九叔一样 此刻都已经是 归心四肩 迫不及待的 想回到任家镇 第二天呢 这两个人 刚告别了 万妖谷的重妖 以及草庐局势 准备 出发 这旁边 就传来了 呼喊声 师父 师弟 你们等等我 话音传来 秋生就带着女鬼 楚吉 追了上来 做什么 九叔 瞪了秋生一眼 对于这个徒弟 九叔虽然心里决定 不再去过多的插手 也不会再阻拦 他的恋爱自由 但是表面上 还是不会 给秋生任何好脸色 当然是 跟着师父 你们一起回人家镇啊 好在啊 秋生这祸 脸皮厚 平时没皮没脸 习惯了 面对九叔的冷脸 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黑黑笑着就回应 你回人家镇 干什么 九叔问道 当然是 回去 看看小师妹呀 小师妹出生 我这个 当二师兄的 还没回去见过 多不好啊 秋生说完吧 又笑眯眯的看着张静 继续说道 还有 张师弟和婷婷的喜酒啊 我也没喝上 回去 都让他们小夫妻两口 请我 吃一顿好的 九叔 冷哼了一声 没说话 没说话 就代表默认 于是 这来时 只有张静和九叔两个人 回去的路途上 张静就多代了 以人 以女 管理 也算是完成了 九叔最初 来 安州府的目标吧 把秋生 带回 人家镇 只不过呀 女鬼 也一兵带了 回去 回去啊 仍然是 张静带路 虽然这女鬼 楚吉 也能飞行 但是啊 作为魂魄 飞行的速度 这太慢了 而且受到的限制太多 不能飞太高 也不能啊 在阳光下 纵十万大山 回到人家镇 虽然也有些远 可比起去南洋 就已经太多了 当天下午十分 人家镇就已经 出现在了眼前 张静啊 先将九叔和秋生 送回了 义庄 这哲孤 和文采 看见 扩别了 两年的秋生 终于回来 自是惊喜 咱们暂且不说 说张静 张静啊 与他们短暂的 打了招呼之后 就对哲孤说道 师姑啊 我先回去了 自从张静和任婷婷成亲之后 就搬离了 就搬离了一桩 在镇上买了一套中西河壁的院子 嗯 回去吧 这一个多月呀 婷婷可每天都会念叨你的 哲孤 笑着点头说道 看见张静和他徒弟任婷婷关系这么好 他作为师父 也很开心 这张静回到了家时 任婷婷正在院子里修建盆栽 没有说话 张静先紧紧的将任婷婷涌入怀里 抱了好半赏啊 让一个多月的相思之情 缓解了一些 两个人才分开的 让我好好看看 张静和 双手捧着任婷婷的白皙光滑的脸颊 仔细端详着 这嫁人为妻 又怀了孕之后 任婷婷婷虽然漂亮不艳 依然光鲜亮丽 但脸上的少女感啊 终于消散了不少 变得成熟了一些 脸蛋显得圆润了一些 嗯 还好啊 没有受啊 张静笑着说道 师父 每天都监督着 每天让我呀 无鸡汤 无鸡汤大鱼大肉 怎么可能受得了啊 我这一个月啊 胖了十几斤啊 任婷婷翘着嘴 带着撒娇的 说道 在外人的面前 任婷婷几乎不可能 再表现出这种 少女时的娇憨和任性 早就已经是 独当一面的人家大小姐 更不用说呀 后来经历了三年的磨难 只有在张静的面前 她才会放下伪装 一入当初 张静最开始 见到她的母亲 棒点好啊 以前你太瘦了 而且张静双手下移 也就来到了 任婷婷的小妇 小肚子的旁边 怀孕两个多月 虽然还不会有 太明显的痕迹 但是手放上去 还是能略微 感受到一点轮快 张静来回的轻轻 扶摸着 黑黑说道 而且呀 你肚子里面现在不是 还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吗 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的分量 是两个人的分量 他现在啊 算是有点对九叔当初的心态 感同 深受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转变 本来啊 张静对于要孩子这件事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有些抗制的 就像当初九叔抗制和折孤结婚一样 当真正有了孩子 适应了之后 心态啦 想法啦 各方面自然而然 就改变了 我知道了 任婷婷甜甜一笑 好问道 你和师叔去安州府怎么样 把秋生师兄带回来了吗 人呐 都是带回来了 只不过 情况和最开始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把那女鬼也一起带回来了 而且这两年的时间 秋生的变化很大啊 张静啊 掺扶着任婷婷 回到李屋座下 开始缓缓给他的诉说 这一个多月的经历 从万妖谷到洞虚山 从汉拔到草庐居室 从打听父亲张璇的消息 到去南洋查看 那不知名的远古镇法 再到最后横扫南洋 事无局气 说得很长 说到一半时 下人就已经做好了饭菜 请两个人吃饭 两个人吃完饭 洗书完毕 回到卧室 躺在床上 张静啊 就让任婷婷 靠在自己的胸膛上 继续 对他说着 最后说完啊 两个人 相拥而明 两个人 刚成金不久 就分开 一个 本来应该是 小别 盛新婚的 可惜现在呀 人挺挺怀着怨 这没办法回来呀 这个人只好 穿着衣服 睡觉 睡觉了 这样 张静虽然没有 得到释放 但是 睡得很心安 但是 他 却没有注意到 当张静 说到他 斩杀 汉法 又去南阳 找他父亲 张璇 遇到了一个 诡异的阵法时 人挺挺眼中 浮现了 浓浓的 担忧 这种担忧啊 不像是 心有余悸 担忧张静 在十万大山 和南阳 遭遇的危险 而是 担忧 以后啊 回到人家阵后 张静的日子 过得十分的悠险 每天呢 除了修炼之外 便是 带着孕妇 人挺挺 四处的散步 每天一点 也不会觉得 无聊 至于 赚取功德值 暂时啊 也不用操心了 斩杀汉拔的 三千大功德值 以及 在南阳收到的 十余万小功德值 和将近 一千点 大功德值 足够它 慢慢的升级了 因为啊 到了天势应后 每次修为的提升 这动静的动静 这动静都很大 再加上 也不着急 所以啊 张静放慢了 突破的速度 两个月的时间 才讲 上行大动真经 从第八层 提升到了 第十层 这别人 或许提升这两层 或许要花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但是张静不同啊 本来是可以 接连突破来着 但是为了适应节奏啊 放慢到两个月 这两层 因为依然是处于 天势境第一阶段 所以消耗的大功德值 不算多 分别是三百二十点 和四百四十点 总共七百六十点 张静现在啊 还剩下三千四百点 大功德值 接下来 如果再升级 那就是天势境 第二阶段了 这果然呢 若同草炉居士 所说的那般 天势境第二阶段 要升级 功法修为 必须得以掌控 足够深 足够多的 本源规则 为条件 否则啊 若是对本源规则的掌控 不够深 功法 那是没办法突破的 张静现在系统界面 显示的 也是这样 虽然三千四百点 大功德值 能够轻松的讲 上情大动真经 再提升一层 可是因为啊 他目前神秀雷法 才入门级别 只能算作是天势境 第一阶段 无敌 尚未达到啊 第二阶段 所以张静 接下来 要么 将神秀雷法 提升一层 要么讲 侠客行 也提升到 天势境的层次 掌控一部分 见到 本源规则 如此 才能继续升级 上情大动人经 多 不如经啊 且提升 神秀雷法 与实力的帮助 远胜于提升 侠客行 这半年的时间 一晃而过 那真是光阴四件啊 张静啊 在神秀雷法上的造诣 达到了一个平行 感觉啊 如果只靠自己 恐怕很长时间 不会有任何的进步 于是挑了一天 风雨娇雅 雷电闪烁的夜晚 张静选择突破 神秀雷法 这一门呢 让他横行天下的神通 终于更上 一层楼了 也不知道啊 能有真正蔑视神雷的 几分威力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零二级 为何选择在 雷雨交加的夜晚突破呢 这自然是因为啊 神秀雷法突破的时候 动静 必定会很大 当初啊 只是刚领悟 这门神通 入门时 就盖压 方圆百里啊 天雷滚滚 现在 突破到第二层 将会有什么样的异象 张经自己啊 都不好说 如果 在晴朗的天气突破 这附近周围的渔民 估计啊 会被吓得不轻啊 人家镇 西边七八公里外 有一处 荒山山顶 张经 正盘膝 而坐 虽然此时 正下着 瓢泼大雨 但张经身上 却没有半点 被雨淋湿的痕迹 因为啊 这雨水落到 它头顶 一吃半高的时候 就会像落在了 无形的雨伞上一样 自动被弹开了 这并不是什么法术 只是啊 修为突破天势镜后 对于天地直立 有着小小的掌控罢了 就看着脚下 这片荒山 张经不由的笑了笑 这脑海中浮现出 诸多的回忆 当年啊 人挺挺的爷爷的坟墓 被人动了手脚啊 这出妥后没多久 几乎就变成了 飞秧 又被张经和九叔联手 中伤后 就逃走了 就是躲在这座荒山的 山洞里面 后来啊 常威这家伙 被幕后黑手 威胁 做了叛徒 故意勾引张经 来到这里 虽然最后啊 张经成功的 消灭了殃尸 但是自身啊 也中了尸毒 再后来 人挺挺感动 鼓足勇气 嘴对着嘴 把尸毒 从张经身上吸入了 自己的身上 可惜啊 虽然最后僵尸直祸 消除了 但时至今日 那陷害人家的幕后凶手 是谁 仍然 是个谜 只知道 那个凶手 是魂魄的状态 想要用某种秘法 夺射 重生 应该 认识 九叔 但是 他现在 是死 是活 是 另寻 他路 夺射 成功 还是魂飞 魂魄魄散 都不清楚啊 不过呀 如果真正算起来 自己和任婷婷定情 也就在这 山洞中吧 想到这里 张静不由的 笑了一下 时间 过得好快 张托 还只是 互有好感的两个人 历经磨难之后 现在已经 绝为 夫妻 连孩子 都马上要出事 要守护住 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啊 所以 必须变得 更加强大 需要 更多的功德值 张静 感慨了一会儿 感觉自己的惊奇神 都已经 达到了巅峰 轰 当一道响亮的 雷声过后 一道闪电 划破了天空 让黑暗的雨夜 恢复了 瞬间的光明 张静啊 也就在此刻 按下了 系统界面 神霄雷法 后面的 加号 轰 世海中的 雷霆种子 猛的 震颤了起来 但是这一次 雷霆种子 不再只是 将张静 拉近那福 紫霄 神雷 荡青 世间 一切赤霉 枉凉 有如 灭世的 场景 而是 在张静 世海中的 这颗 雷霆种子 像是 发芽了 一般 是的 开始 发芽了 就像是 酝酿多年的 残勇 终于 要 破茧 而出 开始了 蜕变之旅 刹那间 张静 世海中 爆发出 万丈的光芒 轰隆隆 和张静 所预料的一样 这九天之杀 开始了 密集的 雷鸣电闪 这恐怖的 威压 从张静 头顶 弥漫 而来呀 不断的 有雷霆 本源 规则之力 在张静 周围 演化 如果不是 雷点 交加的 雨夜 这附近的 居民啊 绝对会以为 老天爷 发怒了 吓得是 除浮发抖啊 这不知道 过去了 多久 张静 对于 雷霆 本源 规则的掌控 达到了 某一个 临界点 终于啊 世海中 那颗雷霆 种子 吸足了 雷霆 营养 终于啊 从一颗 小小的 种子 绽放出 万亿 造的雷霆 将 世海 完全的 宠斥 张静 念头 转动 只是一念之间 他的世海 就能化作一片 雷霆的世界 念头再转 不单张静 世海 变成了雷霆的世界 他所处的 整座荒山 也被 附近的雷霆 笼罩 这雨水了 尘埃了 都被 隔绝在外 只要张静 愿意 这个范围啊 还可以扩大 不仅仅 陷于 这座荒山 可以 方圆 十里 百里啊 而且啊 这并不是张静 从天上 召唤 牵引 雷霆之力 而是张静 一念之下呀 雷霆 自然声称 就像是 草庐居士 突破到天师境 第二阶段之后 抬手这么一招 云雨 便来 白手这么一挥 云霄 雨惨 张静啊 则是一念 那就是雷霆世界呀 这以前呢 张静 在实陈 神霄雷法的时候 会被很多旁观者认为 他是雷神伏身 神灵伏体 但是现在啊 张静 就真的是雷神了 此刻啊 就在他实法的时候 雷霆世界声称 他的额头上 就正有一道雷霆的标记 在 熠熠生辉 这不是雷神 是什么呀 张静 伸手这么一握 这片雷霆世界 就会根据他的意愿啊 随意的切换任何的状态啊 可困敌 可杀敌 可防日 在这片世界内 他几乎无所不能 这就是 神霄雷法 第二种的威力吗 张静 眼神如玉 选择升级神霄雷法 果真是正确的决定啊 现在他的实力 比升级之前 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要是再让他面对焊拔 他单独一个人 也不依靠别的手段 什么舍利了 斩妖雁了 都不用 就凭静神霄雷法 就能轻易地将他斩杀 被封印在黄泉中的 营钩 如果呀 他还能再通破 封印来到这阳间 张静也觉得 可以对付 而不是像千年前 神光禅师那般 以无数的僧人 正道高手的性命为代价 勉强地将其封印 就算是 后夕杀死老天师的后卿 张静也不再惧怕他 这后卿的咒杀之力 那滴血鬼呀 就像是这天地间的毒素 只要他准备的足够充分 几乎没有人躲得过去 因为就像这一片天地 要毒杀你 这正常的情况下 你往哪里躲呀 这也是老天师 中招的原因 但是现在 对于张静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难题 一面雷霆 世界起 在这片世界中 就算是后卿的咒杀之力 也无所遁形 就是生成这 雷霆世界 消耗有点大呀 上清大动真经 即便到了第十层 也有点 扛不住 张静 鼻咕着说的 他很快呀 就将雷霆世界散去 整座荒山 恢复了正常 又被雨水所笼罩 张静 额头熠熠生辉的 雷霆印记 也随之 隐藏了起来 听好啊 要不然 这平常的时候 在额头上 也有雷霆印记 发光 那倒是 挺尴尬的一件事 果真如同 我猜测了 那般哪 神霄雷法第二重 直接便是对应 天师境第二阶段的巅峰啊 草楼倒有 突破后的 云雨迹 威力 可没有我这般大 所以啊 要轻松的实展 这神霄雷法第二层 必须的讲 上清大动真经 提升到 十一层往上 才行啊 张静 盘算着 就点开了脑海中的 系统界面 姓名 张静 公法 上清大动真经 第十层 真阳宫 大圆满 罗汉浮魔宫 大圆满 法诀 神修雷法 小城 侠客行 加号 第五层 大阴火术 大圆满 五行八卦掌 大圆满 大光明降魔指 大圆满 大力金刚掌 大圆满 清风盾 大圆满 母雷咒 大圆满 清神术 大圆满 斩妖诀 大圆满 治愈术 大圆满 步伐 三步丁钢 大圆满 镇伐 五行八卦阵 大圆满 福禄 屈血服 大圆满 收魂服 大圆满 焚火服 大圆满 定身服 大圆满 镇宅服 加号 大圆满 小功德值 七万九千点 大功德值 六百点 可以兑换成六万点小功德值 是否进行部分兑换 神消雷法第二警戒 系统给的注释是 小城 那按照这个说法 下一个警戒 应该就是 大城了 也就是说呀 神消雷法一共只有三个警戒 第三个警戒 那就是 终极状 当然 现在神消雷法后面 不可能 不可能 再有加号 这剩下的大功德值 从三千四百点 变成了六百点 这次升级神消雷法 花了足足 两千八百点 大功德值 这差不多呀 相当于 把一个汉拔 给划出去了 很值啊 无朝所值 张景对此啊 一点也不觉得多 在见识了神消雷法 第二个警戒的威力之后 花费再多的功德值 张景觉得 也是值得的呀 可惜的是啊 剩下的六百点 大功德值 上清大动真经 也不够升级了 张景遗憾的想到 要是剩下的功德值 能够将上清大动真经 提升到第十一层 修为慢入天使经 第二个阶段 张景这个时候 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升级 可惜呀 现在还差一点 这上清大动真经 升级到第十层的时候 花费的大功德值 四百四十点 因为是跨越阶段的原因 恐怕升级到十一层 功德值的翻倍啊 很大可能 在八百点左右 得想办法 再赚点功德值 把差的这两百点 大功德值 补齐才行啊 张景在心里默默地想到 只有将上清大动真经也提升到天使应第二阶段 把迪允不足的短板也补齐 张景啊 才能真正 无拘一切 当然 最近两个月呀 张景是先不考虑 赚取功德值的 因为就在这两个月内 任婷婷马上就要临盆了 张景这段时间哪里都不会去 只有在乖乖的守在人家镇 陪着任婷婷了 哦 该回去了 张景笑了笑 突破后的心情很不错 瞅瞅空中 踏步而起 便在羽目中快速的 飞离了黄山 不过呀 这次玉空飞行和原来有些不同 当张景全力赶路时 身体周围竟然隐隐有雷霆浮现 让他速度激增了一劫呀 现在 只是玉空飞行 速度竟然比之前 玉剑飞行还要快两成 若是玉剑飞行 速度则几乎比原来快了一倍呀 哦 没想到啊 还有这个好处 以后 要赶远路 就更方便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603集 就像是一道闪电 滑破 黑夜的雨幕 几个呼吸的时间 张景就从正外数公里远的荒山 回到了自家的院路 回到卧室 灯还亮着 人停停 正靠在床头 手里拿着一本书 这看见张景回来 马上就打着哈欠 把书放下了 等着张景上床 既然困了 怎么不睡觉啊 我不是 让你先睡吗 张景一边脱衣服 一边笑着说道 任婷婷 笑嘻嘻地道 静哥哥 你不在 我睡不着啊 突破顺利吗 很顺利啊 张景点点头 很快便上了床 作为修炼者 并且实力 已经达到了 法师境 人停停的身体素质 远胜于普通人 所以这次怀问 很顺利 这韵土什么的 都很轻微 这胃口很好 不过 现在肚子大了之后 行动啊 不可避免的 受到了一些影响 这张景轻轻地 抛摸着 任婷婷的大肚 感受着里面 孕育的 小生命 说道 不但很顺利 而且这次实力的增长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大呀 以后 就算是后清 迎勾 这样的 僵尸十足 远古携神 也都 不足为君 这任命令了 本来有些 瞌睡的 迷离的眼神 这文言 就惊死了几分 啊真的吗 静哥哥 你实力增长这么多 打破天地之库之后 天师镜以上的 实力划分 即便是法师镜 也是 难以理解的 是 任婷婷也知道 原来啊 这张静的实力 在面对 僵尸十足时 并不占有啊 即便是 最弱的汉拔 都是 与另外一名 天师镜 合力 才将其 斩杀 嗯 以后 咱们就不用 再惧怕 任何 任何 威胁了 张静 认真地点头 两个人啊 就这样 靠在床头 聊了一会儿天 才 熄了灯 相拥着 沉沉睡去 人挺挺 临盆的日期 越来越近 张静啊 也是 越发的 小心翼翼 心中 有各种的担忧 好在 有 有哲孤在 已经 生过孩子的 哲孤 在这方面啊 很有经验 带着 已经快一岁的 女儿 小雪莲 在最后的几天 几乎 天天住在 张静的家里 帮忙照顾 时间呢 就在这样 平凡 但是 不平淡中 一点点的 慢慢的 度过 终于 临盆的 这一天 终于 到来了 哲孤 和两个 吻婆 在房间里 来来 会 回啊 不断的 忙活着 端出来 一盆盆的 血水 又端进去 一盆盆 清水 虽然 人挺挺 并没有 像很多 产夫那般 捧得 撕心裂肺的 叫着 只是 很低微的 闷哼着 但是 在外面 院子里的 张静 也照样急的 像热锅上的 蚂蚁 团团转 作为 当时 屈指可数的 天使镜 高手的 他 在这种时候 仿佛 回到了 最开始时 一个 小小的 三流树 市井的 小道士 什么忙 都帮不上 只能是 甘蜡 这种 没着没落 有力 使不上 的感觉 还不如 让他 痛痛快快的 去和强大的 敌人 大战一场 即便 九叔 文财 秋生 三个人 在旁边 陪着 不断的 劝慰他 也一点 都不定用啊 哎 秋生啊 你说男人 一旦成了亲 要当父亲 就会 变成这样子了 文财啊 摇晃着 自己的妹妹头 低声的问道 这秋生就问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文财就 感慨得到 哎 咱们师父 也是这样啊 小师妹 出生的时候 你不在 人家镇 不知道 师父当时 也是在外面 这样 心机火焚啊 啊 不 咱们师父 比 张应师弟 表现的 还要过分点啊 啊 是吗 秋生 有点 不相信 他 没有亲眼 见过 所以 很难 想象 这个平时啊 总是 板着一张 脸的 师父 小心翼翼 这心挤入 粉的样子 是什么呀 真的 我呀 那你学一下 当时师父 是什么样子吧 文财这家伙 别的不行 模仿天赋 却是不错 说着呀 就悄悄的模仿 九叔 师太的模样 学的是 微妙 微笑啊 仿佛 昨日重现 这个秋生 没有忍住 笑出了声啊 你们两个混账 在干什么 九叔 其实 听到了自己 两个徒弟 在调侃自己 当文财 说的是实话 他 没办法去反驳 当初女儿 林雪莲 出生的时候 他的确 是比现在的张静 还要更加的不堪 只能当做没看见 随便两个徒弟 去说去 但是现在啊 文财 竟然模仿起来他了 就让九叔啊 这面子上 挂不住 没什么 没什么 文财 秋生 两个人挠挠头 姗姗的笑着 动作呀 出奇的一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师弟 郑卓仪呢 你们 还有心情在这里 开玩笑 九叔 板着脸训斥的 张应啊 板了白手 没放在心上 只是双眼 时不时的望向 铲房 眉头紧锁 终于啊 等了足足 半个时辰 在任婷婷 一阵 痛苦的 喊叫之后 铲房 终于传来了一声 嘹亮的 婴儿的哭声 哇 张静的心呢 像是被闪电击中 脑海在瞬间 就变得空白一遍 恭喜张道长 是个男孩 战婆也打开了门 大声的报喜 张静啊 愣了一下之后 还兴奋的 朝着里面冲进去 这男孩 女孩 连九叔这样的老古板 都不在乎 张静自然呢 更不会 因此在意啊 只要大人和小孩 都平安无事 一切顺利 便是最大的幸事啊 别无大求啊 男孩 没想到啊 张静师弟 婷婷生的小孩 是男孩 巧了巧了 咱们师父的是女儿 两个人呢 也相差一岁 说不定啊 从小 青梅竹马 长大了 是 文才文言啊 笑嘻嘻的说着 但是话 没有说完 就嘎嚷而止了 因为他的屁股 直接 被九叔 狠狠的踹了一脚 这次 九叔 没有脚下流程 力气很大 直接 把文才踹了个 狗啃屎啊 胡说八道什么 九叔 怒声道 学怜 是你师妹 张静的儿子 是你们师侄 两个人之间 差着辈分呢 你说的 是什么鬼话呀 文才啊 本来还很委屈 文言 顿时就知道 错了 从地上爬起来啊 躲到一边 不敢说话了 这个九叔 见文才闯了祸 这次 也不敢跟着 一起胡闹了呀 干净是 正经 危坐 到了一边 和文才 撇开了关系 事意 这也是 和他没关 只是 安静的 当个 吃瓜 群众 九叔 则是 愚怒 未消 气得是 咬牙 切齿 却不说呀 这两个小孩之间 插着辈分 是不可能的 而且 他的宝贝女儿 才一岁呢 这个小子 就开始 给他女儿 考虑 以后的人生了 不管是谁 都受不了 九叔 可不想 给女儿 订个什么 娃娃亲 这张应 没理会 这师徒 三个人的 胡闹 已经 进入了 产房 静哥哥 是个 儿子 任婷婷 躺在床上 浑身 被汗水 打湿 像是从水里 捞出来的一样 脸上 充满了疲惫啊 但是看见 张应进来 脸上就 尽是 幸福的 笑容 张应走上前 轻轻握住了 他的手 心疼 无比的说 婷婷啊 你辛苦了 任婷婷 轻笑着 两个人 一起看着 旁边的 小婴儿 都有一种啊 奇妙的感觉 这个 皱巴巴的 小家伙 就是他们 两个人的 儿子 从今以后啊 他们 就不是 两个人了 而是 一家三口 张应 肩上的 责任 也 多了 一分 他发誓 自己 会 守护好 这个 家 不会 走到 父亲 张璇 当年的 老路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零四集 一家两口子过日子 变成了一家三口 改变 还是很大的呀 这林婷婷啊 生完孩子之后 身体倒是 恢复得很快 但对于 年轻 没有经验的 他来说 带孩子 这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即便请了人来帮忙 乃孩子这种事情 尊归是不能别人待劳的 经常会忙的 手忙脚乱的 所以啊 生完孩子后的几个月 一年内 任婷婷 并没有得到解放 甚至啊 比怀孕时 更加忙碌 但是好在啊 在任婷婷 那是 大心眼里 喜欢小孩 也喜欢带孩子 所以 即便很忙 但是 心情却很开心啊 每天脸上 都带着 幸福的笑 至于张胜 倒是 一如既往的 轻松 每天呢 享受着 带孩子的乐趣 就行了呀 辛苦的活 那就不用他做了 所以 有时候 不得不承认 做男人 的确比做女人 要少受 很多苦啊 别的不说 就说生孩子 这件事 男人 就根本啊 难以想象其中的 艰难 和痛苦啊 一个女人 需要鼓足 多大的勇气 才能 生孩子 相比起 赚钱 养家 什么的 并不算什么 当然 这张应啊 连赚钱 养家 都不用了 这说起来呀 他还是一个 吃软饭的呀 张静 唯一 要做的正经事 那就是帮儿子 取名字 再经过 一周的反复思考 挑选 在二十几个 被选名字中 张静和任婷婷 目标就达成了一致 张 手 针 这就是张静和任婷婷 为儿子取的名字 谨守其真 还一物欲人 则是 无所泪意呀 没有什么 特别的意思 活着期望 这夫妻两个人啊 只想儿子 都能够 保守着真缘 保持本有的纯真 不为外物 所诱惑 知朴无华 不张扬 九叔和哲孤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也觉得很不错的 寓意 很棒啊 并且啊 呵呵笑着说 跟他们女儿林雪莲的寓意 那是一样的 他们给女儿取的名字 不也是希望女儿能够 像雪莲花一样的 纯洁吗 张静啊 无理吐槽 虽然寓意一样 但是听上去 我儿子的名字 明显啊 就比小师妹的名字 高端大气多了 好吧 当然 这种话呀 是不能说的 只能 在心里 默默地想一下 九叔 其他的事情 都可以不介意 但是 在他宝贝女儿身上 一点小事 可都 介意得很啊 这小孩子的变化 那是很快的 那是很快的 出生后的头三个月 几乎每天都一个新模样 约磨半年之后 约磨半年之后 就能够啊 在床上 来回地爬了 十个月左右 这是可以学着 这是可以学着慢慢地走路 一岁半的时候 这是可以完全独立地行走 当两岁之后啊 走啊 跑啊 都没问题了 所以 在这两岁前 可以称得上 是孩子的 快速生长时期 这两个 张静 会偶尔出去一趟 降妖除魔 赚点功德值 又去了一趟 关中的甘田镇 在福西堂 见了一次 毛小方 这除此之外 几乎没有 离开过人家的 都在和妻子一起 陪着儿子 慢慢地长大 这是人生中 民族珍贵的记忆啊 如果 在不要二胎的情况下 就只有这一次 一瞬间啊 张静 都不想错过 都想参与啊 而且现在呀 张静和任婷婷就发现 他们这个儿子 似乎不是普通的小孩 这竟然呢 在两岁的时候 在一次玩耍的时候 无意间 聚集了周围天地间的一丝丝 雷霆之力 这让张静都十分的惊喜呀 比他自己修炼有所突破 都要更高兴啊 自己的儿子 是个天才呀 这才两岁了 离修炼道法的时间 还早着呢 就算所谓的 从小开始修炼 那也至少得等到五六岁 才会接触的 这两岁就召唤雷霆 这完全属于啊 天赋一顶的范畴啊 几乎相当于是 先天雷体 将来啊 修炼雷法 必然会事半功倍啊 不过呀 这虽然很让张静意外 但是仔细一想啊 这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任宁宁怀孕之前 张静修为 就已经打破了天地的支库 跨入了天师境啊 同时 世海中也已经有了雷霆种子 如此的程度 几乎啊 形成了特殊的血脉 儿子能够继承一部分的天赋 那是实属正常啊 我儿守朕 有大地之资啊 这个张静啊 轻轻的捏着 儿子的小肉脸 黑黑的笑道 这任婷婷 看见自己儿子天赋一饼 自然也很开心啊 不解的就问道 静哥哥呀 大地之资 是什么意思啊 啊 你可以理解成为 是天师之资啊 张静就解释道 这两岁的时候 不曾修炼过任何道法 连字都不认识 最能够召唤雷霆 如此的天纵之资 说出去啊 那简直是害人平吻啊 但是 凭借自己的天纵之资 说有天师之资 那并不过分 虽然现在这小子 还傻乎乎的 盯着好吃的 就会潜在流口水 这出门上街 看见漂亮的小姑娘 就想上去和别人一起玩 就这样啊 张静在不知不觉间 就过了将近六年的奶爸生活 自从两岁时 发现儿子张守震 在雷霆直道方面的天赋异禀之后啊 张静 便将调教儿子的日子提前了 开始啊 叫他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天赋 修炼雷法 这几年过去了 这个小家伙 在雷法上 竟然已经有了不俗的造语 差不多可以媲美啊 普通二流宿舍了 不过呀 小家伙 小家伙 虽然在修炼上天赋一笔 但是在心智上啊 却并没有太成熟 虽然比一般的小孩子要聪明一点 但却并没有啊 超出太多 整体来说 却并没有太成熟了 这让张静啊 不断不失望 反而很开心 这小孩子 就该有小孩子的样子 即便是天才 也不能小小年纪 就什么都懂 如果十岁之后 还可以说是少年老成 要是五六岁就开始老成 那就不是天才 而是妖孽来 五六岁就像个小大人 张静甚至会怀疑自己儿子会不会跟自己一样 也是什么穿越者呀 张静啊 可不想有一个穿越者的儿子 且不说呀 当穿越者的父母是个高危险的职业 而且小小身体里装着一个成熟的灵魂 穿越着自己或许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是换个角度 站在父母的位置上来看 那就会很恐怖了呀 还好 儿子张守真 除了在雷法上天赋一笔 其他呀 并没有异常 让张静很安心 不过呀 这平静的日子终究 还是会被打破 坠日 人家镇 有个外来客 正是趋魔龙族 马丹娜 也就是啊 马俏丽的侄女 将来 江约女主角马小玲的姑婆 几年前啊 张静 曾经专门去过甘田镇一次 除了是为了眼毛小方之外啊 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找 马丹娜 找她干什么呀 想问问她 是否有 将臣的消息 毕竟啊 按照交约的剧情发展 只有马丹娜 才会意外的得到将臣的消息 但是可惜啊 那次张静只是见到了毛小方 并没有见到马丹娜 马丹娜和她姑姑马俏丽很久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甘田镇 四处的降妖出魔去了 毕竟啊 作为驱魔龙族的后人 他们马家是真的以降妖出魔为吉人的 而不是像张静一样 为了刷工的职 才会主动的去降妖出魔的 就看见张静啊 马丹娜十分高兴 激动到 哎呀 没想到啊 张道长 你真的在这里 我来之前 还在担心 是否会找错地方 只是 一个同名的人家镇啊 原来啊 马丹娜 这些年是四处游走 这次是恰好路过 人家镇 张静就招呼 马丹娜 进屋坐下 任婷婷在旁边 帮忙倒茶 呃 你姑姑呢 你姑姑当初 可是来过人家镇的 她 应该认路才对啊 她 张静 张静 可以的 她说 人挺挺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笑着摇了摇头 也不介意 对两个人就说道 马姑娘 千里迢迢而来 留下来吃午饭吧 我去吩咐厨房 多做一点饭菜 说着便离开了大堂 留下张静和马丹娜 两个人 马丹娜 这才说到 四年前啊 我和我姑姑 去了一趟甘田镇 听毛小方道长说 我 张道长 你已经成亲了 并且 已经有了孩子 我姑姑呢 就彻底放下 张道长你了 揭开了心结 找了个机会 投胎 转世去了 哦 张静啊 略微有些尴尬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怪不得刚才马丹娜 若有深意的看了眼 人停停 原来 是这个原因了 就在张静考虑着 怎么转移话题的时候 忽然房间外面 响起了两道猫叫声 喵 喵 不是啊 看来自己儿子张守真 乃声乃气 有一本正经的声音 妖怪 妖怪 说着 天地音 便由雷霆直立穿梭 小家伙已经开始 施展雷法 张静一惊 顾不得马丹娜 身形一闪 就已经通了出去 啊 还真有妖怪 张静见状一愣 很是惊讶 别说人家镇了 就算人家镇方圆数百里之内 张静 有很多年没有碰见过妖怪了 没想到啊 今天竟然有两只妖毛 不但忽然在人家镇 还专门跑到了他的家里来 是胆大包天 还是误打误撞 不知道他张静呢 张道长 请手下留情 就在张静啊 准备动手直记马丹娜 着急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说 这不是猫妖 是我养的两只猫咪 张静文言 哑然 哑然一笑 他就说了 怎么会有妖怪 胆大包天 跑到人家镇来 还跑到他家里来撒野呀 原来是马丹娜呀 养的 跟着他来的 儿子住手 啊 这不是恶妖 不用想要出魔了 张静笑着 对六岁大像模像样 摆出姿势要试法的张手针 啊 张手针点点头 撤去了雷法 他其实啊 也不想用雷法去批 这两只可爱的猫咪 可是啊 从小耳濡目染 被张静和任婷婷教育 看见妖怪 下意识地 就要施法 现在 张静让他住手 他马上 就住手了 那 他们不是恶妖 我能去 摸摸他们吗 张手针 排起头 仰着小脸 问道 马丹娜这个时候 一经走过去 笑着说道 啊 当然可以了 这两只猫咪很听话的 文言呢 小家伙张手针 就兴高采烈的 撸毛去 张静啊 现两只猫咪的确 温顺 温顺 听话 任由张手针 玩耍 也不生气 才放下心来 问道 啊 马小姐啊 你怎么会养两只 猫腰呢 马丹娜无奈道 哎 这件事啊 可就说来 话长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六百零五集 这两只猫 叫大咪和小咪 再不久以前啊 他们 都还是正常普通的猫啊 马丹娜 对于张应没有隐瞒什么 如实的 将事情的经过 缓缓的 倒出来 原来啊 当年在甘田镇 张静和马丹娜 马俏丽 分开之后 这 姑子二人 就回到了马家 祖宅一趟 没过多久 马俏丽啊 就恢复了记忆 两个人一起 找回了 驱魔龙族 马家世代 相传的宝物 竟是 龙珠 这竟是龙珠啊 只是马家先祖 马铃儿 在秦朝的时候 收服了一条神龙所画 也是马家诸多法术之中 威力最强大的 杀招 拥有 竟是龙珠 马家驱魔人 就能召唤神龙 威力 匪夷所思 再加上 马俏丽 在慈禧墓中 收复的幼年神龙 融合进入了 竟是龙珠里面 另 竟是龙珠的威力 再次提升了一个层次 按照马丹娜的说法 当他拥有竟是龙珠的时候 如果再遇到当初雪魔一样的妖魔鬼怪 他都有信心 可以单独的 斩杀 这听他这么说 张景对于竟是龙珠的威力 也就大致有了判断了 约莫呀 也就是 媲美法师境后期的威力吧 甚至 有可能达到法师境的极限 不得不说呀 如此的实力 在当今的修道界 几乎已经可以称得上是 最顶尖 除了屈指可数的 几名天师境 如果不遇到 上古邪魔一类的 大魔头 几乎已经无敌 这化学 就是驱魔龙珠马家 作为千年世家的 底气所在吧 但是马丹娜 拥有 净是龙珠的好日子 没有过几年 就结束了 大约在半年前 马丹娜 行走天下 想要出魔 就去了 领幼 而后啊 在一个 红西村的地方 碰到了 僵尸十足 将尘 拥有 净是龙珠的马丹娜 很自信 即便面对将尘 他也觉得自己能够 将其降福 但是很炎然啊 他自信过头啊 作为 僵尸四大始祖之一的将尘 人 就算实力不是最强的一个 也绝对不是 垫底的存在啊 而四大始祖 就算垫底 实力也是打破了天地之库啊 拿到了天师境的呀 甚至还是天师境第一阶段的巅峰 这净是龙珠的威力 就算再增长一倍 也绝对不可能是将尘的对手 就这样啊 玛雅千年来的传承至宝 而 净是龙珠 被将尘一抓 直接分为了两半 而化为了两半的净是龙珠 又分别被现在的这两只猫咪 给吞进了肚子 这净是龙珠 说是天地掩灵器最宠于的宝物 也不为过了 比任何妖怪的内丹 都要精纯啊 如果用来类比的话呀 倒是有些类似于张静手中的佛门舍利啊 所以 吞噬了净是龙珠的两只普通猫咪 迅速的净化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成为了 猫妖了 而且极其通灵啊 再过段时间呢 都有可能直接化作人形了 啊 竟然是这样 本来啊 没讲这样是放在心上的张静 听完后不由的瞪圆了眼镜 心绝 脱为起伏 讲尘 终究还是出现了 而且啊 和他猜想的一样 依然是按照江约的剧情 来展开的 出现的地点 出现的地点 依然是 鸿西村 依然会被马丹娜给撞上 马小姐 你遇到降臣时 他吸血的几个人 分别叫什么名字呢 张静追问道 马丹娜回道 哎 被降臣咬了 有三个人呢 分别是 游击队队长 邝国华 导国军人 山本一夫 以及 洪西村的一个小孩子 何复生 说到这里啊 马丹娜 顿了顿 去哪一道 哎 可惜啊 当时我只顾着和降臣僵守 等回过神来 去找这三个人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 不知所踪了 这三个人呢 被降臣咬了之后 肯定也会变成僵尸 为祸一方啊 我找了他们很久 都没有找到啊 张静文言 陷入了 沉思之中 完全对上了 邝国华 山本一夫 何复生 如果不出意外 以后啊 小孩子何复生 会改名 改名叫 邝复生 没想到 自己千算万算 多次防备 终究 还是错过了呀 现在 红西村的剧情 已经过去了 江臣肯定 已经离开 自己想要找到他 就很困难了 有如 大海 来 劳真 江臣 不愧是 江师先祖之一啊 实力太强了 简直 深不可测呀 恐怕 就算是 张道长你 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我实在想不到 当今世上还有谁 能降服他 马丹娜 神色慎重的 如此说道 他对于张静的认知 还停留在将近十年前 不然 甘田阵 亦 虽然那时候 张静以一己之力 斩杀了血魔 在当初的马丹娜 看来已经惊为天人 但是 当他拥有了马家传承至宝 静视龙珠之后啊 已经对于血魔层次的力量 已经有所了解了 而 僵尸十足 降臣 比血魔 要恐怖十倍百倍呀 根本 难以 衡量啊 所以 马丹娜觉得 张静 就算再厉害 也不大可能 对付得了将臣 不过 马丹娜画风一转 有皱眉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将臣实力 远胜于我 明明可以轻易的杀了我 但他并没有动手 像是故意放我一命啊 马家 虽然是千年驱魔世家 也算是见多世广 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都预见过 但是 僵尸故意留人性命 他 还是第一次预见的 僵尸 不都是 不都是 试杀的吗 就算是 千年飞江 有了神志 也不可能会 手下留情的说法 张静沉思着 也不知道该如何 去跟马丹娜解释 他现在啊 再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这剧情 怎么和他记忆中的 有点出入啊 马丹娜 赶到 红西村 这家好 遇见了 将臣出关 啊 邝国华 山本一夫 何夫生 三个人咬了 将他们 也变成了僵尸 这是 将约一的剧情 但是 马丹娜的 竟是龙珠 被将臣一批为二 被 邝国华养的两只猫咪 吞下 这又是将约二的 剧情了呀 将约 前面两步 可是完全不同的走势啊 这第二步 是基于第一步 时间线修改之后的剧情 马丹娜 赶到红西村的时候 江臣就应该 还没有来得及 有 黄国华三个人猜对 是后来啊 这马丹娜 傻乎乎的邀请 邝国华 和邝福生两个人 去帮忙 对付将臣 结果啊 这俩人 才没能逃得过宿命 最终还是 被将臣咬了 听马丹娜的描述 现在这剧情啊 好像综合了第一步和第二步 两者兼备很显然 又是被磨歹了 马小姐 马小姐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张静想了想问他 马丹娜看了看 两只和小手针玩耍的 颇为高兴的猫咪 认真说道 努力修炼 追查将臣的下落 不管怎么样 既然知道了将臣出现 作为驱魔龙族马家的后人 就不能不管 得到这个答案 张静并不意外 这 就是马家后人的责任 相比较而言 驱魔龙族 比很多名门正派 都要更加纯粹的多呀 是真正将相邀出谋 替天行道 当作了己任 不求图 任何的回报 当然 在几十年后 马家 会出现一个另类的小奇葩 财迷 马小林 马小姐 如果你将来 能够找到将臣的下落 我 我希望你不要 轻举妄动 请第一时间来通知我 由我 来对付将臣 张静说道 他不记得呀 红西村之后 马丹娜是否 还遇到过将臣 但是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先告诫了马丹娜好了 马丹娜文言呢 这是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 将臣实力太强 他不觉得张静能够对付得了 要是请张静帮忙 最后害了张静的性命 他过意不去 毕竟啊 张静 又不是他们马家人 没有责任和义务 只和将臣不死不休 这张静看见马丹娜的神情 就笑了笑 抬手一招 一刀雷亭将其包裹入 而后两个人直接腾空而起 以马丹娜难以想象的速度 迅速的朝着人家阵 郊外 飞去 这马丹娜见状啊 那是 惊骇莫名 不敢置信的望着张静 一时之间紧张又震惊的 结巴了 说不出话了 他竟然 飞起来了 这可不是轻功身法呀 而是真正的欲空飞行 等片刻之后 他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人家镇 来到了 黄礁业外 张老大 你 你怎么可以飞 马丹娜结结巴巴的开口 哈哈哈哈 张静笑了笑说道 自从甘田镇一别 咱们差不多也将近十年没有见过面了吧 十年的时间 马小姐你修为都已经从 练实境突破到了法实境 难道我的修为 就不会增长吗 那 你这是 我已经突破了天师境了 马丹娜心绪起伏不定 艰难的说出了这个猜测 张静啊 点了点头 就说道 其实啊 当初分开后的一年 我就已经突破了天师境 至于 现在嘛 张静没有解释 而是直接 稍微施展了小城的 神霄雷法 这一念之间呢 周围方圆百里的世界 顿时变成了 雷霆世界 虽然张静没有刻意的去释放威压 但是 但是 处于雷霆世界中的马丹娜 也会感到深深的 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 仿佛 仿佛来自于灵魂的深处 来自于生命层次上 他有一种知觉 只要张静愿意一个念头 就能轻易的 碾死他 仿佛 这片世界就是张静的实力 他 不再是雷神浮身 而是 真正的雷神啊 见马丹娜表情呆滞 眼神已经露出震撼 与惊恐 张静很快便将雷霆世界撤去 淡淡的说道 现在的我 早就已经不仅仅只限于 天师境了 啊 不仅仅只是天师境 马丹娜本来已经回过神来 再次被这个消息震惊的 发懵了 难怪 张道长说 如果自己遇见了将臣 一定要通知他 当日 在红西村撞见将臣时 将臣虽然恐怖 但比起现在的张道长 也是 不如的呀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白袍飞扬 演播张华胜 第六百零六集 过了好半场 马丹娜虽然 能说话了 点点头 难难道 以后 如果再遇到将臣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来通知张道长你的 但他脑子 却依然还有些发懵 处在震惊之中 当年在甘田镇 他其实和张静只是见过面 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天 而后张静就离开了 所以马丹娜对于张静的妖孽程度 并不这么了解 只知道张静道发高深 实力强悍 却不知道张静的突破速度有多快啊 他觉得 自己这几年来 修为了 实力了 增长的速度 都已经足够快了 远远超过了 他的预期 因为他找到了马家的传承至宝 静世龙珠 如果没有静世龙珠 他别说 是十年了 就算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可能都达不到 现在的警戒呀 要知道 静世龙珠 不但能够极大程度的加强 马家最强法术的威力 而且 还是对修行 有很大帮助的补品 就拿 昏了龙珠的两只猫咪来说吧 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 他们 就从两只普通的猫咪 进化成了通灵性的 猫妖了 如果再过几十年 等他们将静世龙珠的力量 掌控的越发纯熟 画形变成人形 那是轻而易举的呀 实力啊 甚至可以媲美 有千年道行的大妖啊 可是眼前的张道长呢 竟然增长幅度 比他还夸张啊 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警戒越高 想要往上提升 就越困难了 当今秀道界 天使境就已经 成为传说了 已经百年无人突破到 这种警戒了 张道长就这般轻而易举的突破了 而且啊 还不仅限于天使境呢 难不成 那有比静世龙珠更好的保护吗 马丹娜忍不住问道 张道长啊 你修为实力进步如此的神速 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张静低着脑袋 忍真地想了想 沉吟了片刻 颇为感叹地说道 我张静 有今天是全靠我自己呀 靠我的勤奋 和我的努力呀 要不是自己这么多年来 勤奋地刷怪 赚取功德值 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呢 嗯 全靠我的努力 没毛病 这马丹娜呀 眼神 有些茫然 嘀咕道 勤奋和努力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到这种地步吗 嗯 嗯 张静咳嗽了一声 转移话题 问道 马小姐啊 你除了 你除了 找匠臣之外 还有什么打算吗 或者说 如果找不到匠臣 你准备去做什么呢 这马丹娜 在 扭转回心神 说道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或许再过几年 我会去港岛 啊 去港岛 张静愣了愣 问道 为什么去那里 因为我哥他们 前几年 为了躲避战乱 搬去了港岛 现在 已经在那里 娶妻生子 不准备 再回来了 我以后啊 如果没事的话 也准备 常住在那边 马丹娜说道 张静马上 心中盘算了起来 驱魔龙族 马鸭呀 和很多的世家 都不一样 他们马家的道法传承 是指传女 不传男 所以啊 马丹娜下一代的传承人 就应该是 他哥哥的女儿 那就应该是 马叮当 而马叮当的侄女 就是 马小龄了 想到这里啊 想到这里啊 张静便开口问道 你哥哥 已经结婚生子 有女儿了吗 女儿取名 叫什么名字呢 我哥呀 现在已经有 一儿一女 儿子 儿子 取名叫马大龙 女儿取名叫 马叮当 马丹娜 有些奇怪的看着 我张静 张静不知道 张静不知道 为什么张静会问这个问题 但还是 如此的回答道 张静文言啊 在心里默默的感叹 回来了 一切又回来了 还是熟悉的味道啊 看来这个世界 虽然剧情 因为自己的出现 而有所改变 被磨改了很多 但大致的方向 还是没有改变的呀 还是 会回到原来的 诡计了 如果自己 不提前灭掉 将臣 那江约的剧情 多年后 还是会再次 上演呢 这马大纳啊 当然不知道 张静内心 在想什么 随即她又很高兴 和自豪的说道 说起 我这侄女马叮当啊 虽然才只有几岁大 但是呢 在修炼方面 却已经展现出 不俗的天赋了 比我当年 要厉害多了 我有预感 或许啊 小叮当 会是马家 上千年来 除了马灵儿先祖之外 天赋 最高的一个呀 张静点点头 没有反驳 如果大致剧情 不发生天差 按照江约走 那么成年之后的 马叮当 的确很不错 天赋是很强的 比姑姑 马丹娜 侄女 马小玲都要强 只可惜啊 本该是 将尘天敌的她 却意外的 爱上了 将尘 这后来 在跟姑姑马丹娜 一起对付将尘的时候 得知了心爱之人的身份 更是故意 所以 流下了眼泪 遭到了马家血脉内 诅咒的反噬 导致自己法力全尸 放走了将尘 被马丹娜给租出了家门 不过后来 似乎马叮当又将自己的修为 给补了回来 也不知道是有什么诀窍 还是当初她没有掉泪 骗了马丹娜 诶 张静忽然呢 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马叮当也出生了 那么以后她在 因为将尘而流泪 失去法力 被马丹娜租出家门之后 应该会去接受 白素贞留下的酒吧 当起 酒吧老板娘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白素贞呢 原本 是因为躲避黑山老妖的骚扰 才会和小青一起离开江南 去到了港岛 可是 因为有张静的查入 几年前 就已经将黑山老妖给消灭了 白素贞和小青去港岛躲避的计划 也就随之搁浅了 现在应该还在江南 要么是前堂 要么是金陵 也就是代表着 以后马叮当 他的诡计呀 会发生 改变 那么至少 不会再去继承白素贞的酒吧 他当老板娘来 嗯 看来江晨以后 也会去港岛啊 如果最近实在找不到他 那 就只能多等 十几二十年 等到马叮当 长大后 进入了大学读书 自己亲自去一趟港岛 在大学里 拦截他了 张静啊 在心里默默想到 他却不知道 当年他斩杀了黑山老妖 白素贞和小青在江南 的确啊 是没有对手 本不必去港岛 可是呀 因为千年一梦的经历 让白素贞放下了徐仙 决定 换一种生活 依然 前往港岛 这谈完了事情啊 两个人 没有在这荒郊野外多待 片刻后 张静就带着马丹娜 飞回到了家里 小家伙 张守珍 依然 在用手啊 玩弄着 两只成了腰的猫 这两只猫咪 吞噬 静噬龙珠的时间 还太短 通了灵性 但是啊 妖法不够 还真不是两岁就觉醒了雷挺天赋的张守珍的对手 反抗都反抗不了 只能乖乖的被小守珍玩弄啊 中午吃饭 任婷婷才在出烟 任婷婷 对马丹娜很热情 并没有因为刚才 马丹娜有些事情啊 瞒着她 而 有任何的不高兴 在饭桌上 马丹娜仔细打量观察了 人停停 最后就得出结论了 自己姑姑 摆得果真一点也不怨啊 这马家 基因良好 不管是马丹娜 还是她姑姑马俏丽 都能算是大美人 但是 任婷婷 不管是容貌还是气质 都要更高一丑啊 再加上呢 任婷婷 在认识张静之前啊 就非常的善于 装饰 打扮 即便成为修道者 又成亲了 生了小孩子了 这么多年 也依然十分的时尚啊 并没有因此 就变成中年妇人 看上去就跟二十岁出头的小女生 没什么区别啊 为人 又还落落大方 一点也不失礼 之前 自己对她欲言又止 等她走了 才肯跟她丈夫说实话 如果是一般的女人啊 早就吃醋生气了 难怪啊 张道长心心念念的 就只有这位任小姐 马丹娜 马丹娜在心里 默默地感叹道 如此美人 如果她是男人 她也会心动的 吃完了饭 马丹娜没有马上离开人家镇 而是在人家镇休息了一段时间 顺便认识了九叔和哲姑 对于九叔 马丹娜也早就啊 有所耳闻了 九叔行侠仗义 为人正直 在修道界本来就名气不小 再加上 后来成为一方 因私之神 修为突破到法师境后 更是整个南方 修道界都有九叔一席之地了 差不多呀 相当于毛小方 诸葛广平在北方 修道界的地位 住了半个月之后 马丹娜 再离开了人家镇 继续踏上了驱魔龙族马家的 使命之路 直到 马丹娜走后 这一天呢 晚上睡觉之前 张景才忍不住 问身边的人婷婷 你就不好奇 马丹娜那天找我 单独谈了些什么吗 哪知道人婷婷怯怯一笑 脚狭地说道 我猜 跟她姑姑有关 嗯 张景愣住了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自己啊 认识小丽 那是 任婷婷被老天师救回天师府的 那三年里 后来自己也没有跟她提起过这件事 任婷婷应该是不知道小丽的事情才对 任婷婷笑着说道 是我师父 告诉我的 啊 是姑 哦 张景恍然大悟 好吧 当年啊 鬼节 群鬼出逃 折姑的确是参与了的 也知道小丽喜欢自己的事情 记得当初折姑啊 和因此 告诫过自己 师姑说 让我小心 提防一点 可是我呀 一点也不介意 任婷婷靠在张景的胸膛 笑咪咪的说道 张景啊 轻轻扶摸着 任婷婷柔顺的长发 问道 问道 为什么不介意啊 因为我完全 相信静哥哥呀 任婷婷扬起了笑脸 认真地说道 张景啊 看着这张 多年 多年过去了 依然如花似玉的漂亮脸蛋 忍不住低下头 吻了一下 笑着 是应该相信的 那 马达那达姑姑 在几年前 就已经 投胎转世去了 就算 她没有投胎转世 我也完全相信静哥哥 人婷婷坚持到 约了约 红润粉嫩的嘴唇 就像静哥哥 完全相信我一样 我当然相信 我的婷婷 看着这妻子啊 这 娇憨可爱的模样 张景 黑黑一笑 伸手将灯熄灭 被子一掀 将两个人 就盖了 在人婷婷的娇笑声 和低呼声中 张景呼吸 逐渐变得急促 随后 含糊不清的道 咱们得多努力 争取 再生个女儿 红背翻浪 以后的镜头啊 就少而不易了 这下面的镜头啊 就少而不易观看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六百零七集 这常言说的好啊 色是刮骨钢刀 这温柔香 那就是英雄的坟墓啊 这句话有时候 不得不承认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张景啊 自从六年前 耗费三千大功德职 将神霄雷法推演到第二层警戒 仍然剩下还有四百多点功德职 但是 自从小张首珍出世之后 这六年张景 却连二百点大功德职 都没有赚到 所以 上清大动真经的警戒 迟迟没有提升到 第十一层 一至于啊 张景在本源规则上和实力上 早早的就达到了天时境第二层 但是修为啊 却跟不上 没办法 这六年多来啊 张景 离开仁家镇的次数 是趋之可数啊 连赚取小功德职的机会都很少 更别提大功德职了 两百大功德职不多 那也相当于啊 足足两万小功德职啊 普通的千年飞江 也就 几千点小功德职 比千年飞江更胜一筹的 不化骨 也就 一万左右 再不出远门 鼓动寻找机会的情况下 就在人家镇周围复印 甚至 整个的岭南 那都很难刷出 二百点大功德职啊 所以啊 这六年来 张景修为实力 没怎么增长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呀 张景也不着急 依然没有去四处飘荡的打算呢 现在 他积累的大功德职 已经有五百四十点 而根据张景的推测 上清大动真经 提升到第十一层 本来所需要的大功德职 应该在六百点到七百点之间 不会超过七百点 可是张景啊 这六年来 虽然没有什么赚功德职 自身的修炼 却没有放下 所以啊 这六年来的修炼 这换算成大功的职 也应该有一百点啊 换算成大功的职 也应该有一百点 就算啊 没有新的大功德职主帐 张景 力突破也不远了 只要 跨过了这个门槛 便算是正式迈入了 天时境第二阶段 当迈入天时境第二阶段 张景就盘算着再去南洋 走一趟 看看是否 能够撼动那 上古遗留下来的阵法 当初啊 他和草庐局势 一起前往南洋的时候 草庐局势 也只是在本源规则上 跨入了天时境第二阶段 但是修为 并没有跨过去 而且草庐局势 就算突破后的实力 也是远远不如张景的 神霄雷法 这又是一年 七月半 中原轨迹 这每年到这个时候 就是九叔最忙碌的时候 身为 岭南殷司之神的他 几乎提前半个月啊 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得好好的完成他的 本质工作 帮殷奸 印刷敏钞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中原节 就和清明节一样 除了烧纸祭祖之外 还得有啊 不少的习俗啊 比如放河灯 什么的 那大人呢还好一点 小孩子对于放河灯这样的事情 是最积极最感兴趣的 这点呢 家里 还没有吃完晚饭 眼看着的天色 即将暗下来 张守珍 就迫不及待的 快速的把碗里的饭啊 扒拉光了 就跑去将准备好的河灯 拿过来 在张静和任婷婷身边 来回的跑动着 嚷嚷着 吃完饭了 要去河边 放灯了 张静瞥了眼 满条丝里的的 你吃完了 我们还没吃完呢 着急什么 小丫头啊 那胆子也大 仰着小脸 一本正影的的 那爹娘 你们就吃快点了 听说去晚了 河边就没有位置了 哈哈哈哈 仁婷婷笑了笑 放下筷子 将小家伙拉到身边 擦了擦 嘴角上的饭粒 说道 你不是和小师姑约好了 今晚一起去放河灯的吗 你小师姑还没来呢 嗯 也是啊 我都差点忘记约了 小师姑了 张守珍点点小脑袋 于是就安静耐心的 到一边坐着 等人去 小师姑 自然指的就是 九叔和哲姑的女儿 林雪莲了 虽然啊 张守珍这个年纪 只比林雪莲小一岁不到 长到六七岁后啊 这个个子 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因为 肺份插着一半的关系 一直小师姑小师姑的叫呢 她呀还真的 非常听小师姑的话 这过了一会儿了 张静和任婷婷 也吃完了饭了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她依然不见 折沽 带着女儿 林雪莲过来 嗯 难道是 有事情耽搁了 张静猜测到 一般来说 今天晚上 九叔会很忙碌的 当徒弟的文才 也会被拉撞钉啊 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不过 哲姑 是没有什么事儿的 前两年都是她 带着小林雪莲 晚上一起出来 找张守珍去放和灯 不过她呀 也没想到 或许是有点什么突发状况吧 九叔让折沽留下来帮忙 所以呀 耽误了点时间啊 张静就拍了拍儿子的小脑袋说道 啊 拿着你的盒子 咱们去义庄看看 你小师姑去 好啊好啊 张守珍 连忙站起身 迫不及待的说道 小家伙的心思 早就飘到 河边去了 要不是事先答应了 要等小师姑 一起去河边 那姑爷 早就开始闹腾了 这就是张静和任婷婷啊 教育的功劳了 虽然这张守珍 并没有走会 除了在雷法上天赋偷重 也就和普通的聪明小孩 不过呀 在信义 心性方面 却被教育的很好 没有辜负他的名字中的守珍 两个字 从张静家里去义庄 这个路程啊也不算远 十几分钟就到了 所以啊 张静也没有欲空飞行 或者施展步伐 张守珍 就提着河灯 迈着小步伐 蹦蹦跳跳 愉快的跑在前面 张静和任婷婷啊 就牵着手 蹲在后边 就当啊 放后散步 从镇上去义庄 需要经过一遍小树林 幽暗 冷清 路是普通人的 晚上大多呀 是不敢往这里过的 但是张应一家三口 自然是不怕的 就连想招手针一个人 都敢晚上走这里 然而 今天晚上 刚走到小树林的时候 这一切本来 都没有什么变化 张守珍 依然蹦蹦跳跳的 提着河灯 在前面走着 张应啊 就忽然 眉头入了起来 当即 这左手一招 朝着前面招了招 张守珍忽然就发现 自己没办法往前走了 而且身体啊 还不受控制的 腾空飞了起来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张应 抱在了怀里 爹你干嘛 小家伙也不害怕 睁大眼睛 睁大眼睛问道 有个会飞的老爹 张守珍自然是从小啊 在天空中飞习惯 特别是在他两三岁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会 笑嘻嘻的央求张应 带着他去天上玩 和太阳肩并肩 只有后来啊 长大了些了 对于天空 也已经玩腻了 再不会经常的央求 张静带着他去飞 静哥哥 怎么了 陈婷婷也问道 有点不对劲 张静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 只是啊 只是啊 不再有张守珍一个人在前面跑 他抱着一个 牵着一个 继续往前边走去 很快啊 穿过了小树林 正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 义庄就不远了 视力好 都能直接望得厌啊 但是这一次 张静和任婷婷 穿过小树林 却并没有看到 义庄在哪里 这前方 密密麻麻 摇晃宠斥满了人影 挡住了视线 或者说啊 是被鬼影 挡住了视线啊 呀 好多鬼啊 张守珍在老爹的怀里 小声的说道 天赋异禀的他 能看到普通人 看不到的鬼魂 这任婷婷啊 眉头也皱了起来 看着前方飘荡着的 孤魂野鬼 他一道 啊 怎么回事啊 难道今天中元节 鬼门大开 地点选择在了 义庄复印吗 不过 为什么没看见鬼拆啊 中元节这天呢 也就是地宫的 特赦之日 鬼门 回大海 无数被关押的鬼魂 也有机会回到阳间 和亲人在世的 可以回家 与家人团聚 没有家人 孤魂野鬼 也能在鬼拆的押送下 上来啊 活动一番 大致就相当于 监狱里的放风吧 不过呀 鬼门开的地点 这并不统一啊 十几年前 鬼门关的位置 曾在人家镇 开过一次 那个时候 九叔刚刚成为 因死之神不久 时间怀恨在心 利用文才和秋生两个人 令群鬼出逃 造成很大的麻烦啊 最后九叔没办法 就请了整个岭南的同道中人 一起过来帮忙 设下阵 他呀 终于将出逃的群鬼 绝大部分 都抓了回来 从那以后 这先有余计的九叔 依照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啊 和鬼拆商量过以后 尽量不要在中原节这天 把鬼门关开在 人家镇 不知道为何 尽量鬼门关再次定在了 人家镇 这 就在一桩护印 而且啊 最诡异的是 这么多孤魂野鬼 竟然没有看见鬼差存在 现在啊 这些孤魂野鬼 还处于迷茫的状态 没有反应过来 可要是被有心之人 稍加利用 有没有鬼差的干手 必定会造成一次 群鬼出逃 张宁啊 就将儿子放下来 让任婷婷干手着 医生说道 婷婷你在这里等我 帮忙 看着这群孤魂野鬼 不要让他们暴动逃三 我回家一趟 取点东西 来设下阵法 将这群孤魂野鬼 困在这里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如此多的孤魂野鬼 看见了肯定啊 就不能坐视不管啊 否则群鬼出逃后 九叔忙碌是小事 要是这些孤魂野鬼 逃走后变成了恶鬼 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嗯 靖哥哥你去吧 任婷婷点点头 张应很快身形一闪 便 悄无踪迹 揭摸两分钟过后 张应啊 便再次出现在了小树林的边缘 但手中却多了许多 独杀啦 俘虏啦 墨斗陷啦 等等 五行八卦阵 张应 也是会的 而且啊 很多年前 都已经提升到了 大圆满的层次 于是 契回材料的张静 很快便开始 悄无声息的行动了起来 那么 半刻钟后 震法 就 形成了 淡淡的光滑 就在无数的鬼魂笼罩其间 甚至啊 震法中还夹杂着一丝丝雷霆之力 天呐 就算有人想搞鬼 也不可能啊 将这群孤魂野鬼放走了 人挺挺 紧绷的神经 也松了下 看被震法囚禁数量众多的群鬼 再看看远处一席可见 灯火的义庄 夫妻两个人心中都隐隐啊 感到不妙 虽然他们从来到这里 到张静回家取东西 布阵法 这一切都进行的悄无声息 没有闹出任何动静 群鬼并没有受到惊吓暴动 可是 义庄里 可是有九叔和哲哭啊 他们怎么可能一点 都没有觉察呀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六百零八集 将阵法布置好 确保这群孤魂野鬼 不会四处逃逸 张英啊 就带着任婷婷和儿子张守珍 迅速的朝着义庄 走了过去 这本来以为啊 只是普通的中原节啊 都准备陪着小孩子去河边 放河灯 没想到 却发生了如此诡异的事情 如此多的孤魂野鬼 在义庄的附近游荡 鬼差不厌啊 张英啊 不关心 可是九叔和哲姑 没有出来理会 就让张英心中感到十分不妙了 别说呀 九叔 现在是殷私之神 就算 那不是殷私之神 只是普通的修道者 也不可能看见 纯鬼 毫无管束 而无动于衷啊 很快啊 一家三口 就来到了熟悉的 义庄门口 此刻呀 一装看上去 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里面灯火 依然亮着 隐约还能闻到 饭菜的香味 但是啊 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声响 哪怕一丁点的动静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啊 张静的眉头 皱得更深了 没有敲门 张静直接出手 轻轻拍出一掌 院子门 就被震开 在这里啊 住了很多年的张静 对于义庄自然熟悉得很 很快 里里外外 都被张静找了一遍 柏珍 没人 九叔 蛇姑 文才 小林雪莲 都不在 静哥哥 师父他们 去哪里了 难道去河边 放河灯了吗 任婷婷问道 虽然心中啊 都感到今天晚上的事情太过于诡异 隐隐觉得不妙 但是啊 却并没有 往太糟糕的方向去想 不是自欺欺人 而是真的觉得不可能啊 就连张静 也不觉得九叔 蛇姑他们 会出什么事情 却不说蛇姑实力 就不弱 现在的九叔 比当年张静 刚认识他的时候厉害了 不知道多少倍啊 早在十多年前 九叔就成为因死之神 修为跨入了法师境 这么多年来 更是 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达到了法师境的中期啊 再加上 经常与张静 作而论道 在法术方面 更是进展神速啊 五行八卦掌 已经修炼到大圆满 张静还将 俠客行传给了九叔 并且已经有了不俗的造语 所以说 你现在九叔的实力 就算面对法师境后期的高手 都有着一战之力 当今天下 实力比九叔厉害的 虽然还有不少 但是 想要悄无声息 在人家镇的范围内 对九叔做什么 就很少了呀 这里是人家镇啊 是张静的地盘啊 虽然这义庄 距离张静家里 有段距离 可是 要是人家镇真的爆发了大战 由法术波动传开 所以 张静在家里肯定能感应到啊 应该不可能去河边 我们呢 既然和师姑约好了 他不可能带着小师妹单独去 而且今晚上 师叔有很多的事情要忙 不会离开义庄才对啊 这张颖皱着眉头 神势就蔓延开 对义庄又扫荡了一遍 并没有什么发现 没办法 张颖只好说道 鼎鼎 你和守真 就在异装 我去河边看看情况 很快就回来 人鼎鼎点点头 很快啊 张颖扁 横空而起 消失在了 热色之中 这人家镇呢 是没有河的 河 在镇西边 约莫 两公里头 在这点距离啊 对于张颖来说 速度全开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啊 到了河边之后 从岸边拥挤的人群中 一一分辨寻找 九叔和哲孤 都是稍微啊 耗费了一些时间 不过和张颖预料的一样 从头到尾 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 九叔和哲孤 他们呢 并没有独自前来河边 放河灯 嗯 究竟去什么地方了 这正在张颖啊 想着 是否要讲人家镇 也注意搜寻一遍的时候 忽然眼神一灵 想也不想 便朝着义庄飞驰而去 义庄由天地之力波动传过来 似乎是 有人在交手 啊 难道婷婷 发现了什么情况 张颖啊 心中不由的一惊 有如幻影在空中划过很快 便来到了 义庄的上冲 还好 任婷婷啊 并没有什么事情 他只是将儿子张守真 抱在怀里 跃上了 义庄的屋顶 谨慎的盯着 前方的院子 看到张颖回来后才松了口气 连忙说道 啊颖哥哥 你看院子中间 这是怎么回事 这院子中间啊 依然没有 任何人有 但是 却不断有天地之力在涌动 五行之力不断在颠倒错乱 这阴阳之力在纠缠 嗯 原来是这样啊 张颈顿时 明白过来 张颈当即啊 法力涌动 天使经的气息 升腾而起 手指并肩 天地之力在指尖汇聚 而后朝着院子上方的空间 猛的滑 猛的哗啦过去 刷 在张颈 手指尖下 动荡的天地 五行之力 瞬间被定住 不再颠倒错乱 但是纠缠的阴阳之力 却是硬生生的 被磕开了 当即一扇门 就出现在了院子的中间 这扇门呢 并不是空间之门 而是阴间之门 跨过这扇门 就能从阳间 进入到阴间 这打开阴阳之门 并非一般人呢 可以做到的 如果没有对应的法门 就算是法师经后期的高手 也没有办法呀 任庭庭 就是如此 当初啊 沉睡了三年 醒来之后 又被一缕后清的魂魄潜伏 最后啊 因祸得福 任庭庭的实力 早就已经足以媲美 法师经的后期 比九叔 都还要更强一筹 但是 却从来没有 下过阴间 所以 刚才一桩院子内 阴阳之力纠缠 这任庭庭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了 张静说道 等我 张静对任庭庭说了一句 来不及解释太多 当即啊 身形这么一闪便 跃入了门内 进入了 阴间 果真啊 进入阴间后 稍作寻找 就看见了 在人家阵消失无踪的九叔折骨等人了 此时啊 几个人的情况 已经十分不妙 特别是文才 和小林雪莲 这文才啊 没有秋生那般的天赋一饼 也没有秋生的运气 学行三阳之地后 就一飞冲天 修为直接 超过了九叔 这么多年呢 文才的修为 才刚刚达到二流数式的水准 秀林雪莲 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十岁不到的年纪 又不像张守珍那般有雷霆之体 现在啊 还没有开始接触道法 就是普通的小女孩一个呀 他们两个人进入阴间 傻着 可想而知啊 阴间无尽的阴气重斥着 对风呜呜的吹过呀 这个阴风虽然不大 уждai着某种特疑的效果呀 能够轻易的将人的魂魄 从肉身吹走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这修为不够 这普通人来到阴间 应该马上啊 就会真正的变成鬼魂 飘入地府 但是九叔 自然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和徒弟 变成鬼魂 用尽了全力 护住了两个人 只不过呀 即便修为达到炼尸镜以后 宁炼出阴神 才勉强能够在阴间停留 但是停留的时间呢 也不能太久了 如果不打破天地之库 哪怕是法尸镜极限的高手 最多呀 也就在这个阴间停留 半个时辰 而九叔的修为 在法治境中期 本来是没有资格在阴间 保护他人的魂魄的 还好啊 那是阴私之神啊 与阴间地府有着合作关系 所以啊 阴间的恶劣环境 对他来说 要稍微的友善一点 所以啊 他才能暂时的庇护女儿和徒弟 现在的他 也几乎到了强奴之末 快支撑不下去了 他和哲姑两个人都心急入焚 九叔知道 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下去 在极限快要到来之前呢 他用尽了全力施展自己最强的五行八卦掌 他知道 以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 分割阴阳 但是九叔啊 叶冰没有织望 能够分割阴阳 逃出去 他 只为了能够造成天地直立的波动 让阳间另外一头 能够发现苗头 发现一些线索 幸好啊 今天是中元节啊 张静夫妻两个人和哲姑约好了 带小孩去河边放河灯 只要过了约定的时间 哲姑没有赴约 那么张静和任婷婷 很有可能会到义庄寻找他们 果不其然 这九叔啊 独队了 他制造的动静 被张静发现 当即 风格阴阳 进入到了阴间 师叔 师姑 张静看见四人的状况 又惊 又喜 没有多说废话 当即 法力就包裹了四个人 迅速的从阴间 撤了出去 哎呀 从阴间归来 九叔等人纷纷打了个寒战 就像从冰天雪地里 回到了夏天 无尽 无尽的阴气包裹的感觉 总算是消失了 再也没有那种 能吹动人浑魄的 诡异的阴风了 文财和林雪莲啊 已经 陷入了昏迷的状态 父亲 小师姑和文财师说 怎么了 任婷婷 抱着张守珍从屋顶 飘然落下 小家伙啊 关心的询问 没事的 只是睡过去了 睡一觉啊 明天就好了 张静啊 已经替两个人 检查了情况 九叔的保护很到位 并没有伤到他们的魂魄 只是让他们陷入 昏迷状态 当时九叔和哲孤 回到阳间后啊 来不及告诉张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即就盘膝而坐 调养生息 允养阴神 他们在阴间啊 已经停留了 不短的时间了 对于阴神的损伤 极大呀 如果不马上恢复一些 将来修为啊 恐怕 很难再有进步了 这足足等了 半个时辰 九叔 才终于 才终于睁开了双眼 从入定的状态中 退了出来 看看旁边的张静 满脸慎重的九叔 第一句话就是 阴间出大事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六百零九集 阴间出大事了 九叔啊 将阴神的伤势 暂时的稳住之后 快速的将 之前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今天晚上啊 他们在义庄 吃着晚饭 本来啊 一切都是正常 按照计划呀 吃完晚饭之后 哲姑就带着女儿 去找张静一家三口 文才呢 虽然也想去放河灯 但是没办法呀 拉缩了苦力 留下来 帮九叔 印制明朝 然而 就在哲姑 准备动身的时候 忽然义庄 不远处 阴气弥漫 阴间之门被打开 无数的孤魂野鬼 从阴间来到了阳间 九叔啊 在义庄 不是没有发现 这一状况 想着鬼差 怎么把这义庄 当作了游乐园了 啊 让一群孤魂野鬼 来游玩了 他正要出门 查看情况呢 问鬼差们 讨要个说法呢 哪知道 这四名鬼差 已经主动 来到了义庄 只不过 此时的鬼差们啊 都已经 奸奸奕奕奕了 是逃到 义庄来的 这简介绍呢 在四大鬼差 惊恐交加的 神情中 一道诡异的波动 跨越 阴阳两界 笼罩到 义庄 九叔一家三口 和文才 也没有来得及 做出什么反应 在诡异的波动 蔓延下 阴阳混乱啊 连同四大鬼差 一起 直接从义庄 被转移到了 阴间 啊 怎么回事 九叔啊 不敢置信的 看着前方 连忙询问 旁边的四大鬼差 虽然啊 这是九叔第一次 真身 来到阴间地府 不过当年啊 他被册封为 阴司之神时 其实他的阴神 已经来过了一次 只不过那一次 岭南地府 十分的壮阔呀 修建的 很有气派 这 城隍高座 鬼差 判官 战略 两旁 无数鬼兵 都忙碌着 一切是 井然有序 宛如 阳间的 一座巨城 但是此时呢 这眼前的地府 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城隍 不见影了 这鬼兵们啊 死伤无数 混乱不堪 快走 回去通知 张道长 地府出事了 这鬼差们啊 来不及 解释太多 他们想要 把九叔等人 送回阳间 但是 因为伤势太严重了 也已经做不到了呀 只来得及 给九叔 指了指 回忆庄的路 听到地府内 传来的震动 云怒吼 让九叔等人离开后 他们又 冲向了城内 要是平时啊 九叔 独自一个人的话 还可以 回上前 打看情况 弄清楚 地府 究竟发生了 什么大变 但是 现在 他身边有哲孤 更有徒弟 文才 以及 才几岁大 没有修为的女儿 林雪莲啊 他自己 能够在阴间停留 就算死了 也不要紧 但是其他人 却不能让他们 跟着自己冒险啊 所以呢 这个九叔 没有多犹豫 带着几个人 匆匆 朝着异装的方向逃走 在逃走的时候 他回头 看了一眼 就时间 四大鬼差 在冲向地府的时候 又是一道 诡异的波动传来 地府城内 就浮现一抹暗黄中 带着血色的光芒 将整个的陵南地府 完全的笼罩 这四大鬼差 被这光芒笼罩着 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就像是燃烧过后的纸张啊 风一吹就化为了灰烬 这有数呢 虽然已经好远 健壮 也是头皮发麻 浑身 寒毛 倒数啊 这是喝的恐怖的手段啊 好在啊 这后续的这股力量 并没有啊 归击他们 这半场之后 九叔就逃到了 一桩对应的阴间位置 可是他尝试过啊 自己的实力没办法 破开阴间 只能焦急万分的 继续等待 但他估摸着 张胤啊 差不多 已经来到了一桩 再加上 他的状态 也快要到极限了 就使用 全部的力量 再次出手 堂式 破开阴间 这九叔的愿意啊 还算不错 他堵对了 虽然不能 破开阴间 但是 他全力出手 制造的动静 被时时刻刻 注意着 一桩的张胤 觉察到了 迅速的将他们 救回了 阳间 张胤啊 鬼才是想啊 让我转告你 地府的事情 难道你知道 地府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吗 九叔 神色严肃的问题 张胤听完 摇头说道 现在还不确定 等我去地府看看他 其实张胤啊 心里有所猜测 这恐怕 和那被关押在 黄泉的 营沟 有关系 只不过啊 就算营沟 攻破 黄泉封印 也不应该冲击 岭南地府啊 而且啊 十殿阎王 肯定会出手阻止 来通知自己的 应该是那第六殿的 变成王 才对 毕竟呢 当初在 兰若寺外 变成王 也算是和自己 约定好了 如果营沟 冲破黄泉 会第一时间 来通知自己 而不是 让几名小小的鬼差 传递消息 所以啊 张胤就觉得 这次岭南的地府 遭遇大祸 我许 又是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个类似于 黑山老幽的 大妖怪啊 未必就一定是 营沟 冲破封印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张胤肯定得 马上去地府 走一趟 没想到 这几天 他没有主动去找 刷功德职的机会 竟然有机会 送上门 是营沟的话 倒是更好 这营沟的实力 比汉拔 由过之而无不及 爆出来的功德职 也必定会更多 至于 这营沟的威胁 神消雷法 提升到第二层后 张胤并不觉得 他还能在自己的面前 翻起什么风浪 千年前啊 神光阐湿 没有能将其斩杀 自己 可以帮他完成医院 这本来啊 神庭庭 想跟着张胤一起 下阴间看看 能否帮上什么忙 张胤拒绝了 让他留在义庄 照看着受伤的九叔登人 而后呢 张胤就 破开了阴阳 独自一个人 前往阴间 这阴间的特殊环境 即便是法师境高手 也不能停留太久 但对于打破天地之库的张胤来说 已经没办法影响到他了 辨别了方向 片刻后 日空飞行 来到了岭南地府 所在的位置 我认了 如同九叔所描述的那般 本来雄伟壮阔的 岭南阴间地府 此时呢 变得是 破败不堪 守城的鬼差 不见踪影了 张胤身形这么一闪 就跨入了 地府的入口 嗡 就像是触碰到了阵法 当即啊 这地府的内部 暗黄色的光芒闪向 在这暗淡无光的阴间 极其显眼啊 更恐怖的是 有一道诡异的波动 到了四面八方 蔓延 这种不同于 心间的特殊阴风 也不同于 僵尸的尸气 而是蕴含着 无尽的死气呀 其中 所蕴含的大恐怖 即便是法事性 也难以抵抗啊 之前的四大鬼差 在这种诡异波动的处击之下 直接就化为了飞灰呀 这九书现状 惊大莫名 从未见过如此 诡异的手段 但是张静呢 看着这暗黄色的光芒 却是一眼 就看穿了 啊 迎钩 张静眼神这么一脸 本来啊 他还觉得应该不是迎钩作乱 可能是其他的 大妖魔头 但现在看见这诡异的死气 不是迎钩能是谁呀 当年呢 在兰若寺 进入神光禅师的神通中 梦回千年前 张静呢 亲自经历了与迎钩的 那场大战 所以 对于皇权之力 无比的熟悉 能够将鬼差吹得 魂飞湮灭的皇权之力 蔓延到张静的身上 张静没有闪动 一缕雷霆闪耀 身边所有的皇权之力 就有如积雪 见了阳光 迅速的消融 张静 继续往前 直接穿过入口 来到地府之内 这个地府啊 结构复杂 门店众多 就像是 这阳间的衙门 有审问犯人的大殿 也有关押犯人的监狱 还有县令居住的后院 等等 不过平时的地府啊 那肯定是 阴气阵阵 鬼气 森森 但此刻啊 这被皇权之气 重斥 压到了一切 即便是 鬼差 判官 城隍 等地府的官员 都会 极为难受 张静 一路前行 来到了 正殿内 这正殿里啊 皇权之气的浓郁程度 也到了极点 简直就像是 被皇权水 包围了 让人看不清 里面的情况 张静 一直点珠 雷霆 贯穿而过 破开了 一道大门 张静 跨步而入 终于看清楚 里面的状况了 岭南地界的 城隍 判官 等 殷私正神 本来啊 该高高在上 审判入 殷间的鬼魂 此刻呢 却全部有如 劫鸭球一般 被恐怖的 皇权之力压得 跪倒在地啊 而高高在上的 城隍宝座上 却坐着一名 人形的怪物 这个怪物 身形高大 越没有两米多高啊 穿着一件 黑色的破旧的长袍 面目丑陋而猙獰 双目通红 透露出 射人心魄的光芒啊 这嘴里呢 长着两颗长长的 刁牙 双手指甲 锋利无比 比老鹰的 沼子还长啊 正如当年 神光蝉尸 入魔之后的模样 银沟 只不过呀 现在的银沟身上 还包裹着一层 厚厚的皇权之力 有些看不真接 他高坐在正位上 不但压制着 城隍 重 阴司 正神 而且 还通过皇权之力 源源不断的抽取 他们的魂魄力量啊 甚至呢 整个岭南地府 关押的无数鬼魂 被皇权笼罩住后 这魂魄力量 都在源源不断的 被银沟吸取呀 啊 不对 应该说呀 这些魂魄力量 只是在被银沟 抽取 这抽取海量的 魂魄力量之后 银沟自己并没有吸收 而是被他用某种 诡异的手段 融入到了皇权之中 最后啊 被他运转到 会知名的地方去 张颖挂入正殿之后 见此诡异的情况 还没有来得及 做什么 他身上随身携带的 佛门舍利 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自发的被催动 就飘忽而起 旺 有如一尊 金佛凌空 这金色的佛光 照耀着整座的大殿 阵阵凡音响起 宛若能净化世间一切的误会 碰碰碰 在佛光的影响之下 银沟抽取 城隍灯 阴丝正神 以及无数鬼魂魂魄的手段 立刻啊 被打断了 连大殿内浓郁的皇权之力 也被一定程度的压缩 克制 城隍等人啊 立即就恢复了自由了 只不过啊 这此刻的他们呢 已经遭受了重创了 本源被伤 若是张静在晚来一刻中 或许他们的结局 就会像之前的四大鬼差一样 魂飞魄散了 啊 神光 这勾住我的银勾 健壮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血红的双眼中露出了残忍的笑意啊 当即从高速上站了起身 对于千年前 将他重新封印回皇权的神光禅师 盈勾自然是记忆犹身啊 就算化作了灰 他都认得 这射力一出 他立即就认出来 盈勾 一步步向前 盯着张静问道 你是神光那突驴的船人 算是吧 张静回答 很好 虽然我隐隐感应的 神光那突驴出现了新的船人 但却并不知道在何处 我还想过短时间 再慢慢寻找你 没想到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啊 哈哈哈哈 放心 我不会直接杀你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盈勾 宁笑着 一步步走向张静 这张静啊 没有多说废话 也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盯着盈勾被黄泉包裹着的身躯 渡着眉头问道 你的本体呢 为何只是一句分身 盈勾微微一惊 应该是没想到啊 张静竟然能看穿自己的虚实 不过呀 随即 他又冷声说道 就算只是分身 今日也足够 对付你了 神光土旅 如果还活着 我还忌惮他三分 现在他就只剩下一颗舍利子 能奈何我 说完 盈勾伸手这么一招 无尽的黄泉死气 在他的操控之下 化作一道锋利无比的巨钩 就朝着凌空的金佛钩去 这金佛的佛光 在巨钩的笼罩下 迅速的被压制 那是不断的摇晃 若是等巨钩真正落下来 舍利啊 有可能直接被勾走了 一具分身 就有如此的实力吗 张靖见状 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舍利子 那是神光禅师 一生修为精华所凝聚 虽然是无主之物 张靖尚不能完全发挥其威力 但是也是看看达到了 天时镜门槛的呀 运用得大 就算天时镜也会遭殃 但是迎勾这一击 那就完全压制住了舍利子 如果是银狗本尊 能做到这一点 那不奇怪 但是他现在只是一具分身的 就如此实力 很不简单来 这就代表着 他比千年前更强大了 病 见银狗 不可能主动召唤自己本体前来 张靖啊 便不再犹豫了 开口清河 这意念转动 有如 严出法随 周围阴槽地覆 一切 都被定住了 包括银狗 以及 他催动黄泉之力 挥动的黑色 锋利的巨钩 都被 定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610集 所有一切 都在此刻静止 不管是 阴电的阴气啦 地府的鬼气啦 又或是 迎钩带来的 黄泉之力 都停息了波动 那挥展出去 斩向 射立的鞠钩 也不例外啊 这种感觉 就像是 将位 打击 仿佛 由远超出 他们这个层次的 规则 降临了 赢过 这举分身 本来信心 十足 遇见了神光 禅师的传人 看见了神光的 舍利 他觉得这是 上天在帮助他 但此时 心中啊 却生出了 莫名的惊恐啊 这种惊恐 比千年前 神光牺牲 他自己的性命 连同整个 蓝弱寺 无数正道高手 一起 发动的攻击 都更加 令他感到不安啊 他 用尽了全力 想要抵抗 摆脱 这种被压制的感觉 但是 他却做不到啊 能回过神来 才恍然发现 整座地府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完全被雷霆重置 变成了一个 雷霆的世界 是真正的雷霆世界啊 自成一界 不管是在阳间 还是在阴间 都对其 没有影响 而眼前 被他作为是神光传人的家伙 正是 雷霆街的主人 这定住了一切之后 张静手 再一拍 嘴里 清吐了一个字 三 营钩 分身上 紧紧包裹着的 黄泉之力 顿时啊 就像是 纸糊的一般 不断的消融啊 不断 从他的身上 被剥离 被抽走 哦 哪怕 营钩 被封印在黄泉 数千年 早已经被黄泉之力操纵的 如同指挥自己的手臂一样 完全啊 没用了 在外界 或许 他凭借黄泉之力 可以兴奉作拉 足以压制住大部分的天使镜 但是 在雷艇界中 他只有啊 被压制的份 等所有的黄泉之力 被剥离干净 营钩的这具分身 就赤裸裸的 出现在了张静的眼前 嗯 这是什么东西 张静皱着眉头 伸手这么一招 营钩啊 那就像是木偶 直接吸扯到了 张静的跟前 一动也不动啊 只剩下一双 通红诡异的眼珠子 能勉强的转动 他很想伸张他那 锋利无比的沼子 或者咬动 长长的獠牙 可都是徒劳啊 你这是什么分身 张静开口问他 这分身啊 张静并不是没有讲过 当初 在龙虎山天师府时 他就曾经斩杀了 后卿的一缕分身 但现在营钩的这一缕分身 和后卿的分身 截然不同 这后卿的分身 乃是他的一缕 魂魄 分割出来 张静将其灭掉之后 后卿神魂 为大受损伤啊 没有足够长的时间 是弥补不回来的 可现在 后卿的这具分身呢 在将外表的黄泉直立剥夺后 张静发现 这其实说分身很勉强 更不如说呀 是一局傀儡呀 是的 就是傀儡 其中啊 虽然也远寒有意思 营勾的魂魄在其中 但是分量啊 却不多呀 至少 比当初斩杀后卿分身的魂魄 这分量啊 少很多 这么一点魂魄 是怎么能够形成分身的呢 而且啊 这关键的是 形成分身之后 还具有这般强大的威力啊 轻易就横扫 岭南地府 将一众阴司正神 压到贵地 连金佛舍利 都被他压制住 绝对是达到了天使境 门槛的实力 这种秘法 让张静都难以理解 感到惊讶 不过呢 这种傀儡的手法 我似乎有些熟悉啊 好像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呀 张静在心灵暗暗地回响 不断地搜索记忆 这片刻之后啊 正经妇人一惊 回忆到了什么 当即啊 手指就并成了剑直 一道剑气 凝现 就朝着 被控制住 毫无放抗直力的 迎钩手臂 斩过去 干涩的声音传来 没有黄泉之力 包裹的迎钩手臂 直接被斩断 手臂 从迎钩的身上 被斩落 在地上了 竟然迅速地改变了形状啊 最终 露出了本体 竟然是一片 黄色的 诡异的 纸张 啊 纸人 张静眼神 凌厉地 盯着迎钩 贺问道 啊 你怎会刺数 谁传授你的 他此刻啊 回想起来了 迎钩 现在的 傀儡 分身术 竟然和当年 在人家镇 作乱 陷害人家幕后凶手的指人 有几分相似 当年啊 陷害人 婷婷一家的幕后黑手 究竟是谁 可至今呢 依然是个谜题啊 本来呢 张静以为 这件事可能会永远 也解不开 当年那幕后凶手 在夺赦失败之后 说不定啊 魂飞 魄散了 没想到 今天 竟然在四大 僵尸十足之一的 迎钩身上 降到了类似的手段 当然 现在迎钩的分身 傀儡数 比当年 陷害人婷婷一家的 幕后凶手 要高明无数倍 实力 也强大了 无数倍啊 但是 张静可以肯定 这两者之间 必然是 有关联的 可是 陷害人家的凶手 怎么会和迎钩 有关系呢 不可能 是迎钩自己啊 迎钩 这些年来 一直被封印 关押在黄泉之中 应该最近 在中破封印 跑出来 兴风作浪 那么此人 究竟是谁 他的目的 又是什么 本来张静和九叔 当初推测 这位 幕后凶手的目标 只是啊 才要单纯的利用 人家的特殊血脉 制造一句 千年飞浆 现在看来啊 恐怕他们当初想错了 幕后凶手的目的 不会这么简单 所以 张静死死的盯着银钩 盘算着怎么能让他 虎漏实情 这逼问 应该没用的 这就是迎钩的 一具傀儡分身而已 逼问不出 所以然来 那就只能啊 使用老办法了 就像当初 对付后卿的 魂魄那般 使用射粒子 射出去魂魄 而后自己进入 他的梦境之中 探索 他的秘密 神光禅师留下的射粒 在这方面了 是最具有威胁力的 就算是天使竟中招之后 也会在张静面前 变成待宰的羔羊啊 可就在张静 即将要悄悄催动射粒时 这迎钩 宁笑着 盯着张静 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咧嘴说道 原来是你 是你 杀了汉吧 张静闻言一惊 迎钩 连这都知道了 刚冲破 黄泉封印的他 怎么知道 几年前自己 在十万大山 斩杀汉拔的呢 那都说 江十四大先祖之间 还真有某种感应联系吗 没想到 你竟然这般厉害 幸好 我今日前来的 只是一缕分身 嗡 趁着迎钩说话的时候 张静没有再犹豫 已经悄无声息的催动了 射粒子 当即啊 佛光照耀 凡阴阵阵 无尽的波动 就朝着四面八方 蔓延 若是被波动处击 神魂就被牵引 陷入昏迷之中 这迎钩啊 不过是一缕翻山 而且还被张静 完全压制住了 如果一旦中招 绝对是 抵抗不住的 可是啊 让张静没有想到的是 迎钩十分的果断 他的这一缕魂魄 没有丝毫的鱿鱼 直接 爆炸了 他似乎 知道 张静有这一招 能够多人 魂魄的手段 所以 一旦察觉到 有丝毫的不对劲 马上自爆 不让 张静得成 啊 哈哈哈哈 不管你多厉害 你的死期 也照样 已经不远了 明笑声过后 地府内啊 就彻底没有了 迎钩的气息 周围天地间的雷霆之力 也迅速的消散 张静脸色铁青 仔细感应了一番之后 也不得不将雷霆世界撤去 于是啊 空荡荡的地府 恢复了 阴气阵阵 鬼去 森森的模样了 哪呀 倒是不在乎 迎钩自爆之前 最后的威胁 张静感到可惜的是 没能斩杀迎钩 获取功德值 那就算了 竟然啊 连一点有用的消息 也没有打弹出来啊 迎钩 是如何知道 自己斩杀了汉拔呢 由于当年 陷害人家的幕后黑手 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问题 都让张静心中 有如毛爪抓一样 得不到答案 等了好半生啊 这大殿内的城黄 鬼差 判官 等 阴思正神 才缓缓地从压抑中 从惊恐中 勉强地回过神 又成黄 颤颤巍巍巍地走上前 对张静 毕恭毕敬地 弯腰说道 天国张道长 这些年来啊 张静回到人家镇 也算是隐居了 但是张静就算再怎么低调 但是在阴间地府 又变成王 帮张静传递名声 岭南地界的地府城黄 早就知道了张静的真正道行和实力 所以九叔被误纳入阴间之后 那几名鬼差才会让九叔回去通知张静 张静点点头就问道 你们伤势如何 本地城黄 可笑道 魂魄之力 已经被那银沟 抽走了七成啊 如果不是张道长 及时前来救命 我等此刻已经 魂飞 魄散了 这听到城黄的回答 张静才忽然想起 他刚跨进来时 银沟是在实展某种秘法 抽取重鬼的魂魄力量呢 而且啊 这银沟看样子 抽取魂魄的力量 也不是他自己用的 而是被运转去了 不知名的地方了 张静就询问道 你们可知 银沟为何要抽取 你们的魂魄 这城黄 判官等 纷纷摇头啊 张静皱起了眉头了 看来啊 银沟这次来到岭南地府 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海量的魂魄之力 他这么做 显然是有什么 阴谋 甚至 张静怀疑 并不只有岭南阴间 被淫沟这般摧毁 还有其他 很多地方的阴间城黄 也遭了大祸啊 他是在积累 祭练什么邪恶的大招吗 又或者说 想跟着傀儡分身有关 张静啊 也无法决定 猜不出原因了 只好问道 石殿阎王何在 银沟如此大闹地府 难道他们就不管吗 当年呢 在兰若四 变成王 就想碰自己 盘算着 有朝一日 如果银沟再次冲破封印 就让张静大头阵 不过现在啊 银沟没有第一时间来找张静 反而是维护 阴间啊 石殿阎王 总不应该 做事不理才对呀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张华胜 第六百一十一集 面对张静讯问 石殿阳王何在 这岭南城隍啊 不由的苦笑一声说 张道长啊 今天是中元节呀 中元节怎么了 难道今天 石殿阳王 也要像地府的鬼魂一样 还阳吗 张静皱眉问他 成皇 连忙摇了摇头 张静啊 可以调侃石殿阳王 他可不敢 甚至 他都不敢对石殿阳王 有任何不尊敬的念头啊 即便偷偷的想 也不行 中元节 是地藏王的诞臣啊 成皇解释的 所以这一天呢 所有阴间的鬼魂 除了极大罪恶之辈 不管是 不魂野鬼 还是有家人的鬼魂 都可以回到阳间 待一晚上 而石殿阳王 则是会 去见地藏王啊 地藏王 张静 愣了 他没有接触过 地藏王 这一事啊 也没有人 跟他提起过 就连九叔也不曾说过 但是 对于地藏王 张颖自然 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毕竟那句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婆提 谁没听说过呀 谁没听说过呀 地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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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在吗 这赢沟啊 破开封印 红线人世间 而且自己这次 没能将其斩杀 还牵扯出了 很多的秘密 肯定是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 得搞清楚的 赢沟 可不像 蒋尘 这蒋尘啊 虽然是 僵尸十足之一 可要是 按照 江约里面 来看 蒋尘 可不会 大肆地 滥杀 无辜啊 但是这 赢沟 可是和汉拔一样 完全是 杀戮成兴 极其邪恶之辈 若是 放任不理 绝对 会酿成大祸 成皇说道 传说中 地藏王 化身众多 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清楚啊 不过 有一个地方 定能找到 地藏王的 化身之一的 什么地方 张静问道 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 即是 阿比地狱 那是世间 最大恶极之辈 死后 在此 永远受苦 无法坐身 那是 所有地狱 最苦的一个 所以 这样的地狱 自然不是 某地 城皇 所能掌控的 无间地狱 舍在 传说中 有 十殿 阎王中的 平等王 所掌控的 封都城 在岭南 城皇的 太岭下呀 两个人 在阴间 飞行了 不知道 多长的时间 才终于 抵达 一座 七十红尾 但却又 鬼气 深深 泛着 悠悠 绿光的 城池 出现在了 面前 上面写着 封都 两个大字 这岭南 城皇啊 在岭南 阴间 地 那是一把手 顶尖的 大人物了 像当初啊 九叔 称为 阴司之神 其实 也就是他 一句话的 事情 可是 到了 封都城 就 唯唯 诺诺了 面对 守城的 鬼兵 都不得 放肆无礼 说道 在下 岭南 城皇 这位是 毛山派 张道长 我们 有很重要的 事情 想要 拜见 平等王 麻烦 通报 一声 既然是 一地城皇 难道不知道 今天是 中元节吗 平等王 自然不在 方都城 手持 长谋的 鬼兵 回答 正是知道 十殿阳王 今日 都不在 领地 所以才 特意啊 来 封都城的 想到 无间地狱 见 地藏王 法身 哪 领能 成皇 回答 鬼兵啊 想一没想 便直接拒绝 不可能 地藏王 在乌烟 在乌烟地狱的 法身 日日月夜 都在 普渡 众生 从不接受 任何打搅 你们 先回吧 等明日 平等王 回来了 再来 这 岭 岭 岭南 城 皇 面露 难色 如果是平时 或者 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面对这种情况 就算再怎么着急 也得乖乖地退回去 不敢硬闯 可今日身边啊 可是有一位 道行 深不可测 古往今来 罕见的 天师经高手 他怎么敢 让张静 回去等着呢 所以 岭南城皇 进退 围谷 张静 看出城皇的为难 便不再 让他偷面 直接 往前面闯了 大胆 刚硬闯 封都城 我看 你是活得 不耐烦了 不 我看啊 你是 连鬼魂都不做了 相信 无间地狱了 两名鬼兵 勃然大怒 他们当差值班 不知道多少年 从未见过 竟然有人敢 床 封都城 手中的长枪 想也不想 就朝着张静 刺过去 可惜啊 他们刚 稍微有些举动 两道雷霆 就像是锁链一样 将他们 束缚住了 完全 动弹不得 一旦动弹了 这雷霆锁链 就会侵蚀 他们的魂体 令他们痛苦万分 这两只守城鬼将 又惊又怒 但是又不敢动弹 只得呀 大喊敲哟 听到城门传来的动静 今晚呢 虽然平等王 今晚不在 但是 封都城的守卫力量 可并不弱呀 不但 鬼将无数 甚至 还有 五方鬼帝 四大盼管 特别是 五方鬼帝 在整个的 因缘的 那都是 鼎鼎有名的存在啊 名声 几乎仅次于 十殿炎王 而且 五方鬼帝 并不是 只有五个人 而足足有 九个人 何方 萧萧直白 金甘床 封都城 看来是 活得不耐烦了 那就让你尝尝 无间地狱的痛楚 眨眼见的 就有 无数鬼差 朝着张景 铺天盖地的 围拢而来 当五方鬼帝 联手时 这威力啊 其实已经不亚于 一名真正的 十殿阳王 扣手了 加上啊 这封渡城的环境 他们的招式 已经打破了 天地之库 就算是 普通天市经 高手前来 恐怕呀 都逃不了了 都狼狈的 退走 可是呀 这种 出入本源 规则层次的攻击 在张景面前 早就够不成 威胁了 雷霆皆展开 这五方鬼帝 以及这种鬼差 围拢支援的速度 有多快 被轰的倒飞而回的速度 就有多快 看似能够 横压一切的攻击招式 在张景面前 就像是指胡的一弯 抬手一招 就全部的化解 消散于无形啊 张映 连正眼都懒得 多看他们一眼 直接对 岭南的城隍说道 前面带落 啊 这岭南城隍 即便早就 见识过张映的实力 孤臣那般 上古魔头 都在张映面前 没什么反抗之力 可是那场 也不如张景这样 轻而易举的碾压 封都城所有的守卫力量 来得震撼啊 毕竟 封都城 可是 阴间的圣地 使他们这些地方 城隍 渴望 而不可搬的存在 结果呢 对张景来说 就有如 无人之地 这个时候 岭南城隍 心里 才算是明白了 眼前的这位张道长 不但已经打破了 天地之苦 而且也绝非一般的 天使境 而是已经达到了 更深的层次啊 也顾不得 众多鬼差 鬼递 看向自己 愤怒的眼神了 也顾不得呀 内心的震撼 和五味杂陈 岭南城隍 战战兢兢的 就带领着张景 朝着 无间地狱 走过去 无间地狱 虽然是在 丰都城内 但却不在地面上 任何一处 而是在 地底 最深一层 通过特殊的通道 深入地底 又在张景 雷挺之力 开道的情况下 这连续扫清了 好几道 看守的关卡 便看到了 所谓的 无间地狱 即便还没有进去 这里就完全不同于 阴间其他 任何的地方了 阴间呢 本来是 阴气深深 修为不够着呀 会被吹走魂魄的 但是 无间地狱 却是 充满了 熊熊的火焰啊 这种火焰 杀伤力 或许比不上 三昧真火 但是 在鬼一方面 却比 三昧真火 更生一筹 它 灼烧在 魂魄上 不会令魂魄 魂飞魄散 却会令 魂魄呀 承受最大的 痛苦啊 在无间地狱 兽形的鬼魂 也就是要 时时刻刻 永无休止的 承受这种 火焰的 支烤啊 在这里 时无间 行无间 深无间 苦无间 只剩下猛火呀 所以叫 无间地狱 张道长 前面呢 就是无间地狱了 我 我只能送你 到这里了 这无间真火 太厉害 我也难以 承受啊 岭南城隍 站在地狱之外 对张静 说的 张静点点头 身形一闪 便跨入了 其中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 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612集 落入无间地狱者 都是犯了 饥饿之罪 永远没有 解脱的希望啊 如果能够解脱 那便不是 无间地狱了 即便是地藏王 也不能打破 这个规定 否则呀 无间地狱 就没有 存在的必要了 如此一来 地藏王那句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也就成了一句 永远无法实现的 诺言了 当然了 这句话 本来就不可能 真的是 只是一个 理想而已啊 但是 地藏王心怀慈悲 即便是这些永无解脱 之日的罪人 他也不愿意放弃啊 一直在无间地狱 有法身不断的念经 做法 想要减轻这些罪人身上的 虐障啊 华 当硬 身形划入无间地狱 顿时感到热浪扑面而来 这些热浪 并非单纯的温度高 而是 会冲击你的魂魄 令你的魂魄万分痛苦 但是 这种痛苦 并不会令人魂飞魄散 但却会让你啊 什么手段都使用不出来 连法力 都会直接溃散 甚至 无断消散 修为倒退啊 这时间一久 那你的魂魄 永远的 潜入 无间地狱中啊 无法解脱 法实境 在这种环境中 也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甚至 有言张静 在这无间地狱中 如果什么都不做 任由这 无间之火 忽面而来 啊 都会感到魂魄 极为不舒服 所以啊 张静 不得不 稍微催动 神消雷法 在神行周围 防寸住 形成 一小片的 雷霆世界 如此一来呢 即便是 再凶猛 再诡异的 无间真火 也都 无法健身 对张静 构不成 任何影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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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间地狱外面 还感受不到 当进入了这火红的世界后啊 就会发现各种凄厉的 令人头皮发麻的惨叫声 不觉如驴 从事不停 诺达的 诺达的 仿佛望不到边际的 以狱中 四周密密麻麻的 重斥着 厉鬼 不论白天 不论黑夜 无间真火 着手着 魂魄呀 在这里啊 没有鬼差干手 张静一眼就看见了 整个地狱最中心的位置 一名 左手 赤着膝杖 右手 赤着保重 高坐在 一莲花台上的 高僧 在他的背后啊 还有一圈 佛光闪耀啊 神圣 不可侵犯 他闭着双眸 嘴 微动着 念着经文 声音很低 异常清晰 即便 无间地狱再大 每一个角落 都能将经文 听得明明白白 很显然 啪 便是传说中的 地藏王 菩萨 张静 双目 威廉 看着高坐 莲花台上的 地藏王 内心是 波澜 不惊 要是普通人 看见地藏王 即便不知道 他的身份 也会觉得 他是大慈大悲的 圣人 甚至会不由自主的 跪倒磕头啊 这是佛法 高深的原因 但是张静 内心自然 不会受到影响 地藏王的佛法 再怎么高深 对于 打破天地之库的 张静来说 就已经 不会 再有什么作用了呀 不过呀 张静身上的 舍利子 却是 忍不住的震颤 这种震颤 并非是 之前在 岭南阴间 遇到迎钩时的 震颤 遇到迎钩 那是遇到了 敌人的愤怒啊 而 遇到地藏王 那是高硬啊 是欢快啊 嗯 地藏王啊 也感应到了 那句 一招 就像是佛光的 感召 张静身上的 舍利 震颤的 很厉害 几乎 不受张静 控制 似乎 要顺着 地藏王的召唤 去到 他身边 一般 不过呀 张静的 雷霆世界 威力 稍微增强了一些 顿时 就震住了 这种 骚动 将地藏王的 佛法 彻底革局 阻挡在了 外面 好厉害的 雷霆造诣 地藏王啊 不再施法了 直言道 他是毛山派的 张静 张道长 张静 微微点头 成事 不问怎么说呀 这位地藏王 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 度尽众生 方正 菩提 如此的 红尸大怨 就值得 让人尊敬啊 毛山派张静 见过 地藏王 张静 张静 脸头厚 又略带 惊讶地问道 地藏王 知道我 曾听 变成王 提起过 张道长 地藏王 敢改的 不过 变成王 提起 张道长 时 说的 不够准确 他指的是 张静在 雷霆上的造诣 当初啊 变成王 认识张静的时候 张静才刚跨入天师境不久 神修雷法 也不过 才是入门级别 但现在的张静 就为 即将跨入天师境第二阶段 神修雷法 更是小城 从 召唤 紫修神雷 演变成现在的 自成仪器 实力增长了 何止一倍啊 不知张道长 前来无间地狱 有何贵干呢 地藏王很快 开门见山 问道 无言地狱 不是客栈 即便有能力者 也不可能 随便前来呀 来到这里 必然是有正事 有急事 张英啊 也没有多磨蹭 政策道 赢沟 再次从黄泉中 破风而出 并且趁着今日中原节 大肆洗击 各地城隍 吸纳众多鬼魂的 魂魄之力啊 我 没能将其留住 相找石殿炎王 想找石殿炎王 问问情况 赢沟 破风啦 地藏王文言 也是不由的神色 威威一灵 说道 怎么 怎么 石殿炎王 石殿炎王 一点都没 察觉到呢 万里来说呀 今天即便是中原节 石殿炎王 不在 各自的领地 但黄泉破风 这种事 即便相隔再远 他们也应该是可以察觉到的呀 而且 营沟 今日已经在各地阴间大肆作乱 很有可能 还并不是今日破风啊 而是在很早以前就破风了 地藏王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眼神中浮现一抹 担忧之色 张道长 请到丰都城吧 石殿炎王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很快就到 我这句法身 只能一直 停留在 无间地狱 没办法上去 地藏王 沉生说道 好 张静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 这火焰 偷天的 无间地狱 到外面是啊 通道内 又被众多的判官 武方 鬼帝 给围拢上来了 但是尝过了一次苦头的他们 这次 已经不敢再 情局妄动了 而且 他们 也已经从 令南 城隆口中 知道了消息 得知了张静 正是 汴城 王 口中的 那位 毛山派 张道长 当今 阳间 修道界 屈指可数的 天时 静 高人 再加上 现在 张静啊 平安无事的 从无间地狱 出来了 见识过了 地藏王 这更加能 说明问题了呀 不单说明 能够随便 在无间地狱 来回 更是 连地藏王 也认同了 这位 张道长的身份呢 这判官呐 鬼帝们呐 就更是 不敢多言了 反而啊 这眼神中 敬畏 与讨好之色 都露出来了 见张静 要离开 连忙有人 乖乖的 在前面带路 回到了上面 张静啊 等了约莫 一炷香的时间 这封都城内 引起骚动 就知道啊 是石殿阎王 到了 石殿阎王 奇迹 可是很 汉淀的情况啊 更何况 石殿阎王 前面 还有一位 身披佛光 手持西杖的圣者 地藏王 这次的地藏王啊 各不是 无奸炼狱中的 一具分身 而是他的 真身前来啊 张道长 张道长 石殿阎王 到了之后 都一一和张静 打了招呼 并没有摆架子 这个事业 终究是石殿说话 如果是一般的修炼者 敢闯入阴间 还到 封都城 直接就抓起来了 但是张静呢 石殿 比他们 石殿阎王 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然啊 就得平等对话了 一礼相待了 便成王啊 作为老熟人 打了招呼之后 迫不及待的 开口询问道 张道长 我听地藏王说 你说 银沟冲破黄泉封印 已经出来了 这张静点头 说道 是的 而且现在的银沟啊 比千年纸纸的银沟 要强不少 手段 也更加诡异了 不可能 这个变成王啊 摇摇头 沉声说道 我这些年来啊 一直都在注意着 黄泉动静 并且留下了 禁止手段 至今 我还没有发现 黄泉有什么 大的动静 发生了什么事 鬼差 直接带进了一名 受了重伤的 地方城隍 地方城隍 进了大殿 看见十殿阳王齐驱 愣了愣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 说 平等王催促道 是 这地方城隍 回过神来 连忙低头 颤声说道 呃 评告 平等王 金州地府 卑微 邪魔 占领了 无数的 鬼魂 判官 鬼差 恐怕都已经 残造 毒手 我也是 侥幸 才逃出来的呀 文言啊 宋言王都是 脸色一变 隐约 猜到了 什么事 这平等王啊 当即 立声问道 什么样的邪魔 地方城隍 联盟 形容了一番 果真是 赢勾的模样 好了 我们知道了 你先退下去吧 平等王说道 这地方城隍啊 淡战心惊的 退出大殿 石殿 阎王 脸色都很难看起来 有人猜测道 难道是 营沟 有了什么样的 新的手段 被封印在黄泉 也能在外面 兴风作浪吗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 地藏王 忽然开口 阿弥陀佛 我有一法身 刚才去黄泉 看了一趟 营沟的确已经 破开封印 逃走了 至于 变成王 你设下的 禁制 依然能感受到 营沟的存在 那是因为 营沟在黄泉内 留下了一具 唯一的 只人傀儡 分身 所以 你感应到的 早就已经不是 营沟的 本体 而是它的 替身 罢了 什么 这下呀 十殿阎王的脸色 都彻底变得 难看起来了 张静 摇了摇头 说道 看来啊 和我见到的情况 一样啊 很快 张静 将 岭南地府 发生的事情 详细的 讲述了 一遍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 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 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613集 听完张静的叙述 事情的真相 几乎 就已经很确定了 银沟 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悄无声息地 破开了 黄泉封印 跑了出来 并且 还学了一门 诡异莫测的 傀儡分身之术 银沟 在僵尸世大 十足之中啊 本来就堪称是 最难对付 最难被斩杀的一个 当年 上古时期 皇帝 都只能将其封印 没办法将其 真正的消灭 而现在 他有了 傀儡分身之术 威胁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 经过 十点阎王和 地藏王分析 推测出 银沟十有八九 在秘密进行 某种大阴谋 十点阎王 在确定 银沟出逃之后 马上 格斯 动用手段 清点 查探了 一番 自己领地内的 城隍 发现了 镇着今夜 中原节 银沟 竟然足足 偷袭了 六座 地方城隍 被他 抽取 魂魄之力 致死的 鬼魂 数量多达 十万以上啊 这可不是单纯的 厮杀报复 如果是为了 报复 十点阎王 这营工 不会采取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虽然会令 十点阎王 恼怒 但实际上 对他们是 没有太大 损失的 地府 遭受破坏之后啊 再派遣其他鬼斋 判官 去修建 也就是 营勾 这么做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他很需要 海量的 魂魄之力 或许啊 是用来修炼 他这 诡异的 傀儡 分身 法门 或许啊 是用来做 别的事情 不管哪一种 都让众人 心中 生出 不好的 预案 对了 除了 营钩之外 江十四大十祖中的 另外一位 江臣 在半年前 也已经现身了 张静说道 江臣 文言啊 十点阎王 连色 还算好 他们对于江臣啊 也是有所了解的 上国时候 江十四大十祖中的 这三位 银沟 后卿 汉拔 那都 穷凶极恶 杀性 极重 所以 最后都没有什么 好下场 全部被封印 被镇压 唯独 江臣 成了漏网之鱼 因为这江臣啊 自古以来 并没有造成 大杀戮的过往 现在再次出现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 地藏王 却是眼神一灵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连忙问道 张道长啊 你怎么知道 江臣出现的 你 可是曾经见过他 张静摇头说的 倒不是我 亲自碰眼了他 而是一位 叫马丹娜的道友 马丹娜 地藏王的眼神 变得更加凛然 问道 这位 马丹娜 可是 驱魔龙族 马家的传人 嗯 让你这样啊 嘴查到有点不对劲了 若有所思的问道 的确是驱魔龙族 马丹娜的传人 地藏王 也知道 驱魔龙族 认识 地藏王 点点头 神色 有些复杂 但是 却没有多说什么 显然呢 不想在这世上 多做讨论 不过张应啊 真是通过地藏王的表情 忽然想起了一些 江约的剧情 似乎在江约中 地藏王也曾出现过 而且最终啊 还因为某种原因 不得不 投胎转世 想到此处 张应脑袋便迅速的 转动起来 开始头脑风暴 迅速的回忆了一些 模糊的信息 这江约中啊 的确出现过地藏王 而且啊 他投胎转世的化身 不是其他人 也是马家的后人 马小虎 也就是 马小灵的哥哥 这似乎啊 是和那虚无缥缈的 命运 有关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地藏王知道 驱魔龙族的马家 也就很正常了 甚至说不定啊 他还能通过某种 推断的方式 提前指导 马家与将臣的纠葛 这张应啊 有心想要问 但是看见地藏王 忽然直接闭上了双眸 闭着眉头 不愿意多说话的模样 他也只能暂时 按耐住 放下了 接下来啊 张静干脆 将汉拔与后卿的事情 也说了一遍 这汉拔 已经被自己彻底斩杀 后卿 却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惜耗费代价 偷袭咒杀了 龙虎山天师府的老天师 被自己灭掉了 一缕魂魄分身之后 现在 上不知所踪 听完张静的叙述之后 十点阎王啊 已经彻底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一个营勾 重新出尸 就已经 够让他们 烦的了 现在啊 竟然又出现了 将臣后卿 这两位僵尸先走 就算没有营勾 那么难对付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还好啊 汉拔 已经被张道长 你彻底除掉了 要不然啊 此刻我们就真的 该提心吊胆 恍恍不可终日了 十点阎王中的一殿 秦广王 叛生 刚才说道 张静差一道 啊 恍恍不可终日 秦广王 言过其实了吧 四大僵尸十足 这对于一般的修道者 一般的鬼差来说 的确是 上古魔头 绝难抗衡啊 这碰见了 就凶多吉少 但是十点阎王 统领阴间 每一位至少都是 打破天地之库的存在啊 在阴间手段 更是突不想象 就算四大僵尸十足 齐聚 那么或许 没有办法将其彻底斩杀 但是 僵尸十足 也不可能对他们 造成什么威胁 秦广王 却摇摇摇头 叹声道 哎 张道长 你应该 没听说过 四大僵尸十足 若是分开 单独某一个 在打破天地之库的层次 都不算 顶尖厉害 即便是不死不灭的银沟 难缠归难缠 若是耗费足够的代价 将其封印还是做得到的 可若是四大僵尸十足齐志 那就不一样了 张静问道 有何不一样 秦广王 神情凛然 郑瑟道 传言中 若是四大僵尸十足同时出现 齐聚一起将会降下 灭世之祸 灭世之祸 张静愣了 为何有这种说法 秦广王咳嗽了一声 言语不详 只说呀 这是自上古以来 便流传下来的说法 应该不是谣传 但具体如何 四大僵尸十足 若是齐聚会发生什么样的灾祸 十天炎王啊 也说不清楚了 好歹啊 还是地藏王开口 为众人 解开了疑惑 诸位可知道 江十四大先祖 是从何 而来吗 地藏王问道 这张静就开口说道 根据我听的记载 传说中 银沟和后清 在上古时候 其实并非邪神 反而是皇帝手下的大将 很受重用 只是在于耻忧的战斗中牺牲 死后的魂魄和死尸 没有得到拓散的处理 觉得不公平 对皇帝极为怨恨 充满了怨气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僵尸先祖之一 两人的能力啊 各有不同 比如后清擅长诅咒之法 现在人死后 若是又一口怨气 在胸口下不去 埋葬的方法又不得到 就会失变 变成僵尸 似乎 就是出自后清的诅咒啊 这汉拔 本来叫女拔 更是皇帝的女儿 也是在大战之后 失去了胜利 不知道为什么 就失去了心智 我出掉汉拔的手 女拔的神士 曾短暂的清醒了片刻 说很感谢我 是我解救了他 不用再永远沉沦 至于将臣啊 是什么来历 我就不清楚了 听着张静说完 十殿阎王也没有什么补充的 甚至啊 张静说的比他们知道的还要多 比如这汉拔的事情 他们肯定啊 是不如张静清楚的 地藏王也是点了点头说的 大致的确是 如同张道长所说的这般 上古时候 银沟 后清 汉拔 其实最开始 都并不是什么邪魔 他们之所以会变成 僵尸四大先祖 是和一个叫做吼的 上古异兽 有关 吼 张静啊 以及十殿阎王都竖起了耳朵 静静听着地藏王 讲述 上古隐秘 传言正 很久以前 旁古开天辟地以后 立即而死 左脑化为伏析 右脑化为女娲 心脏化为浩天 而头骨化作的便是吼 吼 生性残暴 极为死杀 旁古的吼 作为旁古的头骨 拥有最坚硬 最强悍的身躯 他 危害人间 几乎 无人能敌啊 最后 是伏析和女娲 联手 才将吼 击败了 两人 以无伤神通 强行将吼的灵魂 区体分离 并将吼的灵魂 分成了三份 和吼的 区体 一起 封印 起来 然后啊 吼的三部分 灵魂 却相继 冲破 封印 那个时候 正知皇帝 与 池幽 上 古大战 后的三部分 魂魄 冲破 封印 后 正是分别 遇到了 银沟 后 清 女拔 当然了 三个人啊 都曾仿看过 比如 银沟那时 正在 看守皇权 看见吼的 魂魄飞过来 觉察到其邪恶 当即 想要出手击杀 只可惜啊 就算是 一缕残魂 起神力 也远非 银沟能比的 轻而易举 就进入了 银沟体内 没过多久啊 就将银沟 彻底同化 令其 堕落了 后清 与汉拔的遭遇 也差不多 是如此 变成了 僵尸 先祖之一 地藏王 缓缓到处 上古密文 不仅是张教 十殿阎王 也是 完全震惊 没想到啊 僵尸四大先祖 竟然是 如此而来 那将臣呢 将臣和吼 无关吗 张静雄问 地藏王 摇了摇头 说道 非也 将臣体内 虽然没有 好的魂魄 但他 但他却是 吼的 躯体啊 融合了一颗 神木的 树枝 所变 因为 没有吼的魂魄 所以 将臣 才会和其他 三名 僵尸 先祖 不一样 杀鲁心 并不重啊 不过 若是将臣 与其他僵尸 三大始祖 齐去 他们则 很有可能会 合为一体 重现 古神吼 而吼 若重现 必定 天下 大乱 生灵 毒弹 当今世上 谁 也无法再 阻拦他了 十天阎王啊 这下终于 明白了 为何会流传 四大 僵尸十足 不能 齐聚的 说法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一十四集 僵尸四大先祖 追根朔源 竟然是一只 足以灭尸的 善古凶兽 吼 说话呀 即便是最远古的 两位古神 女娲和福西 联手 也不能 江侯斩杀 可以想象 若是被四大僵尸 先祖齐聚 令侯 红心如火 会造成 多么恐怖的 灾变 这道法 目落的当今呢 连打破天地之库 都成了凤某 麟角的存在 谁会是 吼的对手啊 就算是 第三王 张静 也同样很难啊 毕竟啊 张静现在对付一只僵尸十足没什么难度 可要是四大僵尸十足聚起 并且还合体产生质变 将会达到何种的层次 谁 也说不准啊 不过呀 最好的消息是 张应啊 彻底灭杀了僵尸十足之一的汉拔 也就是说呀 吼的 一骨魂魄 已经彻底的被张静戳掉了 四大僵尸十足 已经不可能 齐次 吼 也就不可能再重新复活了 不过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就算吼 不可能再现 只是银沟 后清 汉拔 三大僵尸先祖 威蝎 威蝎 也足够大呀 地藏王说道 秦广王 就点点头道 地藏王 放心 以后我们会时刻注意 阴间各地城隍的洞下 绝对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只不过 只不过 说到这里啊 秦广王 顿了顿 看了看地藏王 最主要还是看着张静 面露南色 说道 就算找到 银沟本尊 以他诡异手段和 不死不灭的特性 我们十殿阎王联手 也不一定能够 将其留下 银沟 难以彻底的将其斩杀 就算 将他封印都很困难啊 需要耗费 极大的代价 千年前 兰若四个负命 就是 最好的例子 对于十殿阳王来说 也是如此 所以 当年他们算是 昧着良心 坑了 神光蝉石一把呀 现在 营沟 破风而出 这实力 貌似比千年前更强 十殿阎王心中 都没底啊 这张静文言 笑眯眯的道 诸位 不必担心 如果营沟 本尊献身 你们只需要 暂时的 将他拦截住 等我赶到之后 斩杀 赢勾的事情 交给我就是了 当年在 兰若四 变成王 想把当年 用在神光蝉石身上的计谋 再次 用在张应的身上 让张应啊 帮他 背锅 当时张应 这实力才刚刚突破 天时镜 对于四大僵尸 先祖 这种级别的存在 还应付不了啊 所以 没有答应 但是现在 僵尸 先祖 对张静来说 那就是功德 怪呀 求之不得 张静认真的说道 当然了 后清和将臣 也是如此 只要发现他们的踪迹 也请 立即通知我 十点阎王文言 顿时眼睛一亮 岂不自胜啊 这地藏王啊 因为某些原因 虽然警戒 实力极强 远超 十点阎王 但是 却不能轻易出手啊 这限制很多 所以 只望地藏王 对付 僵尸四大先祖 很困难 这本来啊 中阎王 还在想办法 该怎么引诱 张静这位 堪称当今道门 第一高手 让其上钩 帮助他们斩杀 剩下的三位 僵尸先祖 没想到啊 张静竟然如此 主动地 要求了 好啊 由张道长此话 我等 也就放心了 变成王笑呵呵的说道 是喜笑颜开啊 刚才啊 在来封都城之前 地藏王已经大致的 跟他们说了 在无间地狱 发生的事情 直到张静这些年不见 修为实力 都更上一层楼 比千年前的神光禅师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张静正气凛然地说道 这是我被修饰 应该做的本方而已 只要能相邀出魔 少一些生灵涂炭 就算为之 服出性命也在所不及 随即啊 又画风这么一转 张静眼神 看着石殿阎王 以及地藏王 不过呢 以后在下 若是有什么事情 要请众炎王和地藏王帮忙 也请诸位 能帮一帮 只要是我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无不应允 众殿阎王 慷慨地回答 张静啊 满意地点头了 他虽然没有什么 有求于石殿阎王 但是 这身边的人啊 却难免会需要啊 比如吧 修为 如果不能打破天地之苦 修炼者这个寿命啊 其实并不会比普通人长太多 石殿阎王在这个时候 就能 埋上用掌了 而只要张静 能帮忙对付 迎勾 后卿 将臣 石殿阎王 就算知道张静的打算 估计啊 也是 心甘情愿 所以助人 为乐 这两者是 互不 像干扰的呀 与石殿阎王 商量好好 张应啊 正想离去 可是他忽然 又想到一件事 就问 地藏王说 菩萨 传说中的吼 大致 大致 大致长什么样子呢 你知道吗 地藏王就回道 具体什么样子 我也不清楚 不过 不过我曾听过传言 豪 不是我们所知的 任何一种凶兽 但是 却有 十四啊 分别是 脚 是鹿 头 是驼 耳 是猫 眼 是虾 嘴 嘴 是驴 霸 是狮 静 是蛇 腹 是神 临 是礼 前 找 是鹰 后 找 是虎 听到 地藏王的形容 这石殿阎王都 嘖嘖称奇呀 很难想象 这只上古凶兽的模样 究竟 是什么画面 但是张静 却只是点了点头 并不行呀 反而是 意料之中啊 为什么呢 因为张静啊 早就已经 降过吼 而且呀 不止一次 准确的说 是吼的残魂 当时啊 在后卿的梦境中 他马上要追问出 后卿的秘密 和藏身的地址石 就是吼的残魂出现 震散了张静 制造的梦境 让后卿 清醒过来 洞虚山边 这空间之门的 另外一侧呀 张静本来 有机会 以一己之力 单杀汉拔 关键时刻 也是吼的残魂出现 让汉拔 清醒 这张静 这张静之前呢 心中一直 那都有疑惑 那上国凶数的残魂 究竟是什么来历 现在清楚了 就是吼 除了将臣之外 这其他的三大僵尸 先祖 都是吼的 一缕魂魄所化 他们的神魂深处 会显现吼的身影 也是理所当然 可惜的是 关于银沟 与陷害任婷婷家的 幕后凶手 有什么关联 至今 依然是个谜 即便是 十遍阎王和地藏王 也给不出答案 这也是啊 不解决 始终是张静心中的一根刺啊 隐隐 有些不安 这一切谈妥之后 张静啊 没有在丰都城 过多的停留 和岭南城隍 一起就回到了 岭南的阴间地界 从来时的地方 破开了阴间 一不跨过 就已经 到了益庄了 此刻啊 已经过半 这院子里的九叔 哲姑和人 婷婷 依然还在等着 没有休息 看见张静回来 才松了一口气 纷纷上前 询问 撞瓜 张静啊 就将地府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之后 九叔是心有余悸啊 没想到 是僵尸先祖之一的 迎勾作乱啊 不过 想到石殿阎王 已经加强防备 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 这样的事情 心中 也就安定了下来 毕竟 如果是普通的妖魔鬼怪 哪怕是千年飞江 也能帮得上忙 可是 牵扯到 僵尸先祖 上古凶兽的层次 他 就由心无力 担心也没用了 而后呢 张静就帮着九叔一起 将义庄外的 众多的 孤魂遗鬼 送回了阴间 中原节啊 才总算 过去了 只不过呢 张静不知道的是 在遥远的南洋 陀佛罗岛 曾经 他和草炉 居士 去过的 昭泽之地 此刻啊 没有任何 天时镜 高手 摧动 那从 上古 一流下来的 阵法 忽然呢 光芒 摧残 四根 巨大的 玉柱 从 沼泽 下面 缓缓 升起 神秘 浩瀚的 鬼一气息 不断的 弥漫 在四根 日柱之内 隐藏了一片 特殊的 空间 这里啊 暗无天日 充满死期 比阴间 还要 恐怖寂静 连光线 都照射不进去 会被吞噬 那就像 黑洞啊 在这片 空间 之内 这实验呢 仿佛静止了 一具尸体 像是 耿古以来 就 漂浮其中 张静 确认过 那就是 自己的父亲 张 玄 忽然间的 这张静 无定 无比 认为 自己 已经 死去的 父亲 在这 寂静 黑暗 之中 猛的 睁开了 双眼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615集 嗤嗤嗤嗤嗤嗤嗤 空间震动 上古阵法 自发运转 黑暗的死气 不断的移散 本来水草丰盛的 昭泽之地 在死气波及之后 这动物 植物 都在迅速的 枯萎 死亡 在这片空间内 仿佛啊 世界末日 将临 这本来呢 已经死去的张璇 在这末日 场景中 睁开了双眼 只是啊 只是这双眼睛啊 不像正常人 漆黑入末 没有任何情绪 身上 也被死气 缭绕 嗡 身体战斗 周围的死气 随之 被震荡散开 漆黑的双眼 也浮现过 一抹清明 可惜啊 这种改变 只是一闪而逝 鬼 空间内 就响起 沙哑的声音 别挣扎了 咱们的计划 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成功 就在眼前了 忍命吧 等我 重回巅峰 凌驾于 世间万物之上 拥有 独宗在这边 天地的权力 到时候 你就会明白 人类 所谓的 爱恨 情仇 不过都是 卧颜 云烟的东西 在真正的力量 在真正的力量面前 不值一提 不过 你那个儿子 恨不错 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到时候 他能 传福于我们 我 可以留下 他的性命 这沙哑的声音 颇为兴奋 话语很多 但很快啊 就闭嘴不言了 因为 沙泽前方的空间 忽然裂开了 一道口子 海量的浑坡之力 源源不断地 从空间深处 传递过来 就像是 江河入海般的 就关注到了 上古阵法中 而后 被张璇吸收 这些魂魄的力量 也正是中原节营钩 利用各大傀儡分身 在各地阴间地府 抽取的 鬼魂之力 这一切谜底啊 也就 呼之欲出了 当年啊 张全 一身四魔的 上古魔头 就是吼啊 他想与吼 同归于尽 可惜的是 他当年想的 还是太简单了 一身四魔 那 也得自身足够强大 才行啊 当年这个张全啊 虽然就为 已经不弱 达到了 法师境极限 甚至 半只脚 划入了 天使境 但是 但是 想要彻底消灭 吼 也是 不可能的 他能做到的 只不过 只是压制了 吼而已 这到了今天 吼 不但没有被灭掉 反而借助张全的身体 变得更加有希望复活了 所以说 张全算是 无意中 弄巧成桌 帮了吼一把呀 给我停住 张全 神魂丝吼照 这身体 随着不断的震颤 他想要 同心拿回身体的 掌控权力 阻止体内的吼 吸纳 这些魂魄之力 因为他知道 如果放任吼啊 将这些海量的 魂魄之力 吸纳成功 那他儿子张静 耗费了大气力 才斩杀的汉拔 灭掉吼的 一缕魂魄 就白费了呀 汉拔 的确是吼的 一缕魂魄 如同 地藏王说的那般 吼 想要复活 就必须得三魂齐聚 才有可能 均一不可呀 但是 这地藏王不知道的是 即便他的一缕魂魄 被彻底灭掉 那也是能够重新 修炼回来的 好 lose my 我现在 Also 打 你我现在是一体 你知道 你阻止不了我的 猴大嚣着 随着海量的魂魄之力 不断被吸收 在张玄的背后 一道似虎似狮 似鹰的鬼疑凶兽虚影 正在慢慢的重启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 魂魄之力才终于被吸完 阵法上空的空间之门 也随之关闭 可是双眼漆黑如墨的张玄 睁开了眼睛 脸上却有怒火浮现 嘶吼道 多够还不够 我还要更多的魂魄之力 才能弥补 这阵法的外围啊 银沟的虚影 缓缓凝现 盯着那连光都照射不进去的 阵法空间 咒眉说道 可是 现在石殿阎王 以及地藏王 都已经提高了警惕 我 已经不可能大规模的 去阴间抽取魂魄了 吼 抬头看了眼 还不够凝实的 本体魂魄 显得很狂躁 但是 可以很清楚 在石殿阎王的 阎王死守下 即便是赢沟 也是没办法在阴间 肆意妄为的 至于后清 虽然咒杀的手段 皈依无双 但是 正面实力 还不如盈沟 要是 将臣 能够听从他的调遣 那就好 以将臣的实力 在联合 盈沟 即便石殿阎王 有所提防 也能强行 硬生生的从阴间 撕咬下一口肉来呀 只可惜 这将臣 虽然也是他的化身之一 但是因为没有他魂魄 入住的原因 将臣其实 已经算是 单独的个体 和他 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了 所以啊 他想要命令将臣 帮自己卖命 那是做不到的 没办法 一次性 大规模的收集 魂魄之力 那就 慢慢来 一点点的 汇聚 吼 陈生 陈生 吩咐 如果阴间 吸纳不了 那就阳间 特别是阴间的 阳间 那些 修炼者 他们的魂魄 对我来说 大有比 越厉害的 越好 如果能够将 天使境的魂魄 完整的送过来 让我吞噬 一个就够了 这赢功无奈啊 却也只能 点头答应 现如阴啊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这阴间 有十殿阎王 阎方死守 自己东任何一地的称皇 他们都有办法迅速的 增援过来 但是阳间 那就不同了 当今修道界 目落呀 天使境 居止可恕 数量太少了 他去屠杀修炼者 取他们的阴神 就算天使境 有所察觉 也抓不住他 不过 普通人的魂魄 是对吼 没什么用的 甚至 这炼尸境以下 没有修炼出 阴神的魂魄 都效果很小 只有炼尸境以上 天使境以下 是最适合的目标 至于天使境的存在 这吼啊 说的很轻松 实际操作 却基本上 没有可能 这后轻 能够突袭 咒杀 天使境 这营魄 也有办法 斩杀 天使境 但是 他们只有 让天使境高手 行神俱灭的办法 想要将天使境的 阴神捉住 送来给吼吞吃 却是 万万做不到的 张静 和任婷婷 抱着自己 睡着的儿子 张守珍 回到了家里 把儿子送回房间之后 张静和任婷婷 都没有睡觉 毕竟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再加上 此时 李天亮 也没多久了 干脆 就没有睡觉 只是 躺在床上 留点 张静想了想 还是把心底的疑惑 说了出来 听听啊 今天我下阴间 在和营沟的傀儡 分身 交手的时候 还有一件 意外的收获 什么收获 任婷婷好奇的问道 张静 沉声说道 我怀疑啊 当年 谋取你 人家血脉 陷害你 爷爷和父亲的 幕后凶手 和营沟有关系 这任婷婷文言 瞪圆了眼睛 问道 静哥哥 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营沟的 傀儡 分身法门 和当年的幕后凶手 极为相像啊 张静 说道 可是 张静本以为 任婷婷 会很激动 但是任婷婷啊 却只是沉思起来 也是啊 在当年 人家刚出事的时候 任婷婷对于幕后凶手的恨意 那是滔天的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去报仇 不过这件事啊 过去了很多年了 他 已经 嫁为人妻 还有孩子 再大的仇恨 在时间的消磨中 也慢慢的 胆怯了很多 这片刻之后啊 任婷婷推测他 可是 师叔当年推测 那幕后凶手 或许是某个 他认识的人嘛 因为凶手啊 最后还叫出了 师叔 林凤娇的 真名字 知道师叔 名字的人 并不多呀 而且那个时候 银沟 应该还没有破开 黄泉封印 没办法 出来作乱吧 是啊 这也是我 疑惑不解的地方啊 认识师叔 并且很熟 又可能和银沟 有关联 张静皱着眉头 不知道为什么 脑海中忽然 浮现了一个念头 但马上 又自我否决了 笑笑觉得呀 不可能 是自己想太多了 父亲张璇 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 死在了南洋 这一点 是草炉局势 亲眼所见 自己 也去验证过呀 那是 毋庸置疑 不用怀疑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一十六集 秋去春来 一年的时间 转瞬即过 小张首珍 又长大了一岁 这自从去年 中元节阴间大乱之后 十殿阎王就加强了防卫 阴间呢 倒是没有再出什么大事 不管是迎勾 还是后清 都没有再在阴间出现 至于迎勾 在阳间出手 因为啊 那极其小心谨慎的原因 每次挑选的对象 也都不是名门正派的高手 也不再有天师净的地界 所以啊 也没有被发现 倒是张静 这段时间呢 虽然没有新的大功德直入障 但是靠着自己的勤修苦练 终于有所收获了 这系统功法一览 上清大动真经的后面 终于多出了一个 家号 代表着 张静可以将其提升到 第十一层 第十一层 是大的境界的跨越 从天使境第一阶段跨入 第二阶段 没有多有远 看见功法后面多了一个家号 张静直接便选择了突破 现在啊 他积累大功德直 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神消雷法 目前已经小成 威力达到了天使境第二阶段的巅峰 要想大成 不知道啊 得到什么时候去呀 现在 张静的短板 反而是功法抵远啊 这功法的突破 虽然时间会略长一些 但是 动静 比起 神消雷法来说 就要 小很多了 并没有 天降异象 只有 人家阵周围的 修炼之人啊 在张静突破的时候 忽然感觉 周围天地间的元气 好像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全部抽走了 虽然不是神消雷法突破那般 雷霆闪烁 自成一击 但是 也会令 修行者 感到很不自在 这种不自在 就像是 大海里面 这普通的小鱼 小虾米 旁边忽然游过了一只 康大无比的 鲸鱼啊 这鲸鱼 张开大嘴 吸口 这周围的海水 就会被它 全部吸走啊 稳弱 形成了一个 短暂的真空 甚至 只要鲸鱼 愿意 连所有的小鱼 小虾米 都会被它一口吞下去 这种形容啊 或许有些夸张 但是啊 也相差不远啊 对于普通 脸诗境 法诗境的修炼者来说 达到了第二阶段的天诗境 的确就是 难以奇迹的 鲸鱼 可以说呀 生命层次 已经在 更高的一个等级了 人家镇上 九叔 折孤 任灵灵 都很清楚的知道 能够造成如此 巨大动静的 有 且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 张静 这足足 持续了 一刻 中的时间 这天地 元气 才慢慢 恢复了 正常 九叔和 哲孤 夫妻 两个人啊 对此 虽然 早已经 在 见怪 不怪 他们这个 失职 根本就不能用正常人来形容 早就不是他们所能看透的存在 不管 再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啊 心中高兴的同时 也 颇不是滋味 后生 可畏啊 这就是后浪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 一浪高 这任婷婷啊 感受到张静突破带来的强大动静 自然也是由衷的欢喜 只不过呀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上的笑容 逐渐的消逝 叹了口气 望着天空中的落日和晚霞 漂亮的眼眸中 藏着 浓浓的 担忧 啊 张静站起身 感受着 突破之后的变化 达到天师境后 法力 早就一定不是 衡量修为高低的标准 而是 阴神强弱 对天地 本源规则的掌控 我真啊 第二层的神肖雷法 要想灵活愿用 必须得奖 修为也提升到 天师境第二阶段 张静点了点头 突破之前呢 他虽然也能施展 雷霆世界 但是 却复合颇重 没办法长时间维持 如果遇到 势军力敌的对手 就有麻烦了 现在不同了 神肖雷法第二层 雷霆世界 张静可以 随意的施展 不过呀 有一点 让张静 感到有些疑惑 这阴神变得更强大了 生命层次也相当于 再次蜕变 月生 所以 现在逐渐有了一种 飘飘乎 预先的感觉呀 这不是幻觉 而是张静 轻轻孤楚的 感觉到 当自己对于天地 规则掌控 越来越深厚啊 阴神 对于 天地 对于虚空的 契合程度 也就 越来越高 似乎 随着他的修为 不断增长 当达到某种程度之后 他就可以 真正的 和这片天地 融为一体啊 张静不知道 这是修为 突破后 耐给自己的改变 还是 神修雷法的原因 和虚空天地 融为一体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飞生成仙吗 张静忍不住 在心中猜测 我及天地 这不就是 人们口中的神仙吗 如果真的 能走到这一步 我许 还真的可以成为 传说中 不死 不灭 与天地 同寿啊 当初啊 和草炉道友 论道的时候 他似乎并没有 成仙的感觉 张静心中 有着疑惑 但是 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 也不觉得 这样的变化 有什么不好 所以啊 也就没有多想 稍微适应了 修为突破后的变化 就在脑海中 将系统界面 掉出来 查看 其他的啊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的 就只有两处 功法一栏 上清大栋 真经后面的备注 变成了 十一层 最后一栏 剩余的大功的值 从 四百六十五点 直接 变成了零 一点不剩 张静 觉察到 能突破之后 立即选择了突破 所以啊 大功的值 那是 刚刚好 等突破完了 大功的值啊 也就消耗光了 按照张静的推算 上清大栋真经 从第十层 提升到十一层 完整的应该需要 六百多点 六百多点 大功的值 靠着这些年来自己的努力 将他的两百来点大功的值 鼓励 鼓励了 鼓励了 足足七年 群修 鼓励 才修炼了 相当于 两百点 大功的值 的 效果呀 如果没有 系统的帮忙 我想啊 要从 第十层 突破到 第十一层 岂不是得二三十年的时间吗 张静心中啊 暗暗的砸手呀 看来草庐局势能够修炼到天师境第二阶段 的确不容易 难怪会在南岳湖隐居上百年的时间 如果修炼没有外挂 的确是要耐得住寂寞呀 慢慢的去积累 就算是天纵七才也不能例外 接下来张静的修为和实力 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进入平静期了 想要迈入天师境的最后阶段 不知道得何年何月呀 说不定啊 直接得到2020年去 就算将这个仁高 后卿 江藤 三大僵尸 先祖全部斩杀 所获得功德值啊 也不一定够 除非啊 他们能死了又复活呀 仿佛的让自己刷好几次 那还差不多呀 张静啊 修为突破 是在春节后没多久 他的突破呀 他的突破呀 几乎是伴随着一场春雷的到来 春雷乍响后 万物也就复苏了 天地回暖 洞里的冬眠的蛇啦 鼠啦 什么虫啦 什么蚂蚁啦 都醒了过来 又长大了一岁的张手珍和林雪莲 并没有长成大孩子 反而啊 更加顽皮了几分啊 捉蝴蝶啦 干蚂蚁搬家啦 抓小蝌蚪啦 都能让两个小家伙呀 玩的是不易乐乎 挺好 这两个小孩顽皮 都顽皮 但是 没有发展成为 熊孩子 挺懂事儿 但是张静和九叔 商量过后啊 还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 准备搬家了 倒不是他们呢 自己想搬家 不想在人家镇住了 是真正的原因呢 正是为了两个小孩子 张手珍和林雪莲 张手珍 今年开装后 就七岁了 林雪莲 更是快八岁 这个年纪的小孩了 该去学校 读书上学了 虽然张手珍 因为 先天雷体的原因 遗传了张静 在雷法上面的天赋 梁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调动 天地间的雷霆之力了 林雪莲呢 最近两年呢 也在九叔和哲孤的引导下 开始修炼道法了 但是啊 修炼道法和上学读书 那是两回事啊 这一点张静和九叔 那意见是一致的 虽然即便在家里啊 张手珍和林雪莲不去学校念书 任婷婷 折孤 也能传授他们知识 教他们识文短字 但是 这家里学习和去学校的学习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能因为修炼道法就不去读书上学了 更不能啊 因为修炼道法就与外面的世界向格局 不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毕竟啊 他们毛山派属于正义派 可以和普通人一样 结婚生子 更何况啊 就算要求必须诸家住冠的全真派 也并不是就一直在深山老林中修行 也得入世啊 到这个世界上去看看 这修道之人 可不是那些小说中描写的仙人啊 高来高去 超凡脱俗 张静啊 当年行走天下 那也是见多识广 可这么多年来啊 也只见过草庐居士一位 隐居的 世外高人 这草楼居士 那是很多年前就已经打破了天地之枯 才会隐居修炼 除此之外啊 不管是树式英 殿式英 又或者是法师境 那都是在红尘之中 享有出魔 所以 让张守珍和林雪莲一起去学校读书 经历一下普通小孩子应该有的生活 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决定了 让孩子要去学校念书 那么问题啊 也就来了 去什么学校啊 啊 人家镇 肯定不行 人家镇呢 就没有好的学校 连整个平安县 也没有啊 本来啊 去省城 哎 倒是不错的选择 人挺挺 当年就是在省城女子中学念书来着 那里啊 有不错的学校 只不过 现在的局势啊 比当年 拱荡了很多呀 这省城 更是复杂 学校也变得不再和平安全了 已经不适合求学了 所以 九叔就提到了一个地方 湘江 不得不说 依现在的时局 如果不流洋的话 湘江 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啊 湘江 离人家镇很近 并不比省城远多少 只不过呀 张静听到湘江两个字 自然就会想到 马丹娜 马丹娜说过 他各个一家 已经搬去湘江 定居了 女儿 马丁当 已经出生 现在啊 江师三大 先祖 都找不到身影 藏得很深 如果 按照这么 发展下去 或许啊 再过十几年 将尘 还真的会出现在 湘江啊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 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盛 第617集 这搬家去湘江 对两个孩子读书 很有利 张静啊 自然不会反对了 于是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反正啊 就算在湘江 遇到了 蒋尘 这个大魔头 对于现在的张静来说 也不是坏事 反而啊 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 正好可以 大赚一笔 以公德职 至于 人庭庭 这姑 闻财 也是 纷纷表示同意 因为其实啊 在这之前 众人本来就有 打算搬到 大城市去住的 这九叔多年来啊 抠门至极啊 宛如一个 守财奴一般 这每次赚了钱 都会 存起来 平时省吃日俭用 就是为了将来啊 有一天 去大城市的时候 有钱 能买房子 这唯一 让众人 犹豫的 就是 对于生活了 多年的 人家镇 有着 不舍 之情罢了 但好在啊 人家镇 离香江 并不远啊 特别是 对于 能够 日空飞行的张静来说 跨越两地 不过半个时辰 不到的时间而已啊 想念的时候 回来看一趟 也方便得很啊 这商量好后啊 张静和九叔 先去湘江 看了一趟 将该了解的情况 了解清楚 该打点的关系 也打点了一番 不过最重要的啊 自然是 买房子 这买房子 那是件大事啊 虽然不管什么 时代 什么地方 买房子 都会有 忠敬 但 这是自己以后 或许 几十年 都要住的地方 当然的 认真 挑选了 各方面啊 都要考虑 都要考虑清楚 张静 还算好 对于这件事啊 不是那么看重 九叔 可是足足在湘江 待了五天的时间呢 才终于决定买哪一套房子 至于张静 选择在九叔家旁边不远处 也买一套 那就行了 九叔选择的地段 不错 是湘江 中心地带 师叔 你钱带够了吗 不够的话 在我这里拿 张静问道 这现在的湘江啊 虽然还没有几十年后 那般国际化 但是 也已经建设的很不错了 这街上 连巴士车 都已经有了 到处 也都是高楼林立啊 好地段的房子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价格 是难以想象的呀 张静觉得 以九叔的经济实力 未必足够 不过呀 他还是小瞧了 九叔的机遇啊 毕竟 这几十年来 九叔 都抠门的很啊 吃 舍不得吃 穿 舍不得穿 当年张静 刚到人家镇的时候 文才和秋生 两个人 连下顿馆子 吃顿肉 都得高兴半天啊 如此 接击下来 存款呢 还是有不收的呀 这点钱啊 我还拿得出来 九叔 淡淡的说道 一副 云淡 风轻的样子 不会 如果仔细观察 就能看到 九叔在汗中咬牙 眼神深处 有种浓浓的 肉疼之色 只不过呀 九叔 抠门 归抠门 但是 也是要面子的人呢 在买房子 这件事啊 怎么可能 接受晚辈的 帮助呢 啊 他 都不会 在张静面前 表现出 任何的情绪来 啊 幸好啊 幸好 将所有积蓄 都全部 带了过来啊 要不然 真的得向张静 这个臭小子 借钱了 九叔 在心里啊 肉疼的 想到 他的钱啊 都是靠自己 一笔生意 一笔生意 同时 省吃 捡用 节捡下来的 哪像张静啊 直接 取了 人家镇的首付 这钱啊 多得 花不完 这下买房子 几十年来的 积蓄 差不多全部 都掏光了 不过还好啊 在湘江四处 逛的 九叔就发现 湘江虽然不大 但是啊 龙蛇混杂啊 颇为混乱 而且 也有不少 诡异的地方 相信以后啊 帮过来 定居后 他的生意 不会差 赚钱的机会 还是有的 就在九叔 交完钱 买完房 按照考虑 将来 该如何生活 如何赚钱的时候 这张静 去拉住了 中介 询问附近 一条闹市街区 这店铺的 价格如何 看样子 准备买了房之后 顺便啊 再买 半条街 像张静 不像是开玩笑的 样子 警服不由的呀 嘴角都抽了抽 这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呀 在修炼上啊 比不过 九叔也就认 毕竟啊 这个小子 偏重奇才 别说毛山派 就算整个盗门 历史上 千百年来 估计啊 也没人比得过 但是在钱财方面 差距这么大 就真的 打击人了 张静买街 那的确是认真的 虽然他现在 早就已经 对钱 不感兴趣 很久 没有为赚钱 而操心过 但是有句话呀 说得好啊 人活一世 钱 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 却是万万 不能的 哪怕 对于修炼者来说 这句话呀 也同样适用 关于赚钱 张静 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想法 唯一一个 买地皮 买商铺 在港岛这 买房 买商铺 就不可能吃亏呀 反正啊 现在手里 不差钱 多买点 总是 错不了的 甚至 要是他愿意 在这方面 多下功夫 将来啊 就可以 让那 李超人 没什么事 就这样啊 张静和九叔 在湘江 置办完 房产之后 也差不多到了 春季学校 开学的日子了 于是回到了 人家镇 稍微收拾了一番 就准备 开始 搬家 这是啊 在这个时候 却有一道 忽然意想不到的 额号 就是坏消息 传过来了 打乱了 中人的计划 枪鹤道长 死了 是四目道长 最先得到消息 而后啊 他亲自来人家镇 告知九叔和张静 这枪鹤道长 当年呢 因为护送前朝小王爷 去京城后 因为种种原因 就在这个京城啊 定居了下来 张静在金门的时候 还见过他 啊 枪鹤师弟 是怎么死的呀 是因为僵尸鬼怪 还是 死于他人的手中 九叔文言 连忙沉声问道 语气 充满了悲伤 这毛然派 他们这一辈师兄弟中 九叔 四目道长 枪鹤道长 三个人关系 可以说 那是最好的 而枪鹤道长 在三个人当中啊 年纪最小 就突然死去了 枪鹤道长 实力也不弱 实力也不弱 虽然还没有 跨入法师镜 但是也是 炼师镜后期啊 疲美 法师镜 一般的妖魔鬼怪 不可能害得了 枪鹤道长的性命 四目道长 眼眶啊 也有些泛红 摇头说的 不清楚啊 据传来的消息 京城不止 千鹤 师弟一个人牺牲啊 还有好几名 修为不敌的道友 也都死于非命啊 张静和九书文言 都是眼神一临 不止千鹤道长 一人牺牲 这就说 京城必然 大由不怪啊 就是不知道 是邪羞作乱 出现了 厉害的妖魔鬼怪 我看啊 我还是 去京城走一趟吧 张静说的 以张静现在 玉空飞行的速度 从岭南去京城来回啊 最多三天的时间 就足够了 只不过 对于传递消息的人来说 就并非如此了 千鹤道长的死讯 从京城传到四目道长耳中 恐怕已经过去了 好几个月啊 甚至 那半年了 当时的京城有骨坏 现在去京城 未必能够查出什么 有用的信息 然而 就在此时 张静忽然眼睛一亮 身形忽然 探紧 就朝着 一庄外不远处的树林飞去 站在树梢上 而前方 正有一只奇怪的大鸟 也站立着 这鸟啊 身上五颜六色 张静两世加起来 在动物世界中 在动物世界中都不曾见过如此奇异的鸟了呀 而且张静还明显的感受到 这鸟的身上啊 有灵气波动 这是一只通灵的鸟 不过呀 却不是妖兽 更恰当的说 就是灵兽啊 而且 身上还充满了 禅意 他看见张静凌空飞过来 稍微惊吓了一下 但是 很快 他的眼神就充满人性化的 镇定下 围绕着张静 飞了一圈 像是在确定张静的身份 办上后 终于确定 张静似乎啊 是他要找的人 于是竟然开口 说人话 这话语啊 很短 很简单 却让张静眼神一灵 瞬间明白过来 那么这五彩鸟 说的是什么 五彩鸟说呀 甘田镇 毛道长 回问 这只五彩鸟千里迢迢 来到人家镇 就是为了 找张静 并且通知张静 去 甘田镇 难道甘田镇 也出事了 张静心中一灵 这顾不得考虑 这只神鸟 是什么来历了 和毛小方 又是什么关系了 为何 会来通风报信 张静啊 没有过多犹豫 对五彩鸟 就说了一声 稍等 这时啊 九叔和四目道长也追了出来 看见树梢上的五彩神鸟 惊奇不已啊 张静落下了树梢 开口说道 二位师叔 我再先去一趟 关中甘田镇 我有预感 那里可能啊 也出事了 等我查清楚 甘田镇出了什么事 再顺便 去一趟京城 查看 千赫师叔的死因 九叔 点了点头 一路小心 虽然啊 九叔没有去过甘田镇 但是对于甘田镇福西堂 早就听张静说起 我知道毛小方 也算是半个毛山派弟子 在关中一带 很有威望 好 张静点点头 当即喷空而起 就朝着家的方向 飞过去 一来啊 跟老婆儿子告别 二来呢 是想 斩腰剑 带上 带上斩腰剑 不为 降腰筹磨 只是为了赶路 神修雷法第二层 自称 雷挺世界后 张静说 飞行的速度 就提升了很多呀 再加上 预见飞行 就更快了呀 五彩神鸟的飞行速度 也不慢 但是和张静比起来呀 还是 那很多呀 你速度太慢了 到我舰上 我带着你飞吧 高空中啊 张静 站在 斩腰剑上 周身 雷挺 阳绕 这个速度 尚会 全力展开 这五彩鸟啊 就跟不上了 张静看了眼 努力 振斥 也要 钓队的 五彩鸟 伸手一招 想啊 带着它 一起飞 不 不 不 哪知道啊 这五彩鸟竟然很骄傲 作为鸟类的尊严呢 它不允许在别人的帮助下飞翔 开口拒绝了 那你就慢慢的飞吧 我先走一步 张静啊 笑了笑 你就懒得管他了 压快了速度 在雷挺的包裹之下 画做了一道虚影 迅速的朝着北方式 飞去而去 呜 当年呢 张静游离天下 从人家镇出发 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抵达 甘田镇 现在啊 却只是半天过去 甘田镇 已经在脚下了 收起了斩腰腰 身体周围 弹绕的雷挺也消失了 张静从云头落下来 直接来到了 福西塘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一十八集 怎么回事 张静来到了福西塘 没有看见毛小方 也没有看见他的两个徒弟 小海和达初 反而 反而一群穿着红色僧袍的 帆僧 在守着大门 这张应啊 正要询问情况时 这屋子里面走出一名 手持法杠 头戴法官 身穿华丽长袍的青年男子 虽然张应啊 对于西域和尚 并不怎么了解啊 也没有去过西域 但基本的情况啊 还是了解一些的 看着青年男子的穿着打扮 必定在西域啊 地位不低 甚至很有可能是尊者 也就是西域和尚的 最高领导者 我真的 看见青年男子走出来 这院子里的一群藩僧 当即行大礼啊 低头 称呼道 尊者 尊者 西域的尊者 怎么来到了甘田镇呢 还在福西堂中 而且啊 这名年轻的尊者 这个样貌啊 让张静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似乎在哪里见过 张道长 好久不嫁 张静还没有开口 这青年男子就先微笑 打招呼了 你是 张静周围问道 自己很少啊 接触翻僧 更不可能 跟他们的尊者 有过接触啊 可是看着青年男子的样子 似乎认识自己 而且还 颇为熟悉 就在此时啊 屋子里 终于走出来了 几个张静熟悉的人 正是毛小方的两个徒弟 小海和达初 同时啊 还有一名 年纪应该有四十几岁的妇女 竟然是很多年不见的 黑玫瑰 当年呢 张静 云游天下 来到甘田镇时 首先遇到的就是自称侠盗的黑玫瑰和小虾米 这 侠到二人组 偶然间 听到了逃兵 谈论甘田镇 有宝藏的消息 于是提前就来甘田镇 打探消息 当然了 最后发现甘田镇所谓的宝藏 其实啊 就是此与目 最后 偷鸡不成十把米 宝藏没有拿到 反而啊 差点丢了性命啊 黑玫瑰 张静眼神一闪 再次落到了青年尊者的身上 看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不确定的问道 你是 小虾米 青年尊者的模样啊 就好像是 当年古灵精怪的 小虾米 大胆 敢对我们尊者伯将 听到张静的称呼 院子里啊 当即就有藩僧怒声喝斥 对于他们来说 尊者 就是他们的神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亵渎 即便是为此付出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倒是青年尊者呀 文言摆了摆手 微笑着说道 不碍事 而后啊 他对着张静点了点头 说道 看来张道长还记得我呀 我的确是 小虾米 啊 张静一时之焉呢 也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已经成为了 转世尊者的小虾米 倒是气度不凡 完全看不出当年 那古灵精怪的模样 开始啊 缓缓道出 这件事的缘由 这事情的开始啊 张静是知道的 当年小虾米 和黑玫瑰 跟着张静一行人 去长安城的时候啊 小虾米和 燕清风的儿子 燕百味 曾同时被人劫持走 当时啊 黑玫瑰和燕清风 夫妻两个人呢 都差点吓破了胆啊 六神无主了 但是 当追到城外 发现凶手 竟然是 一个藩僧 此藩僧 实力极为高强 足以媲美 法师镜 连燕清风 都拿到无可奈何 这张静赶到的时候 倒是可以轻松的 制服藩僧 可令人不解的是啊 这藩僧 在要被制服的时候 直接选择了 自爆 并且啊 被劫持走的 小虾米和燕百味 都没有受到伤害 相反 两个孩子啊 还被 啼壶 灌顶过 最终 这个燕百味 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小虾米啊 脑海中 却莫名其妙的 多了一些 原本不属于 他的记忆 觉得 西域 有着什么东西 在等着自己 必须要去西域 走一趟 才能解开迷惑 黑玫瑰说的呀 小虾米 是被翻僧 下了什么 鼓毒 入魔了 还曾啊 来求过张静 让他帮忙查干 但是张静检查后 没有发现 小虾米身上 有什么异常 没办法 黑玫瑰 只能带着小虾米 去了西域 但是这一去呀 他们两个人 就在西域 带了足足 十几年 才再次回到 甘田镇 因为 小虾米 那是喇嘛教的 尊者转世啊 这到了西域之后啊 小虾米 就迅速恢复了 前世的记忆 经历了一系列 艰难贤祖之后 最终登上了 尊者之位 彭领 喇嘛教 而在长安城 劫持走小虾米 和艳百味的 老藩僧 其实啊 就是喇嘛教的 一位护法 他的职责 就是负责找到 转世尊者的下落 当时啊 他只能确定 转世尊者在长安城 却不能确定 究竟 是谁 小虾米和艳百味 两个人 颇举灵性 所以啊 才将两个小孩子 都劫持走 然后 帮他们 灌顶 如果是真正的 转世尊者 在被他灌顶之后 就会恢复一些 前世的记忆 就像 小虾米那样 那至于今天 小虾米 为何 会回到 甘田镇呢 那是因为啊 小虾米 身为 转世尊者 法术通玄 在因果树 这一道上啊 比张静的 大因果树 都还要 强得多呀 甚至 可以 日知未来啊 未不先知 在半个月之前呢 他就日知道 甘田镇会有 大祸临头 于是 直接不辞辛苦 千里迢迢 赶来了 赶田镇 阻止 悲剧的发生 就连 去 人家镇 给张静 空风 报信的 五彩神鸟 也是 小虾米派 去的呀 五彩神鸟 那是 喇嘛叫的 灵兽 张道长 张道长 神鸟呢 他应该 会跟着你 一起回来 才是啊 小虾米问道 张静解释道 哦 他飞得太慢了 又不肯 让我带着他飞 我着急 来 赶田镇 所以呀 就先走一步了 小虾米威延 心中不由的 微微的震动 这神鸟 是他们喇嘛 叫的神兽 除了通灵之外 飞行的速度 也是远超 各种鸟类的 即便是 高原上的雄鹰 速度也不及 五彩神鸟 就像小虾米自己 十几年前 他早已经 完全觉醒了 前世的记忆 修为 也彻底的恢复了 打破了 天地之库 但是 欲空而行的速度啊 也稍逊于 神鸟 和神鸟比起来啊 哎 有点差距 小小的差距啊 小虾米不由的 在心中猜测 难道张敬的修炼 进步 比他作为 转世尊者 重修的速度 还要快吗 张敬啊 没有在乎 这些细节啊 就问他 当天真 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我怎么没有看见 毛道长 本来啊 在来的路上 张敬一直担心 毛小方出事 不过到了之后 看见毛小方 两个徒弟 达出和小海身上 并没有太多的悲伤 呼吸堂 也没有办丧事的样子 心中才 稍微安心了 不过 这一直没有看见 毛小方的身影 也让张敬啊 纳闷啊 达出文言啊 走上前说道 张道长 我师父受了伤 我师父受了伤 现在正在闭关疗伤呢 啊 只是受了伤啊 张敬算是 松了口气 问道 伤势重吗 达出就摇摇头 表示不清楚 看了眼 早已经 今非昔比的小虾米 眼神中带着敬畏啊 示意 得问小虾米 才清楚 小虾米叹了口气 神色严肃的说道 哎 我预知道有灾难要发生 立即就动身赶来了 可终究还是晚来一步啊 毛道长 伤势颇重 而且 还是因神上的伤势 恐怕 很难痊愈了 因神受伤了 张敬 皱着眉头 如果是 肉身上的伤势 就算再严重 对于修炼者来说 都还不算 特别大的问题啊 可要是 因神 受了损伤 可就不好说了 毛道长这次 就算养好伤 恐怕修为 也会倒退 小虾米 小虾米很快 给出了答案 啊 修为倒退 张敬一愣 这可是最糟糕的 结果之一 达出 小海 这两个人呢 不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张敬 可很清楚 相当于说呀 如果 毛小方 事物的伤 要是 要是再严重一点 恐怕就直接 是魂飞 扩散了 是谁干的 张敬 全身 混淌 小虾米 魂眼 转动了 手中的佛珠 满脸 认真的 说出了两个字 赢勾 果真是他 张敬 眼神 阴沉 其实啊 这个答案 并不 令他感到意外啊 甚至 已经在心里 猜测到了 这个结果 毛小方 修为 早已经 跨入了法师境 实力 不比九叔低 就算是千年飞江 对他来说 也不是 不能抗衡 不至于 伤到这种地步 而且 最重要的是啊 阴神 受伤了 这 很像是 赢勾的手笔 赢勾 可是想勾走 毛道长的 阴神魂套吗 张静雄问道 是的 如果我要是 来晚一点 毛道长的 阴神 就被 赢勾 抓走了 小虾米 点点头 问 莫非 张道长 你也遇到过 赢勾的 分身 张静啊 微微 眯着眼睛 杀意 流露 心中 暗暗道 看来 这个 阴沟啊 并没有放弃 他的阴谋 计划呀 自从去年 中原节过后 十殿阎王 加强 阴间的防备 阴沟 就没有 再出现过 本来以为啊 这阴沟 是知道厉害 选择 博藏起来了 却不曾想到啊 他竟然是选择了 在阳间 杀卢 修炼者 抽取 阴神之力 如果阴沟 需要大量的 魂魄之力的话 那么 法师境以上 修炼者的阴神 那的确是 更好的代替品啊 再联想到啊 枪贺道长 在京城的遭遇 本来张静啊 还想不到凶手是谁 现在看来 是有八九 也是迎勾的作为了 呜 尝出了一口气 张静啊 让其他人暂时离开 只剩下他和小虾米后 缓缓开口 将去年中原 在阴间发生的墙后经过 告诉了小虾米 经过短暂的接触 可以确定 小虾米恢复了 转世尊者的身份之后 也已经打破了 天地之库啊 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 小虾米听完之后 也是震惊不已 探生的 本来我以为 我预知的末日景下 只是错误的警示 现在看来 是真的大劫将至啊 张静摇头说道 尊者此言 果重了 这银沟 虽然厉害 手段诡异 不过他的实力 还不足以说是 灭尸啊 麻烦的是 他这手分身傀儡树 让人很难找到 他的真身所在啊 小虾米 却是如实地说道 我所说的大劫 并非盈钩啊 那么小虾米说 他所说的大劫 不是盈钩 那又会是 谁呢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白袍飞扬 演播张华胜 第六百一十九集 不是盈钩 这看着小虾米 严肃认真的表情 张经复觉得呀 他是在开玩笑 也没有怀疑他的话 毕竟啊 小虾米在预知未来 这方面 的确是远超自己的呀 他在西域之地 就能提前预知到 甘田镇会发生大灾难 并且及时赶来 自己在岭南 却丝毫没有察觉呀 难道是将臣吗 张经问道 四大僵尸先祖之中 最弱的 应该是汉拔 最强的 则是将臣 或者是 盈钩 而且究竟谁更厉害 也不好说 虽然盈钩号称是 不死不灭 魂魄永存 但是张经觉得呀 他未必 就比将臣更强 但是小虾米依然摇头 表示啊 大截 代表的 不是 蒋臣 这下呀 张经猜不出了 从不能是江约中的 女娲 或者是 姚池圣母 什么的吧 就算江约 剧情 真的会发生 这女娲和姚池圣母 都会接连 同返人间 展开他们的 蔑视计划 但也至少是 几十年之后的 事情了 距离现在啊 还早得很呢 小虾米啊 就算 有着预知未来的本事 也不可能 预知到 几十年后的事情啊 可现在 指的是谁呢 是吼啊 小虾米说道 吼 张经愣了下 随即笑着摇头说道 他来这次啊 你的预知出错了 有件事 忘了告诉尊者了 僵尸四大十祖之一的汉拔 已经在几年前 被我和一位道友联手 彻底斩杀了 四大僵尸先祖 不可能再齐聚 好 也就不可能 再出现 他本来以为啊 小虾米听到汉拔 已经被斩杀的消息 会愕然 但是小虾米 威严之后啊 却是露出了 果然如此 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转动手里的佛珠 说道 原来汉拔已死 如此一来 营勾的所作所为 就说得通了 什么意思啊 张静众媒问道 小虾米的眼中啊 有着金色佛光 在闪耀 仿佛能够靠穿过去 和未来缓缓过来 张道长不是好奇 营勾为何 会需要如此多的 魂魄之力吗 这不是他自己 在修炼什么 邪恶的术法 或者有什么阴谋 营勾想要帮好 重新复活 就需要 大量的魂魄之力啊 因为 汉拔一死 吼得魂魄 却失了一块 张静眼神一脸 不敢置信的问道 你的意思是 汉拔即便魂飞魄散 吼 也有办法 弥补缺失的 这一部分 这不可能 这魂魏魄散 是不可能再重新复活的 即便是打破了天地之部的天使镜 也没有办法 打破 这一规则 就这阴神 若是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天使镜啊 也没有办法复原啊 就像是毛小方一样 阴神修装 修为跌落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 再弥补了 就算是 喇嘛要的 尊者 转世 像小虾米这般 也并不是 魂飞魄散之后 他们 不过 使用某种 特殊的秘法 重生 再修而已 我也希望 这不是真的 可我的确看见了 后的复活啊 再次降临人世间的样子 小虾米叹了口气 忧心忠忠 张静 沉默不语了 虽然 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件事 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如果后 真的能够复活 那如何硬化 这未知的对手 才是最恐怖的 这对于后的实力 是不断 而且 都完全不清楚 这自然谈不上 有信心 能够战胜 一线在自己 天使应第二阶段的修为 神消雷法第二层的造诣 也不敢说呀 有多大的把握 可有什么能提前预防或者阻止的办法吗 张静问道 小虾米摇头说的 虽然 通过他身上的 通过他身上的 通过他身上的因果 关系 找到 赢沟的位置 赢沟不单是一个祸害 而且现在是侯手下的第一大将啊 如果能够将赢沟 也彻底斩杀 甚至不用将其斩杀 只需要再次将他封印起来 不让他再满天下去收集 浑沟力量 吼 休想再复活 只能如此了 张静啊 也想不出 什么更好的办法 毛小方的伤势很重 闭关休养 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 趁着这个实验呢 张静没有一直在甘甜珍等待 而是准备先去京城一趟 查看千和道长的死因 事实证明啊 张静的猜测没有错 赢工 的确在京城附近 破线过 并且啊 带走了足足六名 脸尸镜修为以上的高手 千和道长 这是其中之一 这短时间之内啊 想要替千和道长报仇 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过呀 除此之外 张静也算是收到了一个 算是好消息的意外消息 因为当年金门召开的道门大会上 张静立错 东阳夫多高手 几乎是一己之力 扭转战支 保住了 整个北方道门的颜面 所以 张静在北方道门 名声显着 张静在抵达了京城之后 迅速的就被认出了身份 当时啊 有不少人是奔走相告啊 而后没有多久 严毕臣 便登门拜访了 严毕臣啊 最近出现在京城 目的呢 和张静一样 作为北方道门领袖之一 当今整个道门 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这京城前段时间 发生了多起惨案 多名道门高手 莫名被杀 他当然要来一探究竟 不过呀 现如今的杨毕臣 却是和当年张静 在金门见到他时 大不相同了 这当年的 严毕臣 虽然已经掌控了 一部分的 阴阳本源规则 但是 秀为依然停留在 法师境极限 想要打破天地之库 彻底迈出那一步 也很困难 不知道啊 要等到什么时候 如今 近十几年过去 张静再次见到他 这位颇有先锋 道骨的道门高人 竟然已经彻底的 迈出了那一步 已经是 天师境 严道长 恭喜啊 张静笑呵呵的 共手说道 看到严毕臣突破 张静是 发自内心的高兴 这位北方 道门领袖人物 是真正的 德行兼备 众人败福啊 当初 金门道门交流大会上 他为了华夏 道门 也是 拼尽了全力 愿意付出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现在啊 这能够打破天地之库 自然是 令人欣喜啊 而且 如果真的 如同小虾米 所预知的那般 大折 将到 多一位天师境的高手 就是多一位啊 常有力的帮手啊 到了张静 现在的修为和实力 也只有天师境 以上的高手 能够称之为 帮手了 法师境极限 那都差得远啊 帮不上什么忙 同习同习 严毕臣 也供了供手 随即啊 捋了捋自己 长长的 白色的胡须 刚开道 果真不出所料啊 连我一个老头子 在这十年的时间内 都能打破 天地之库 张道长 你肯定不在话下呀 当初啊 在金门大会上 张静虽然 力挽狂揽 斩杀 东阳邪神 但是 修为也还没有 跨入天师境 是南下江南时 在兰若寺 才突破的 两个人呢 睡觉了一会儿 才开始聊起 前段时间 京城 发生的变动 严毕臣 虽然突破了天时境 但是 对于 僵尸 四大先祖 以及 好的事情 却还 并不知晓啊 所以 即便他追查到了 这件事的幕后凶手 是修为通天的 邪魔所为 但是 并没有 多少线索 并不知道 底细 当张静 告诉了他之后 他才 恍然大悟啊 既然如此 我 也随张道长你 去一趟 赶田镇 不管是否 真的是 大劫将至 苟臣 后卿 将臣 不出去 我心 也难安啊 严毕臣听完之后 当即 沉声说道 张静啊 自然是答应了 于是 在京城 停留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 两个人便 一起动身 逃着 甘田镇 有这个 冤冤 有这个冤冤 严毕臣 很惊讶 好奇地问 张静 张静是直言不讳 没有隐瞒 说道 我父亲 是天师傅弟子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严毕臣 点点 说道 那张道长 你可知道 天师傅 长岳 真人 在不有钱 呢 也打破了天地之库 跨入了天师镜吗 啊 长岳真人 也突破了 张静 眉毛一挑 这个消息啊 他还真不知道 说起来 其实 张静觉得 王长岳 在这之前 是最有可能 突破天师镜的 机会 比言必沉 还要更大一些 因为当年呢 天师府 发生变故 老天师去世 张静 前往天师府 在与后清交手的时候 王长岳 受到的 主动颇大 本来 就跨出 半只脚的他 对于 天地 规则的领悟 也随之加深 可惜 之后的几年 王长岳 虽然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 但是 根据张静 几次打听到的消息 王长岳 并没有顺利的 跨入 最后呢 半步 是啊 大约 是在半年前吧 我曾有事 去过江游 一次 正好碰见了 长岳 真人突破呀 和一起 喝了酒呢 严必沉 说道 听到消息 张静 就更加高兴了 天师府 四 老天师之后 就算又有天师境的高手 作战了 不过呀 张静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这过去百年的时间 刀门中 几乎都没有人打破天地之库 最近几年 却几年有人突破 难不成 真的是 大劫将至的征兆吗 大劫将至 龙蛇起路 就连龙蛇都离开陆地 腾飞而起呀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二十集 张静从京城返回甘田镇之后 又等了七天的时间 毛小方啊 才从闭关中出来 当众人看见毛小方的时候 心都为之一尘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闭关之前的毛小方 虽然年纪也已经有五十几岁了 但是作为法师镜的高手 这看上去啊 还是很显年轻的 脸皮 虽然黄 但是没有多少皱纹呢 头发 也还是黑色的 可是现在啊 这毛小方脸上的皱纹 明显多了很多 而且头发更是花白了一大半啊 看上去比普通人都还要更加显老 师父 你怎么这样了 达朱和小海两个人 本来还没行没非 不觉得有什么 可看见毛小方这副模样 也顿时啊 眼眶一红 察觉到 实情薄妙 没事的 只不过 损失了一些兽数啊 能够捡回一条命 已经是走大运了 完全靠 小虾米 啊不 靠尊者的 帮助了 这毛小方啊 老师看得很开 脸上并没有什么悲伤的神情 很轻描淡洗 让人没想到的是 平时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黑玫瑰 看见毛小方苍老的样子 似乎比达朱和小海更加激动 脸上表情十分悲伤和难过 走到毛小方身边 带着哭声道 哼 只不过 损失了一些寿命 我看你 就算捡回这条命 也活不久了 毛小方对此 很是不自然 尴尬的 不知道说什么 还好啊 他眼神 转动 看见了 张静 联盟 笑着打招呼 啊 张道友啊 好久不见了 哎 严道长 严道长你 怎么也来了 严毕臣啊 作为北方道门 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毛小方啊 自然是认识的 我听张道长说 你在这里可能有 营沟的消息 就过来看看 是否 能帮上什么忙 严毕臣说道 说到营沟 我还真有消息 张道友 尊者 严道长 我们 里面谈吧 毛小方 神色严肃的说道 此事啊 非同小可 牵扯太多 不易啊 让太多人知道 即便是毛小方 自己的两个徒弟 他也不想告诉 当然了 他这么做呀 也是为了躲避 黑玫瑰 张静 张静 和毛小方 关系很好 进屋的时候 两个人 走在一起 张静笑着 低声 打气 就说道 啊 毛大友啊 你什么时候 和黑玫瑰 关系 变得这么 亲密啊 当年 当年在 甘田镇的时候 我怎么没发现 你们有这种端倪啊 毛小方 无奈道 张道友啊 你就别打趣我了 你知道 我和他 是不可能的 以前不可能 以后 也不可能 毛小方啊 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十年前 在甘田镇的时候 他和黑玫瑰 这个女 飞贼之间 也没有发生 什么特别的故事啊 但是自从这次 从西域 回来后 这黑玫瑰啊 对他莫名其妙的 就变了 很多 好像啊 这十年 他很思念 自己一样 他呀 倒是更愿意 黑玫瑰 还是原来那般 咄咄逼人 强词夺理的样子 他 能够 应付自如 但是现在 这黑玫瑰 热情 关心 他的样子 反而让他 很不自在啊 张静就笑着 很公平的说道 其实啊 黑玫瑰这个女人呢 她也不坏啊 就是 贪财了一点 有时候呢 不理取闹了一点 当年呢 虽然是个飞贼 但也勉强啊 算是个侠盗啊 贪财 但也做 劫富济贫的事情啊 为了阶级穷人 经常宁愿自己 饿肚子 至于现在嘛 我看呢 他去了西域这么多年 也算是受到了佛门感化吧 变得沉稳了 许多呀 也通情打理了很多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啊 毛道友啊 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啊 不是是 怎么知道不合适啊 是不是啊 停 这毛小方啊 连忙叫停 说的 我和他呀 真的不合适 而且啊 我现在只剩下 十余年的寿命了 哪还能考虑 这些事情啊 什么 只剩下十余年的寿命了 张英本来啊 还在开玩笑 文言 顿时脸色一沉 问道 阴神伤势 这么严重吗 作为法师镜的高手 虽然呢 没有打破天地之枯 寿命能大幅度的延长 但是 正常情况下 长命百岁 还是 没问题的 不过呀 张英忽然想到了 在江约剧情中 这开篇呢 就提到了 毛小方 即便法力高强 也抵挡不住 时间的威力 假鹤 西去了 去西天了 现在看来 毛小方并不是 抵挡不住时间 而是 因神受伤 才导致 寿命大减 那 今神 非营勾抽走一部分 要不是尊者 及时赶到 我早就已经 魂飞魄散了 哎 能够捡回十年的寿命 已经是 走了大运啊 毛小方 微笑着说 完全不介意 自己 寿命大减 反而 破为兴奋 不过呀 损失我的 这点寿命 只要 能换取 找到 营辜的真身 将之 斩杀的机会 也很值啊 小虾米 眼神一脸 连忙问道 毛道长 你有办法能够 找到 营钩所在 本来啊 小虾米的打算是 等毛小方出关之后 施展他喇嘛教的 特殊秘法 通过因果关系 看看能否 查找到 营钩的线索 但是啊 现在 现在看 毛小方 话里的意思 他自己 似乎 也有 判断 营钩 未知的 办法 是的 只要 营钩 不将 我那部分的 阴神 抛弃 那么 那么 我就能够 找到他 毛小方 点头 说道 小虾米 瞪大了眼睛 大疑的 说 啊 这世上 竟然有 这样的法术吗 张静和 严比辰 文言 也是 汉子 惊讶 要知道 阴神 虽然和 法力 肉身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力量 但是 阴神 若是被抽走一部分力量 其实 和从你身上挖走一块肉 并没有太大的距离 即便是修炼有 分魂之法 这种情况啊 也没用 因为营钩 是强行 抽走 你的一部分阴神 而不是 让你分出 一部分 魂魄 分身啊 那被抽走的阴神 是没有意识的 丢了 不是真的丢了 对于阴神 有极大的损伤 所以 毛小方 现在是 寿命大减 这并不是法术 而是我 福西堂的一种传承啊 命牌 毛小方 缓缓开口 原来啊 福西堂的祖师爷 这本来啊 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毛山派弟子 这天赋和修为都十分的稀松平常啊 是不可能开山立派的 但是 这么多年来 福西堂的每一位掌门 实力几乎都能至少达到炼师镜 像毛小方这般天资好一些 更是能够达到法师镜 究其原因啊 就是因为当年福西堂的祖师爷 曾经得到过一门 上古秘法 这门秘法 十分的奇异 需要将自身的阴神魂魄 寄托在一个命牌之上 只要成功之后 天赋便会改变 修炼速度 为大资 当然了 也有缺点 这缺点啊 就是命牌被敌人拿到 那就相当于啊 命根子 被人拽在了手中 毫无反抗之力 即便命牌 没有被敌人拿走 但是 只要保管不当 受到一定点的 损坏 本人呢 也是轻则 法力全是 重则 性命不保 正是因为命牌和修炼者 这种息息相关 即便毛小方 被淫沟 抽走的一部分 阴神之力 他自己啊 已经感应不到了 不再属于他了 但是 他的命牌 却依然能感应到这部分 阴神之力的方向 太好了 听完吧 张静 严毕臣 小虾 三个人 颇为激动 用毛小方的命牌引路 他们不但可以找到 银沟所在地 说不定啊 还有希望彻底摧毁 好的 复活的计划 很快啊 毛小方 就独自一个人进入了 秦岭山脉一趟 将他的命牌 从山中取了出来 这个命牌啊 那就是命根 如果放在身边 即便在最隐秘的暗阁 也会感觉不安全 所以毛小方选择 将其藏在荒郊野外 没有人烟的地方 或许啊 还用了什么阵法 来隐藏 让野兽动物 也不能找到 这个命牌表面上看上去 那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啊 就像一块 普普通通的玉牌 不怪 当毛小方 滴上去一滴血 将其催动时 立刻便由光芒投射而出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 毛小方光影 只不过呀 这光影很暗淡啊 像是缺失了什么 反应到了 毛小方双眸 一一生辉 说道 在西南方向 虽然还不确定 具体在什么位置 但是 只要根据命牌的指引前进 就能找到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张静迫不及待的说道 袁碧臣问道 银河号称不死不灭啊 即便经历上古大局啊 也依然活了下来啊 千年前 神光禅师也没有将其斩杀 我们 是不是可以准备更充足一点啊 比如 多叫几名 帮手一起去 小虾米 点头表示赞同 谨慎的说道 为了以防万一 是可以多叫几名道友 前来助力啊 张静啊 本来想说 只是一个赢勾而已 自己可以对付 不用再请其他人了 不过 想到小虾米所说的 大吉 将至 不只是赢勾 好 也有可能复活啊 为了谨慎其见 张静也就没有啊 提出反对的意见 反正啊 只要最终迎勾死在自己的手中 功德值不会少 保险一点也好 树山 有位建道高人 修为早已经打破天地之库多年 我与他有些交情 我 这就去树山一趟 请这位建仙下山 助我等一臂之力吧 小虾米说道 袁碧臣也说道 那我去一趟龙虎山 请 长岳真人 张静想了想 说道 那我去趟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的深处 有一位 草庐居士 百年前修为 就已经达到了天使境 这些年来 一直在避世修炼 三个人呢 就这么说定了下来 各自出发 前之请帮手 最后 在甘田镇 会合 如果不出意外 最终 会汇聚六名 天使境 一起出手围交 赢工 这一次 将比千年前 兰若寺一战 更加浩荡 更加热闹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 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优秀长篇小说 我诗书是林郑英 作者 白袍飞扬 演播 张华胜 第六百二十一集 这三人商量好之后 分头行动 张应 去十万大山 严毕臣 去龙虎山 当年的小虾米 现在的喇嘛叫尊者 去蜀山 并且 小虾米 十分谨慎 三人分散 去请帮手 他呢 又怕毛小方 一个人在甘田镇 会有什么意外 于是干脆让毛小方 和他一起 前往蜀山 毕竟啊 要是毛小方 在他们请帮手的期间 出现了什么意外 可一切 就都功亏一篑了 毛小方觉得呀 小虾米 这是有点啊 谨慎过头了 他在甘田镇 能出什么意外呢 啊 难不成 银沟还能预测到 他们的行动 在甘田镇 吃了一次亏后 再杀个回马枪回来 小虾米 态度很坚决 毛小方啊 也就只能同意了 跟着他一起 去一趟 鼠山 反正啊 小虾米 这也是为了他好啊 这十万大山 在领右 张静从甘田镇出发 差不多中途啊 也会经过领南 于是 张静稍微啊 就变了一下道 回了一趟 人家镇 这张静回到 人家镇后啊 任婷婷 正好 带着儿子张守珍 也在义庄 看见张静回来 众人 纷纷 围拢过来 倒是没有人担心啊 张静的安危 以张静 现在的实力 不管是任婷婷 还是九叔四目道长 对他可以说呀 都是有着 绝对的信任 当今天下 没有什么能够伤得了张静 他们想知道的是 甘田镇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京城 千鹤道长的死因 都是赢勾作的 这九叔 四目道长 哲姑 三个人听完张静的讲述 各个愤怒之余 心中有涌现 无力感 如果杀害千鹤道长的凶手 是其他人 他们还能想办法 帮千鹤道长报仇 可是 这凶手是 僵尸四大先祖之一 而且还可能是 四大先祖中最强的一位 他们 就有心无力了 张静就宽慰他们说 师叔 师姑 你们放心吧 如果这次不出意外的话 赢勾肯定会必死无疑 此话怎讲啊 赢勾不是善用傀儡分身术 行踪 挑护不定吗 这四目道长啊 扶了扶眼睛 联盟瞪大眼睛问道 福西堂 有门特殊的秘法 可追踪自身的阴神之力 赢勾现在的身上啊 有毛道长的阴神 毛道长就能追踪 他的位置 张静解释道 这次 我回人家镇 其实只是 顺便路过 我等一会儿了 就要去十万大山 请 草庐居士出山 和我们一起 对付盈勾 这次 会有六名天师敬会去 不杀盈勾 事不罢休 太好了 四目道长和九叔 眼神中 都露出了 欢喜之意 能够斩杀盈勾 既能为枪和道长报仇 也能为天下苍生 解决一带隐患 他们作为修道之人 自然是高兴的 那张静 你赶紧去忙吧 我们这里啊 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四目道长 迫不及待的说道 我这次回来啊 除了告诉你们消息之外 还有一点 其他的事情 张静笑了笑 看着不远处 跟着文才 在菜园子里边 玩耍的张守珍 和林雪莲 两个小孩子 就说道 呃 湘江那边啊 学校三天之后 就正式开学了吧 师姑 婷婷 你们 先带着孩子 去湘江办理手续吧 本来啊 在一周前 两家人就该搬家去湘江了 拖到现在 已经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张静这次啊 会和众多天时镜 去围郊营沟 也说不好啊 需要多长时间 他准备让 任婷婷 折孤 九叔 带着两个小孩 先去湘江 不用再 人家正等他 这毕竟啊 降妖出魔 归降妖出魔 但是生活呀 还得继续 不能因为 降妖出魔 就耽搭 就耽搁了 儿子 读书 九叔和折孤 对此都没有什么意见 先生觉得 挺好的 为小孩子拜礼 入学手续 的确是不能再拖了 他们留在人家镇 也没用 倒是张静 送任婷婷和儿子 张守珍 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这任婷婷啊 一知情绪 不怎么高 心事重重的样子 挺挺 怎么了 不开心 张静 牵着任婷婷的手 就问道 任婷婷摇摇头 脸上勉强 挤出个笑容 好了 有什么不开心就说吧 你一点心事 都藏不住啊 你这笑 比哭还难看啊 张静笑着捏了捏 她的脸颊 就问道 是因为我 不能跟你和儿子 一起搬去新家 心里不高兴 不是的 不是的 人挺挺摇头 我老婆 也不是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生气的人 心胸 开阔着呢 张静点点头 又问道 那是担心 我会出事 人挺挺低着脑袋 沉默不语 张静哑然失笑 摇着人挺挺挺 说道 还真担心我会出事啊 放心吧 依我现在的实力 就算单打独斗 赢沟啊 也不可能 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 这次 可是由六大天师 竟高手提去 赢沟 就算再厉害 掀不起什么风了 不会 有什么危险的 你看你看 不就连师叔 师姑他们 也都不担心吗 更何况啊 几年前 我就斩杀过 僵尸四大 先祖之一的 汉达 现在我的修为实力 可比当年 强多了 人挺挺 眼装脑袋 担忧地说 可是 千年前 兰若四 有神光蝉尸在 还汇聚了 天下大半 天师镜高手 最终 不也没能 除掉 银沟吗 而且 静哥哥 你也说了 现在的银沟 比千年前的 银沟 更厉害 更难对付了 张静 轻笑道 银沟 像比千年前 是长了一些 但是我现在 比当年的 神光蝉尸 还要强得多 这呀 并不是张静 狂妄自大 这千年前的 神光蝉尸 虽然是号称 当时天下 佛门 第一高手 但是 根据梦境中 张静 观察到的实力 他当时的修为 也就是天师镜 第一阶段的 巅峰 都还没有跨入 天师镜 第二阶段 别说和张静 比了 和现在的草 炉 局势 相比 都还要 弱一些 当然 当他最后 施展出 晋招 祭练了 兰若寺 所有僧人 以及 诸多正道 高手后 实力暴增 那是 超过 草炉局势的 但是 比起张静的 雷挺世界 依然不如啊 我 任婷婷啊 还想再说什么 张静 直接就 说道 好了 放心吧 你和儿子 先去 湘江 等我 除掉 银沟之后 就马上 来找你们 任婷婷 文言 神色之中 明显 还有一些 担心 嘱咐的话 要说 张静 已经转身 去跟儿子 张守珍 戏玩 人挺挺 健壮 也就没有 再多说 唠叨的话 只是 在背后 看着和儿子 玩闹 的张静 认真 说道 静哥哥 你答应我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不能做出 千年前 神光禅师 一样的 一样的 决定 你要知道 咱们还有儿子 在家里 等着你 回来 张静 转过身 笑 好喝喝 喝喝 喝 儿子在家里 等我 倒是没 什么 主要是想到 婷婷 你 在家里 等我 我就 不可能 做出 傻事 张守珍 愣着眼睛 望着自己的 爸爸和妈妈 小小的眼睛 有着大大的 疑惑 任婷婷 啊 往常听到 张静的 情话 通常会有些 娇羞 特别是 在儿子 面前的时候 不过这一次 或许是因为 担心的原因 可是 没有 闪躲 那我就 先走了 张静 告别道 他 去十万大山 本来就是路途 最遥远的一个呀 中途 又绕路 回了一趟人家镇 耽搁了不少时间 不能 多停留了 总不能啊 让 颜碧臣 和小虾米他们 回到了甘田镇 很长时间的 等待他 和草楼去世吧 儿子 跟爸爸说 早去早回 任婷婷 牵着张首珍 说道 张首珍点点头 奶生奶气的认真道 爸爸爸爸 早去早回 好 爸 一定 早点回来 你到了学校 你得乖乖听话 我回来 要是听到 你在学校顽皮 不听话 可是要 抽你屁股呀 张静 带着笑意说 知道了 爸爸 肯定会听话的 张首珍 撅着嘴 不满意的 回答 走了 张静 朗声一笑 身形 冲篇而起 很快 消失 不见 去十万大山的路上 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这草庐居士 见到张静来到 听说了原油之后啊 也是二话没说 同意跟着张静 一起前往甘田镇 微交迎沟 虽然啊 他在十万大山 隐居上百年的时间 但是 并不代表 草庐居士的道心 改变了 相反的 对于降妖出魔 从来都没有放下过 染沙 淫沟 这般罪孽 深重的 上古邪魔 啊 义不容辞 所以啊 两天之后 张静和草庐居士 顺利抵达了 甘田镇 也是差不多 一前一后的时间啊 严毕臣 带着王长月 小虾米和毛小芳 带着 鼠山的剑 暗仙 法浩 丹臣子的 白衣男子 也回来了 六大当事 最顶尖的高手 打破天地之库的存在 慧敬一堂 让人意外的是啊 新加入的三人中 除了张静和 长月真人 是旧相识 不用说了 草庐居士和 鼠山 建仙 丹臣子 竟然啊 也是很早之前 就有过 交际的呀 本集 播讲完毕 请听下集 下集 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